第一章,临危寿命纪大统,第一节,降生于多世之秋,明朝晚期,万里三十八年,1610年,农历的年末,在都城北京,正当人们忙于撒扫听处,备伴年火,送旧迎亲之际,却连续不断地刮起了北风。 震震凶猛的朔丰,携带着西伯利亚凛冽的寒流和墨北高原滚滚的黄沙,刮过大街小巷,把整座京城变成一个灰蒙蒙的冰冷世界。 12月24日清晨暴时,相当于现今的五至七时,天位大亮,透过北风的怒吼声,从昏暗沉闷的东宫里,隐隐约约地传出一阵婴儿稚嫩的啼哭声,又一个诸家宗式的子孙降生了。 他就是未来的明朝末代皇帝朱有俭。 朱有俭诞生时,天气的恶劣严寒,不知是否是他未来坎坷凶险命运的预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生不丰失。 本来,在明朝前期奠定的基础上,明代的社会生产在中后期得到长足的发展。 特别是嘉靖、龙庆、万历年间,更是明代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白银实现货币化,农业和手工业部门出现新的经济因素,经济结构开始缓慢地由较为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转变。 与此同时,国内市场也由区域性市场向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发展,并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建构。 龙庆元年,1567年,福建漳州粤港的开放,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与龙庆三年广东、澳门的开布,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商贸易。 海商贸易迅速兴起,中国的生丝、丝绸和瓷器等商品大批销往海外、世界各地的白银,主要是产自日本的白银和墨西哥的银源,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中国已开始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 经济领域的变化,又引起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系列变化。 在阶级关系方面,关身地主的政治经济实力空前膨胀,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市民阶层逐渐形成。 在社会生活方面,追求财富,崇尚奢华与礼乐制,厌旧喜新成为时代风尚。 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在思想观念方面,扬明新学的薄信与时学思潮的涌动,使人的个性和欲望得到大胆的肯定。 伦理观、财富观、价值观、政治观等也开始发生转变,贯穿着批判与求是的精神,闪现出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芒。 在文学艺术方面,传统正宗诗文等雅文学日趋衰落,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悄然薄信,突出了主体个性的张扬与对人欲的充分肯定。 在科学技术方面,在对传统科技进行总结的同时又有创新,强调实验手段与数学语言的运用,以及对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吸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层政治领域出现了改革潮流。 先是明武宗去世后,杨廷和与张宗向济实行格固顶新,一致宦官势力,裁减大批荣员,查看装填,格除黄殿。 蒙庆于万历初年,张居正更是把改革推向高潮。 他针对嘉靖末年以来明朝设计几清负义的威局,创立考成法,全面改革政治,裁减容员, 启用连结干练的官员,整肃立志,严明法纪,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同时,为了改变富翼不均,贫富悬殊的现象,并增加国库收入,在全国普遍清账土地,促使嘉靖以来某些地区实行的一条边法得以推向全国。 一条边法贯穿着简化税制,公平负担的原则,把以往名目繁多的差役归并为一则,取消利益,改为征收银两。 全国的田赋,除苏、松、杭、家、胡等交纳供应宫廷食用的草粮外,其他地方一般也都遮收银两。 这项改革,实行部分贪丁入母,废除直接对人参的争议,适应了广大农民摆脱封建人参束缚的要求。 富翼的货币化,又使中国传统的实物财政转变为货币财政,适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需要。 这是中国财政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 改革收到显著的效果,有力地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解决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扭转家境。 龙庆时期财政年年亏空的状况,变得绰绰有余,泰仓积存的粮食可值十年,泰普寺的基银也多达四百多万两,成为正德以来国家财政最好的时期。 清代官修的名史称,自正、德、家、敬、虚好之后,只万历十年间罪称富数。 经济领域与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系列变化,使万民社会呈现新旧因素杂陈的多元色彩。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至此进入到高度成熟的阶段,并开始了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进程。 万民多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无疑是时代的进步。 但是明朝的最高统治阶层眼界狭窄,消息闭塞,没有看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世界地理大发现以后, 西方殖民主义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势力,世界各大洲已逐渐连为一体, 世界市场的雏形已出具规模,全球化的趋势已出路端倪, 这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因此,未能抓住这个机遇,对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 大理推动社会的转型,使中国尽快走向世界,快速向前发展。 相反,万民的几个皇帝都极其昏庸腐朽, 他们为了维护既得的利益,都死死抱住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和重农一伤, 独尊如数的政策不防。 这种倒行逆施的举措,导致励志的高度腐败,贫富差距的极度扩大, 社会矛盾的急剧激化,从而造成社会的大动乱, 使社会转型遭受严重挫折,丧失了走向世界并获得快速发展的机遇。 朱尤简的祖父明沈宗,就是一个昏庸腐朽的君主。 他自小在糜烂的王府和皇宫里浸泡长大, 深受祖父明氏宗和父亲明牧宗腐朽朽生活的影响。 须灵十岁继承皇位后,内庭由生母李太后主政, 外朝以内阁首府高拱为首。 不久,此府张居正解纳宫中太监冯宝, 排斥高拱,当上首府兼帝师。 在李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立行改革, 同时严格管教小皇帝, 力图把他培养成像姚舜那样的贤民君主。 但张居正的严格管教, 未能敌过随时小皇帝左右的宦官们的潜移默化 和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潮流的负面影响, 反而使他产生出逆反和报复心理。 随着年龄的增大, 明神宗逐渐滋长了士久、恋色、贪财、 上气四大恶习。 万历十年、1582年, 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政, 掌握封建专制国家的统治大权, 立即对冯宝和张居正进行清算, 张居正的改革事业由此遭到否定或篡改。 建立在清障田母, 先知贵族地主、 官身地主、 幽免特权基础上的一条边法, 虽然延续下来, 但贵族地主、 官身地主却仍然四星无际的弃影田产, 难免良差, 是一条边法便为走性, 未能发挥其军贫负担, 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明神宗亲政后, 大权在握, 曾力图改变过去凡是皆有张居正和李太后决断的状况, 开头几年还能勤理政务。 内阁大学是赵志高于万历二十四年, 以五九六年, 在一个奏书中, 曾一级明神宗刚亲政时的情景, 皇上淋雨以来, 日式朝奖, 万级亲总, 无业肃兴, 又且留心名没, 家以人才, 赵队俯臣, 资访不愿, 开成纳箭, 虚极受严。 无奈明神宗是个酒色之徒, 宫中嫔妃, 宫女云己, 还有号称石郡的男色, 他每夜避饮, 眉饮避醉, 在明顶大醉之后, 就拽过身边的嫔妃, 宫女进行方式。 由于过度酗酒纵欲, 他的身体日渐虚弱, 从万历十四年下半年起, 便长期待正, 既不是朝, 也不见大臣, 就连臣下的奏书, 也多被留至尽忠, 不作批复。 许多军国大事, 因而不能及时处理, 官员的选拔与任免机制, 不能正常运转, 在职官员无法升迁, 空缺的职位无法补充, 形成人质于官草属多空的现象。 这不仅极大的挫伤官员的积极性, 造成行政效率的低下, 而且助长官场的音循守旧之风, 为各级官吏的贪污受贿, 鱼肉百姓动开了方便之门。 于是, 职业尽迟, 上下解体, 明朝的政治也一驱腐败。 明沈宗还是个贪财好货的角色。 他对饮食、 宜庄, 器用非常讲究, 极尽奢靡挥霍之能事。 明代宫廷的饮食, 由礼部下属的光禄四开支, 万历初年, 每年支出白银十三四万两, 万历中年增至近三十万两, 到万历三十二年, 一六零四年, 第一, 光禄四已无银可支, 明神终于是下令向户部借支三万两, 向兵部所属的泰普寺借支两万两。 后来, 宫廷的伙食开支越来越大, 光禄四无法支付, 常常拖欠供货商家的货款。 宫廷所用的器物, 如折闪、 刨斧、 丝绸、 丝气等不断增加, 明神宗便经常下令向各地加派。 宫廷举办婚丧、 册封、 祭祀等各种典礼, 耗费更是惊人。 万历六年明神宗大婚, 当时张居正当国, 不让他随便花钱, 用银不过七万两。 张居正一死, 费用便大幅飙升。 册礼皇太子, 仅采买珍宝, 就用银月三十多万两。 为筹办太子婚礼, 先后几次采买朱玉等物, 指万历二十七年, 已用银七十多万两。 福王结婚, 费用也超过三十万两。 土木工程建设, 是明神宗亲政期间, 耗资最多的一项开销。 他除在北京昌廷, 为自己修建豪华的陵墓, 还在京城内外修建许多慈庙宫馆和离宫别园, 其中仅修建陵墓就花掉八百万两。 万历二十四年前清宫, 昆宁宫发生火灾, 一年黄极殿, 中极殿与建极殿又被大火焚毁, 后来修复重建, 耗资邮聚。 万历三十一年开始筹建三大殿, 仅用于湖广、贵州、 四川采办南山大墓的大工, 钱粮就耗银九百三十多万两。 明神宗毫无节制地大肆挥霍, 必然导致对金钱的无穷渴求, 于是便想尽各种办法来搜刮钱财。 明神宗认为, 朕为天子, 富有四海之内,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天下之财, 积阵之财。 根据这个理论, 他不时伸手向国库要钱, 称作传说躺金, 将国家的钱财变为宫廷的钱财。 明初的财政收入, 以米、 麦等食物为主, 在户补设有内库等食库, 它既是中央政府的国库, 也是皇帝的私库, 公私不分。 到明中期,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白银的货币化、 填付、 摇曳、 盐客、 查客、 关税等逐渐遮收银两, 财政体制也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 朝廷于正统七年, 殷四半四十二年, 在北京中央户部下设太仓, 用以铸银, 也称银库。 洪执八年, 殷四百九十五年, 又在南京户部下设银库。 从此, 太仓银库成为中央政府的国库, 内府则完全变成皇帝的私库, 政府收支与皇室收支基本分开。 内府除存住三宫, 即乾清宫、 慈庆宫、 慈宁宫、 黄庄征收的子利银, 还有太仓每年拨付的一百万两金花银。 明神宗花钱如流水, 很快使内府支出建筑, 只能不断向户部要钱。 在明神宗亲政后, 从万历二十年、 一五九二年到二十八年发生的三大争, 平定宁甲破败之乱, 元朝抗窝战争与平定波州杨应龙支盘, 共耗费边享银以前一百七十点三万两, 以使国库不堪忠负。 而明神宗却置此于不顾, 仍然不断地向国库伸手。 早在万历六年, 明神宗就以大婚制版珠宝为由, 令太仓库在每年支付一百万两金花银之外, 再向内府增进二十万两。 后来以此为准, 每年均需增进二十万两, 直到万历三十七年因不堂以劫才告终。 除了令户部每年增进的银两, 明神宗还不时向户部穿梭躺金, 使户部呈现巨额的财政亏空, 而不得不动用国库历年的积蓄。 户部的胎仓, 自建立后长期实行征三注一的原则, 将征收的田赋七分存放外库, 用于当年的正常开支三分存放老库, 叫房以备战争和灾荒之用。 张居正刚死, 明神宗亲政之时, 由老库存银二百万两, 叫房存银四百万两, 外库存银三百多万两, 共计九百多万两。 到万历十五年, 外库存银以基本用光, 只剩九万两。 到二十七年, 叫房存银也被动用一空。 到三十六年, 老库存银只剩八万两。 南京户部的银库, 万历十三年还有一百五十万两, 到二十八年也已告庆。 国库的亏空, 不仅影响到国家正常的各项开支, 而且因常常无法按时发放军饷, 导致兵变频发, 兵房废迟。 随着国家财政的日渐吃紧, 和国库储记的日渐枯竭, 明神宗不是采取措施, 支持和扶植工商业, 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 并实行由几乎单一的农业税制, 向多种税制的转变, 以扩大税源, 相反却对工商者进行直接的搜刮, 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受到严重的摧残。 从万历二十四年, 1596年, 起, 明神宗就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室, 吩咐各地开矿征税, 将搜刮来的钱财直接上缴内附。 矿监名义上是都领金银等矿的开采, 实际往往借开矿为名, 肆意对百姓敲诈勒索, 如望值百姓的良田, 民宅之下有矿买, 迫使主人交出大笔钱财, 否则就强行掘毁田地, 拆掉宅院。 税室则在重要城镇、 关金、 路口设置重重关卡, 盘剥过往的车船、 商旅。 矿监税室的残暴搜刮, 使广大民众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 商业和手工业更是遭受严重的破坏, 呈现萧条萎缩的状态, 从而导致了民变的贫发。 明神宗亲政后的倒行逆施, 不仅导致朝政腐败, 贪风赤盛, 富翼沉重, 土地集中, 兵变与民变频频爆发, 内政危机四伏, 而且导致边防的飞驰, 为剑中女真的崛起与作大提供了条件。 女真是我国东北的古老民族, 元代分布在松花江下游, 黑龙江流雨直至枯叶岛地区, 原末明初陆续南迁, 分成剑中女真、 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三大部, 他们原先都以渔猎为生, 后来南迁的剑中女真和海西女真逐渐过渡到以农耕为生, 并跨进了奴隶社会。 明朝建立后, 大力招服女真三部, 建立众多的机密卫所, 隶属奴儿干都寺管辖。 明廷准许各部的首领, 首长入京朝共与护士, 令其为明廷首边, 以抑制蒙古势力, 同时实行愤而致之的政策, 令其彼此争雄, 无法统一, 借以维护东北局势的稳定。 在明朝统下的两百多年间, 女真各部通过供赐与鞭石贸易等和平方式, 加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 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到万历年间, 各部风起, 称王征长, 互相征战, 彼此残杀。 就在各部的混战之中, 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逐渐崛起。 努尔哈赤出身于建州所谓的奴隶主家庭, 祖父绝长安。 父亲塔克市都在明朝的基础, 秘密卫所担任过官职, 他本人也曾在明朝的辽东总兵李承良帐下当过兵。 万历十一年, 1583年, 李承良在建州右卫图伦城主尼堪麦兰的引导下, 率兵镇压建州右卫古勒债主阿台的叛乱, 误杀了随同前往劝项的绝肠安和塔克市。 明廷为了安抚努尔哈赤, 给他三十道赤书, 三十匹马作为赔偿, 并让他担任建州作为指挥使。 当年5月, 努尔哈赤便以报复祖之仇为名, 以附近的十三副一家起兵, 攻占尼堪外澜的驻地图伦城, 开始了统一女帧的战争。 万历二十七年三月, 明神宗命上山间奸称高怀为辽东矿奸。 高怀在辽东十年, 不仅从当地汉、 蒙, 女帧民众身上搜刮了大量白银、 黄金、 马匹、 人参、 貂皮, 而且克扣辽东军饷, 干预边防失误导致民变、 兵变的不断发生。 辽东人心打乱, 边防废持, 一些汉民和辽东守军甚至投降了女帧。 努尔哈赤利用这个有利时机, 逐步统一女帧各部, 并建立八旗制度, 于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后金政权, 建元天命, 成英明汉。 过了两年, 努尔哈赤既以七大亨告天, 公开背叛明朝一举攻占俯顺。 明廷对努尔哈赤统一女帧, 甚至建国称汉, 从未进行干预。 但努尔哈赤却公然背叛明朝, 并对明朝发动进攻, 这是明神宗不能容忍的。 他决定给予有利的反击, 以赠国威。 当时, 明朝党政政憨, 这党首领, 内阁首府方从者支持他的主张, 希望速战速决, 以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 他推荐于这党关系密切的杨昊, 为兵部左侍郎, 兼右前都于使, 精略辽东。 要打仗, 就需要大笔军饷。 此时, 国库空虚, 而宫廷的内堂充盈, 一些大臣侵发内堂, 却遭到明神宗的拒绝。 户部无计可施, 值得援引嘉靖年间, 平定东南沿海倭寇, 与万历年间几次征战时, 一度实行的田赋家派办法, 建议除贵州之外, 各省田赋每亩增派白银三厘五号。 明神宗不顾百姓的死活, 立即予以批准。 共得白银二百万两。 万历四十七年, 天命四年, 一六一九年, 杨浩岁率十万兵马, 分四路向后经政治中心赫图阿拉, 经辽宁新兵, 进发。 努尔哈赤采取平尔吉路来, 我只一路去的对策, 于三月初在萨尔湖, 经辽宁辅顺东南, 集中八起兵力歼灭西路, 北路和东南路的明军, 击杀四万五千余人。 杨浩建三路丧尸, 吉令南路明军退尸。 明军从此丧失了在辽东战场的主动权, 以无力再发动进攻, 不得不改取手势, 在战略上陷于被动。 后金军则乘胜进攻, 先后攻占开远, 铁岭, 征服了叶鹤部, 进而谋取审, 辽两城, 成为明朝的一大劲敌。 明神宗不仅对国事的处理屡屡失误, 而且对家事的处理也多怪张荒唐之举。 他在万历六年, 1578年, 大婚, 娶了王皇后。 王皇后迟迟未能生育, 为广子寺。 李太后让张居正为明神宗策选九贫。 就在策选九贫之际, 明神宗与李太后所居住的慈宁宫的一名王姓宫女, 偷偷发生关系, 使之怀孕。 经李太后追问, 她承认了此事, 随策封王宫女为公妃。 万历十年八月, 王公妃为她生下皇长子, 取名长落, 就是朱有俭的父亲。 然而, 明神宗既不喜欢王皇后, 也嫌王公妃出身卑微, 她钟爱的是九贫之一的郑贵妃, 因为她出身大兴, 今北京大兴区, 一个颇为富有的人家, 早年读书识子, 人也漂亮聪明, 能同她一起读书聊天。 万历十四年正月, 郑贵妃为明神宗生下皇三子, 皇嗣子早伤, 生母不祥, 取名长寻。 明神宗格外高兴, 立即册封她为皇贵妃。 此举引起了朝臣的注意, 因为王公非生下皇长子, 迟迟没能加封, 而郑贵妃刚生下皇三子, 便立即加封, 显然是专宠, 将来爱无及乌, 是否会发生费长利诱的事? 立谁为太子? 这可是涉及国家根本和未来的国本问题, 含糊不得。 当年二月, 内阁首辅身实行等人就上书, 请求策立皇长子朱长洛为太子, 以一决后患。 明神宗不允, 言冠于是纷纷上书, 与明神宗展开一场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 经李太后的干预, 明神宗才被迫册立朱长洛为皇太子, 同时册封朱长巡为父王。 明神宗的一系列怪章举措, 引起一些政治官员, 主要是中下级官员的不满。 他们大多以气节自负, 要求明神宗欲朝亲政, 意志贪欲, 改良政治, 体恤民情民末, 属于政治上的轻流派。 而另一些官员, 主要是当权者, 则不问是非曲直, 以为阿顺明神宗和内阁的旨意, 属于政治上的着流派。 双方围绕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上面提到的争国本, 就是双方争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万历三十二年, 一六零四年, 被罢官回到无锡老家的力部文选斯郎中顾县城, 与高盘龙, 前一本, 顾允城, 顾县城帝, 薛夫教等政治的施大夫, 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 防疫时政, 裁量人物。 士大夫报道武士者文风响应, 逐渐形成一股政治力量。 与之对立的着流派官僚则形成起, 储, 这, 坤, 宣诸党, 他们将朝廷内外的正知识大夫官僚称为东林党。 对立的双方, 围绕着中央政府官员的人选和黄储人选等问题, 继续展开斗争。 当时的内阁大学士都以为魅上善权, 他们指责东林党不以庙堂知识非为是非, 东林党则指责内阁不以天下知识非为是非。 激烈的党争导致思想的涣散, 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 明审宗为了防止臣下权力过大, 确保自己大权独揽, 虽然有时也给着流派招点麻烦, 但总体上是支持着流派而打击清流派的, 结果是加剧了朝政的腐败。 由于明神宗专宠郑贵妃, 不喜欢王公妃, 因而也就不喜欢皇长子朱长洛, 既迟迟不让他出阁读书, 也迟迟不立他为皇太子。 万历二十九年, 一六零一年, 朱长洛虽然被立为皇太子, 但明神宗对他仍然不冷不热, 而福王朱长荀在成年之后 也迟迟未案组织的规定离开京城, 就犯封国, 对朱长洛的太子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 因此, 朱长洛整天谨小慎微, 愁眉深索, 惶恐不安, 为自己未来的地位和前途担忧。 于是, 他便在近视的诱导之下, 不分昼夜的纵情酒色, 既借酒色消愁, 又窃盼能早生贵子, 以博得明神宗的欢心。 明神宗在政治上压制朱长洛, 在生活上则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在选太子妃时, 明神宗下令为太子多选淑女, 恭祈玩乐。 因此, 在朱长洛身边, 除太子妃之外, 还有成群的妃嫔和选侍, 极没有封号的侍女。 这群妃嫔, 选侍果然为他生了一大群子女, 其中包括未来的明朝最后两位君主朱游孝与朱游简。 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晚, 当王选时为他生下长子朱游孝时, 他立即命年老的工人连夜赶赴仁德门外, 向明神宗报喜。 除了, 明神宗并未因为皇长孙的出事而改变对朱长洛的态度, 就是迟迟不立朱游孝为皇太孙, 也未让他出格读书, 更未让福王离京就藏。 万历四十二年, 一六一四年, 福王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 勉强就藏洛阳, 但第二年五月就发生了挺机事件。 五月初四日, 有一名叫张叉的中年男子, 手持枣木棍, 闯入朱长洛居住的慈秦宫大门, 击伤守门太监, 又窜至前殿眼下, 最终被几名太监抓获。 这一党的巡皇成御是刘廷元审问后, 说他是个疯子。 东陵党的刑部替老主世王之才, 在家审问, 发现他并不疯癫。 经刑部等三法司会审, 张叉公出, 他的闯宫挺机吸收正贵妃宫中太监流程, 庞宝的指使。 魏宝郑贵妃, 明神宗二十几年来, 第一次破天荒地, 在慈宁宫门外召见文武大臣, 并让朱长洛和朱游孝, 及其递朱游集, 朱游俭一起参加接见。 他下令将张叉, 庞宝, 刘成, 即是凌迟处死, 其余不须涉及。 明神宗还说, 朕四皇太子乃国家根本, 素称人孝, 今年已三十四岁, 如此长大, 朕其有博爱之理。 且诸皇孙朕朕众多, 由朕所申喜, 奈何外庭纷纷以我有他意? 且福王既以之国, 去此数千里, 自非宣爪, 比岂能插翅非之。 但召见之后, 仅处决了张叉一人, 而江旁, 刘二仁在内庭秘密击毙, 以免牵涉到郑贵妃。 想加害朱长骆的郑贵妃, 没有受到惩处。 这对皇太子仍然是个很大的威胁。 由于明神宗不喜欢朱长骆及其子, 朱有俭自然得不到明神宗的疼爱。 除了五岁那年, 随父亲朱长骆和两个哥哥一起参加明神宗对大臣的召见, 见到过祖父那副病奄奄的衣容之外, 平时根本见不到祖父的身影, 祖父对他也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朱有俭的生母刘氏, 是初入太子宫的淑女, 为人贤惠忠厚, 对朱有俭自然疼爱有加, 悉心呵护, 期盼来日能母宜自贵。 但朱长骆宠爱的, 却是号称犀礼的离选士。 他常在朱长骆面前说三道四, 挑拨离间, 只是朱长骆对刘氏逐渐疑远, 进而循习斥责。 刘氏谨守父导, 从不辩解, 将冤屈和悲愤深迈心中, 但仍不时遭受西里的灵魯殴打, 终于激愤成疾, 在朱有俭五岁那年寒恨而逝。 刘氏死后, 朱长骆将朱有俭交给他宠爱的西里抚养。 但仅过四年, 朱长骆长子朱有孝之生母王才人病死, 朱长骆又将朱有孝交给西里抚养。 西里见朱有孝是皇长孙, 把主要经历都放到朱有孝身上, 而冷落朱有孝。 后来, 他又生下一个女儿, 朱长骆便把朱有孝交给另一个选试李氏抚养。 两个李选试, 以居士的方位而分别称为东里西里。 东里为居西里之前, 却不及西里受宠, 但他为人仁慈正直而寡笑, 行使小心谨慎, 从不与之计较。 由于西下没有子女, 他把所有的爱心都倾注到朱有孝身上, 视如己出, 百般呵护, 尽心调教。 朱有孝重新获得一份母爱的温暖, 并在他的调教之下, 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每天清晨起床后, 他先拜天, 随即向东里请安, 尊如生母。 他还喜欢读书, 逐渐形成静坐遗养的习惯。 他阅读儒家经典, 常常长久不动, 有时口中念念有词, 有时静思莫想。 同时, 由于东里的过分溺哀, 也养成了他自以为是 独断专行的性格特点。 第二节, 魏焰阴影下的姓王生涯, 朱有简绪林十岁那年, 即万里四十八年, 1620年7月21日, 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疾病缠身的明神宗去世。 俗话说, 鸟至江王也, 其名也哀, 人至江死也, 其言也善。 弥留之际, 他宣布传位于皇太子朱长墨, 并按照传统惯例留下遗诏, 总结自己在位四十八年的政治生涯说, 朕四福之初, 津津话礼, 其无福先帝之托。 彼缘多病, 静涉有年, 娇妙俯宫, 朝降西域, 风丈多治, 辽彩半空。 家以矿税繁兴, 征调四出, 民生日俗, 编判渐开, 宿业思维, 不胜追悔。 为此, 遗诏还提出了 简补内阁府臣, 及亲二大辽, 其用因建言获罪诸臣, 罢除矿监税使, 发内躺, 靠上辽东边军等一些补救措施。 八月初一日, 朱尤俭的父亲朱长洛, 按照皇祖父明神宗的遗言, 继为为明光宗, 从八月起改元太昌。 他按照明神宗的遗诏, 发放内躺银一百万两, 靠上边防将士, 罢除矿监税使, 启用建言获罪诸臣, 受到广大臣民的欢迎。 他还启用吏部侍郎使记写, 南京礼部侍郎沈淮, 礼部侍郎何宗彦, 刘一锦, 韩鲁, 南京礼部尚书诸国座等人为礼部尚书 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激务, 同时召害此前曾辅助过自己的 智氏大学士叶向高。 这些人中, 当时只有刘一锦和韩鲁两人在京, 都是东陵党。 他们的入阁, 改变了此前这党首领方从者 把持内阁的局面, 为天启初年东陵党人一度参政创造了条件。 但是, 明光宗并不是一个有为之君, 他自小生长于深宫, 出阁读书很晚, 文化修养不高, 既不了解宫外的社会, 也不懂得如何治国。 明神宗去世的第二天, 巡岸直立于十一英昌上书, 分析全国的形势, 即言金天下之兵为可视天下之实, 为足是天下之民心不可视, 要求一线民力之书减少征免, 宽恕民力, 但却寝而不报, 石沉大海。 明光宗即位后, 仍然不顾国苦空虚, 百姓贫苦的困境, 继续大兴图木, 催争睡凉。 大臣奏请简省宫廷开支, 他一概拒绝。 明光宗同明神宗一样, 也是个酒色之徒, 赋予心计的郑贵妃抓住他这个弱点, 今现八名美姬攻其享用。 明光宗的体质本来就差, 被立为皇太子后仍然供奉淡薄, 却又沉眠酒色, 身体越发雷弱, 登级之后日理万机, 更是感到极度疲惫。 他见着八名美姬, 各个恶挪多姿, 能歌善舞, 不觉心惊摇动, 欣然收纳。 八月初九日退朝, 在宫中宴饮, 便将这几名美姬叫来陪伴, 边饮边唱, 一直玩到深更半夜, 尽兴就寝。 当夜明光宗连行属人, 疲惫不堪, 第二天就一病不起了。 十四日, 郑贵妃又指使自己的亲姓崔文生 给明光宗尽通利药大黄。 崔文生原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 明光宗继位后, 升任司礼监柄帝太监, 监掌于药房。 大黄是一种寒性的血药, 明光宗服后大谢不止, 一晚上起来数十次, 支礼闯入监, 更是耗尽了元气。 郑贵妃之所以给明光宗尽献美姬, 叫崔文生尽通利药, 是有其明确意图的。 他深得明神宗的宠爱, 但因遭到清流派大臣的反对, 其子朱长巡未能被立位太子, 也未能长流京师, 值得就翻河南洛阳, 心中十分不快, 也不甘心。 万历四十八年, 1620年, 四月初, 明神宗的皇后王氏病逝, 郑贵妃即以侍奉皇上为名, 住进皇帝居住的前亲宫。 他暗自盘算, 王皇后已死, 皇太子朱长洛的生母王贵妃死得更早, 自己如能进封为皇后, 一旦明神宗驾崩, 皇太子继位, 他不就变成皇太后可以垂帘听政, 左右一切了吗? 于是, 趁着明神宗病入膏肓, 不断向他提出进封皇后的要求。 明神宗弥留之际, 给朱长洛留下进封郑贵妃为皇后的遗言。 礼部左侍郎孙如游坚决抵制, 说查考历代典故, 无此先例。 再说, 皇太子生母王贵妃并未进封为后, 而将郑贵妃进封为后, 先帝之心必然不安。 此事只好割下不办。 明光宗纪为后, 和皇后郭氏, 他宠爱的悉礼选事, 即长子朱尤孝, 五子朱尤俭, 四子, 二子, 四子, 六子, 七子皆早商, 搬进乾清宫。 但郑贵妃仍留居乾清宫, 不仅趁机向明光宗进献美姬, 还极力笼络西里, 妄图实现她进封皇太后的政治野心。 西里同样急剧野心, 希望能进封皇后, 以图身体虚弱的明光宗驾崩后, 她能垂帘听政。 郑贵妃和西里一起相投, 一拍即合, 于是便互相吹捧, 互相利用。 郑贵妃请封细为皇后, 西里则请封郑贵妃为皇太后。 他们还力图控制皇长子朱游孝, 以便在明光宗死后, 朱游孝继位之时, 以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 郑贵妃和西里选事的图谋, 引起朝野内外的高度警惕。 明光宗的皇后郭氏和朱游孝生母王氏两家七晚, 便放朝中大臣, 说正礼互相勾搭, 包藏火心。 朝臣听后, 忧心忡忡。 东陵党人, 给世中杨连和御师左光斗畅言, 应当将郑贵妃牵出为皇帝御天居之, 为皇后佩天的共居之的前亲公。 东陵党人, 吏部尚书朱家摩于是召集众勋妻与文武大臣, 一起去见郑贵妃的内知症养性, 则已大意, 要她劝说郑贵妃一躬, 并撤回封皇太后的请求。 接着, 杨连又上书弹劾崔吻生, 要求将她拘捕审讯。 郑贵妃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 值得在八月二十日搬出帝后居住的前亲公, 以往妃嫔居住的慈宁公。 郑贵妃请封皇太后的图谋宣告失败, 但西礼请封皇后的活动仍在继续。 明光宗崇爱西礼, 当然愿意满足她的要求。 但西礼当时只是一名选士, 要封皇后就得先封为贵妃。 所以, 此前明光宗曾多次宣语, 册封西礼为皇贵妃, 但都没有办成。 八月二十六日, 召见大臣时, 他又催促有关部门尽快办理此事。 以升任礼部尚书的孙如游回答说, 为皇上嫡母, 生母上尊氏以及为郭元妃, 王财人家封皇后的事还未办理, 册封礼选是为皇贵妃的事, 应等办完这四件事再办。 二十九日, 明光宗欲赶到自己将不久于认识, 在前卿公召建内阁首辅方从者, 即韩武、 刘依景、 周家摩、 孙如游等大臣, 在此催促进封西礼为贵妃之事。 话未说完, 西礼竟掀开为慢, 把朱游孝推葬到明光宗和众大臣面前, 让他说要封皇后。 弄得众大臣相顾错愕, 明光宗也为之色变。 孙如游只好敷衍说, 皇上要封选时为皇贵妃, 我们当今已出进封的典礼仪式, 承报皇上审批。 西礼看出这是一种拖延的计策, 虽然心中不悦, 但也无可奈何。 就在二十九日, 赵建方从哲等大臣时, 大臣问及策礼东宫, 也就是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 明光宗望着朱游孝说, 清等辅之为尧顺, 一级由皇长子继位。 随即问起自己的寿宫及临慕的事, 大臣慌忙劝说, 胜受无疆, 不必着急。 他仍再三强调, 此事要紧, 不可怠慢。 沉默片刻后, 明光宗又问起 红炉四成李可卓尽要的事。 原来, 李可卓曾在八月二十三日说 要给皇上进宪仙仙丹, 遭到内阁大学士们的拒绝。 二十九日, 明光宗召见重大臣之前, 他又进宫向太监提出 向皇上进要的事, 太监告知内阁又遭到拒绝。 既然明光宗问起这事, 方从哲之地回答, 李可卓说, 有仙丹可治陛下的病, 我们未敢轻信。 明光宗坚持要李可卓给他治病。 李可卓入宫诊室后, 说了病因和治疗方法, 明光宗要他从速尽药。 方从折出宫与御医和几位大臣商量, 犹豫不决。 刘一锦说他老家有两个人用过这种药, 一个病欲, 一个反加重病情, 可见他并非万全之药。 但明光宗急不可待, 派人来催, 李可卓便将仙丹成禁。 这种所谓仙丹, 是用红签, 修饰, 忍辱, 沉沙调制而成的一种红色药丸, 也叫三元丹, 势重热性药。 明光宗服下一碗, 觉得体内暖润舒畅, 丝尽饮食, 传指赐给李可卓饮币。 傍晚, 又要一碗服下。 谁知道第二天, 即九月初一日, 清晨五更, 明光宗却一命呜呼, 在位四十多天就龙于上宾, 成为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皇帝。 明光宗的去世, 使西里进封皇后的愿望落了空, 但他并未就此罢休, 经与身边的太监李进中, 即位忠贤, 等人密谋, 决定挟持皇长子以自重, 进而实现其进封皇太后, 垂帘听政的野心。 四里金掌印太监王安, 对西里过去凌辱, 独打朱游孝生母的行为, 本就十分不满。 明光宗去世当天, 他得知西里的密谋, 即出具接帖, 投送外庭朱大臣, 揭露西里玉立东朝, 即朱游孝, 访前朝垂帘故事。 在给世中阳帘的带领, 与王安的协助之下, 众大臣将朱游孝, 强行移出乾清宫, 至文华殿举行就东宫位的典礼, 然后入住太子居住的慈庆宫, 以摆脱西里的控制。 接着, 又逼迫西里搬出乾清宫, 一住贡公妃养老的月丸宫。 九月初六日, 虚灵十六的朱游孝登基级地位, 改明年为天启, 视为明西宗。 一年之中, 相隔仅一个多月, 朱游俭的祖父明神宗和父亲明光宗就相继去世, 这对他的心灵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使他感到无比的哀痛。 但是, 皇掌兄朱游孝能顺利摆脱西里的控制, 既成皇位, 又让他感到些许的欣慰。 朱游孝只比他大六岁, 过去都曾有西里抚养, 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 一起嬉戏玩耍, 亲密无间。 朱游孝登基后, 向朱蒂相及天王, 只剩五帝朱游简一人存世, 对他更是关心和呵护。 既为刚半年, 朱游孝基于天启元年, 1621年, 二月进封冬礼为庄飞, 让他能更好地恋爱和照顾自己年幼的弟弟。 亦有闲暇, 他也经常到续秦宫来看望弟弟, 虚寒问暖, 无话不说, 两人的关系越发亲密。 有一次, 年幼无知的朱游简静扬起头, 问兄长道, 你这个官, 我能不能做? 朱游孝扑斥一声笑了, 回答说, 当然可以, 我先做几年, 就让你来做。 据说, 朱游简夜里睡觉, 常常梦见乌龙盘垫住的情景, 醒来后告诉庄飞, 庄飞颇觉惊艳。 续秦宫后面有个不小的花园, 有次他叫上小石丛, 溜到那里玩耍, 见到一口井, 就提起井边的水桶到井里打水, 不想竟跳上来一尾金鱼, 再到相距较远的另一口井打水, 竟又跳上来一尾金鱼。 左右侍从觉得这是一种吉兆, 也都感到十分惊异, 但想到当今皇上毕竟登基不久, 说这种事显然泛迹, 于是便都守口如瓶, 秘而不宣了。 朱游简居住在续秦宫里, 接触的世界很小, 但是近处续秦宫的太监, 仍不时带来一些外面的消息。 他看到庄飞听到这些消息时, 脸上都会露出些微的笑容, 隐隐郁郁地感到外面的世界, 似乎发生了什么可喜的变化。 朱游简的猜测果然不错, 外面的世界确实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朱游效能顺利继位, 是东陵党人和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太监王安, 积极斗争的结果。 因此, 许多在万历时期被逐出朝廷的清流派官员, 陆续被召回朝廷。 不少东陵党人受到重用, 出任内阁大学士及七卿之职, 有的还当上内阁首府或吏部尚书, 左都御氏之职。 王安则以四里兼长应太监之职, 掌管内庭事务, 形成东陵士盛, 重政营朝的局面。 掌握部分权力的东陵党人, 积极整顿内政, 规划辽东战事。 内政方面, 东陵党人大力整顿励志, 赤主坚硬, 留用贤能, 惩治贪官, 提拔联礼。 他们还奏请明西宗发放那一趟, 以充军饷。 从太昌元年, 1620年, 十月至天启元年, 1621年, 十月, 共发放那趟520万两, 并设法减轻百姓的一些负担。 辽东战事方面, 自萨尔虎战败后, 明廷启用熊廷壁为辽东经略。 熊廷壁自非白, 江夏, 仅湖北武汉武昌, 人。 万历25年, 以武97年, 举相是第一, 以年成进士。 他有胆之兵, 实行以手为战, 铸成以手的积极持久的防御策略, 使后今不敢轻举妄动。 但因红板, 移公之案而失事的首辅方从者, 仍坚持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 想尽快扭转辽东战局, 借以稳定自己在朝中的地位, 欲使指使这党的阎官弹劾熊廷壁。 不明是非的明熙宗, 下令免去熊廷壁之职, 而以用兵非所长的袁英泰代之。 结果, 明廷很快就丢掉了沈阳和辽阳, 袁英泰也自意而亡。 东陵党人身正后, 立主再度启用熊廷壁内阁大学士刘一景说, 使廷壁在当不至此。 听起元年五月, 明熙宗下令重新启用熊廷壁为辽东经略。 熊廷壁提出一个基于积极防守、积蓄力量, 在四级反攻的三方布置之策, 在广宁、金辽宁北镇, 用马步军列列列辽河之上, 阻止后金的正面进攻, 在登州、金山东鹏来、 来州和天津并设巡抚, 杜州师系绕辽辽东半岛沿海地区, 四级收复辽阳, 在山海关设置精略, 已截至三方。 但是掌握辽东实际兵权的巡抚王化珍, 却一味主张进攻,收复辽审, 于是便出现金府不合的局面。 后金八骑兵, 成绩于天启二年正月渡河攻克西平堡, 在金辽宁盘山东北, 在客广宁, 雄廷必因此受到牵连, 而被灌进刑部大牢。 为了挽救辽东危惧, 东陵党人又推荐了孙成宗。 二月, 孙成宗被名为兵部尚书, 兼东阁大学士。 六月, 越是辽东。 孙成宗是东陵党人, 越是辽东后, 自请出官都师, 八月随受命都里官城, 吉祭, 辽, 天津, 灯, 乃等处军务。 上任之后, 大力整顿防务, 依靠袁重换, 满贵等将领铸成练兵, 以辽人守辽土, 收复湿地四百里, 构建起一道坚固的宁锦防线, 使努尔哈赤不敢率兵西进。 东陵党人在内政及辽东战事方面的这些举措, 使天启初年一度形成天下欣欣望志的新气象。 然而, 东陵党人在整顿内政, 筹划辽东战争的同时, 又花费相当多的精力去辩论挺机、 红板, 一共三岸的施非曲职, 追究着流派官员在其中的罪责。 结果虽然迫使这党首领方从者辞去内阁首辅之职, 并将崔文生贬折南京, 将李可卓浅述边地, 但却加剧了长期存在的门户之鉴, 为腐朽的宦官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 这股腐朽的宦官势力, 就是以魏忠贤为首的燕党集团。 魏忠贤出生于北直立河间宿宁, 金属河北的一户魏姓农家, 十几岁结婚,生有一女。 他吃喝嫖赌, 无所不为, 不仅变卖了家产, 而且欠下一屁股债, 随自行严格, 改名李静忠, 有人也叫他魏静忠, 入宫当上一名低级宦官。 他先是投靠系里选事, 系里失事后, 又勾结明熙宗的如母客室, 与之结为对室。 明熙宗虽是明神宗的长孙, 但因其父不得宠, 自己也受到明神宗的冷落, 迟迟不被立为皇太孙, 不让出阁读书, 成了一个文盲。 为了消磨时光, 他在宫中整天就是爬树, 掏鸟窝, 养猫, 斗鸡, 斗蟋蟀, 听戏, 骑马, 射箭, 或者做木匠, 泥水匠, 油漆匠的火。 魏忠贤和客室, 就利用朱油孝年幼无知, 生性好动的特点, 极力诱导他嬉戏玩乐, 讨其欢心。 明熙宗继位后, 一字不识的魏忠贤, 竟自习心思, 着人私立肩饼比太监, 窃取了替皇帝对内阁的票拟, 对大臣奏章索拟的批打, 批红的大权。 东陵党人追论三案的责任, 敌对朱党惶恐不安, 于是纷纷投靠魏忠贤。 魏忠贤势力迅速壮大, 开始主动出击。 他先逐杀与东陵党入关系密切的太监王安, 逐步掌控内阷的实权, 再将东陵党人刘一景逐出内阁, 在内阁安插自己的亲信。 天启三年, 1623年, 第一, 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 继一步掌握镇压一级的生杀大权, 权势更加显赫。 正如诗人夏允一所说, 黄, 尚于书五皆为不问, 宫中为忠贤与克氏为正。 东陵党人对魏忠贤势力的崛起满怀一计, 极力进行反击。 天启四年, 1624年, 六月, 东陵党的干将, 复都御使杨连, 尚书揭露魏忠贤二十四打罪, 要求明起宗将魏忠贤就地正法, 把克氏驱逐出宫。 全臣分歧响应, 交张论和魏忠贤不法。 明熙宗莽然不别中奸, 下旨怯则扬脸, 并对尚书弹劾魏忠贤的公布郎中万景, 施行停障, 将他活活打死在电厅之上。 一批东陵党人随即被霸吃, 失去在朝中的权力优势。 阎党集团有识无恐, 公然炮制东林典将墓等黑名单, 按名单霸吃, 捕杀东林党人。 魏忠贤自领东厂, 又一亿子田尔庚, 徐显纯长锦衣卫, 利用场位叠行打狱, 捕杀杨连等六君子, 及高攀龙等七君子, 并编制三朝要点, 公开为三案翻案。 到天启末年, 魏忠贤的权势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 内术之中除王体前外, 还有李朝钦、 王朝府等三十余名骨干, 外庭的文臣有崔承秀等五虎, 武臣有田尔庚等五彪, 又由吏部尚书周英秋等十狗、 十孩、四十孙等亲信赵牙。 自内阁六部执四方总督, 巡抚便至死党, 并排遣大批宦官到各要地, 充当镇守太监。 魏忠贤本人更是威势显赫, 魏锦三公、加恩三等, 并通过冒功请讲, 敲诈勒索、 贪污受贿等手段, 捞取大量钱财。 他的远近亲属, 及义子干孙, 以卫列要金。 举朝的官员, 竞相拜魏忠贤为干父, 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为之建造生辞。 东陵党人杨莲曾在奏书中悲愤地指出, 夜庭之内, 只有忠贤不知有皇上, 都城之内, 只有忠贤不知有皇上。 魏忠贤的专权统治, 成为明朝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魏燕的黑暗统治, 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和土地的煎饼, 加以水利连引石修,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阶级矛盾进一步计划。 天气两年, 162年, 山东及北直立等地爆发了徐洪如, 与洪志领导的白连教起义震动基辅。 天气七年二月, 陕西城城县又发生了农民起义, 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辽东地区的民族矛盾也在日益计划, 就在孙承宗着力加强宁谨防线之际, 以完全把持朝政的魏燕集团残酷打击和迫害东林党人。 孙承宗在天气初年入阁, 是经言, 算是明西宗的老师。 他自以为与皇上有师生之意, 便于天气五年11月清车就到, 想返京参加明西宗的万寿庆节活动, 借机面见皇上, 弹劾魏忠贤。 燕党十分恐慌, 散布孙承宗拥兵数万将清郡策的谣言, 迫使明西宗将孙承宗革职, 改派以投靠魏忠贤的兵部尚书高地为辽东经略。 天启六年正月, 努尔哈赤城基履八起兵西渡辽河, 进攻宁远, 近辽宁行程。 高地归缩于山海关, 拥兵不出。 袁崇焕等终极将领坚守宁远, 最后用西洋火炮击退后金兵, 许得宁远大捷。 努尔哈赤被迫退兵, 不久染病而亡。 继位的天宗汉皇太极于次年, 天启七年, 天宗元年, 1627年, 二月派兵攻打同明朝合作的朝鲜, 与之签订江都合约约为兄弟之国, 解除了后顾之忧。 接着, 便在五月间亲自率兵在攻宁远, 禁为锦州, 又被打退。 明军取得了宁锦大捷, 但功劳却都算到燕党分子的头上。 他们竞相增至此因, 袁崇焕反而遭到无端的猜忌与弹劾, 被迫引并辞职。 孙承宗经营辽东四年的成果, 又面临着被断送的危险。 就在东北战事日趋危机之时, 由于民族矛盾等原因, 天启元年九月, 四川永宁宣服时奢崇林发动叛乱, 一年二月, 贵州水溪宣卫时安卫之书安邦宴, 协安卫起兵英制。 明廷出动湖广, 四川, 贵州, 云南, 广西的军队进脚, 但中天启朝一直未能将其平定。 魏忠贤的专权乱政, 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朱有俭的生活。 抚育朱有俭的庄妃, 由于持政不阿, 引起了魏忠贤和克氏的记恨, 他们便多次裁减她的待遇和礼数。 庄妃的日子过得很不如意, 后经欲愤而死。 庄妃的死, 不仅给朱有俭精神上造成沉重的打击, 同时也使她对位克产生了警惕。 明西宗凡是昏贵, 但却几种兄弟之间的亲情。 天启两年, 162年, 9月, 下旨封年刚十二的五弟朱有俭为新王, 并追封其生母刘氏为贤妃。 朱有俭虽然仍住在续亲宫里, 但各种待遇大为改善。 同她最亲近的庄妃死后, 使她更加想念自己的生母刘氏。 刘氏在她五岁那年去世, 她的父亲明光宗唯恐明神宗知道会加以责怪, 悄悄将她埋葬于西山深义王坟的旁边, 严令身边的近视不得泄露消息。 朱有俭从小太监那里打听到生母的葬身之处, 便偷偷交给小太监一些银两, 让她代替自己前往西山祭祀其生母。 为了防范为客的加害, 朱有俭常在书案前静坐读书, 很少与外界接触。 后来, 为迷惑为客的耳目, 有段时间还故意不修边覆, 既不正一关, 也不见内侍, 以人独坐在椅子上, 两眼呆滞地注视着前方, 不积言, 不苟笑, 装出于事无争的样子。 有时心血来潮, 还带着宫中太监到宫外微服私房, 考察民情。 但不管在宫外见到什么景象, 听到什么有官位, 刻恶心的反应, 回宫后都守口如瓶, 绝不轻易言讲。 魏忠贤为了试探朱有俭对自己的态度, 曾暗中派人到朱有俭的驻底侦查动静, 故意说些魏忠贤的坏话。 朱有俭立即严加驳斥, 说魏公公有辅佐君主的才能, 皇上很看重他, 信任他。 我是亲王, 不久要就翻封地, 还得借重于他。 你可别来多事, 让他知道了, 有你的好果子吃。 有时, 魏忠贤还将各地进县的 十仙花木果书派小太监给朱有俭送来, 他都装出很高兴的样子, 一一收下, 并后赏小太监。 转眼到了天启六年, 1626年, 朱有俭已是虚灵十六, 魏忠贤想让他尽快离开京城就犯封地, 以免妨碍自己专权, 便圈明熙宗为他晚婚。 明熙宗于是决定为其晚婚。 当年五月, 礼部从武城两县选出77名民间淑女。 一个月后, 由明熙宗的张皇后主持, 从重选中的大兴县生源周魁15岁的女儿周氏, 仅亲天间选择吉日, 婚期定在第二年的二月初三日。 考虑到婚后的开支比婚前的独身生活要大, 天启七年正月, 明熙宗下令拨给西芒岁米三千弹, 超一万贯。 接着, 又将景王府的地租银六千三百万两赐给他。 朱尤俭想到国家财政困难, 上书请辞。 明熙宗于是又名已辱, 扶二王遗留的地租转赐给他, 以表气亲亲之意。 二月初三日, 朱尤俭与周氏正式完婚。 三月, 黄淑瑞, 惠, 贵三王, 离京就范汉中, 荆州, 至今湖北江陵, 恒州, 经湖南衡阳, 留下三座王府的空宅。 四月, 明熙宗下令将会王府翻修一心, 让朱尤俭携周飞从续秦宫搬到那里驱逐。 朱尤俭和周飞在那里过着新婚的甜蜜生活, 暂时放下了对生母和庄飞的思念。 第三节, 临危受命救地位, 天启五年, 1625年, 5月18日, 明熙宗到安定门外的方泽坛祭祀帝之后, 反宫途中和张皇后一起, 率领一批随行的宦官, 宫女到西院游玩。 张皇后对游玩兴致不高, 身时, 相当于现今午后三至五时, 过后即返回宫中。 朱尤俭和一些宦官, 宫女继续在西院游玩, 客室和魏忠贤上的一条 停泊在桥北潜水处的大船饮酒作乐。 明熙宗好玩, 便带着几名宫女和高永寿, 刘思源两个小太监上了一条小船。 他亲自滑奖, 把船使到桥北湖水最深的地方泛舟荡漾。 不一会儿, 皎洁的月亮升上天空, 洒下一片清灰, 湖面上泛起闪闪荧光, 毫不爽朗惬意。 他们正玩得高兴之时, 水面上忽然刮起一阵狂风, 小船摇晃几下便被掀翻了, 船上的金湖酒具都掉落湖中, 明熙宗和两个小太监也都落入水里。 宫女们大声呼救, 魏忠贤和众随从纷纷跃入水中救援。 管事太监谈静最先游到明熙宗身边, 把他就上了岸。 两名小太监因抢救不及时, 解溺水身亡。 魏忠贤和客氏慌忙招呼众随从, 护送明熙宗返回前清宫。 明熙宗自幼身体虚弱, 经过落水的惊吓, 回到前清宫便得了病。 此后, 经过御医的诊治, 福国药虽然略有起色, 但始终未能彻底治愈。 到了天气七年, 1627年, 五月, 随着天气的转热, 他的病情突然加剧, 到六月间已经下不了床。 躺在病床上, 想到自己身边虽然美女众多, 曾经生育三子二女, 不料皇长子和次子幼年 即夭折。 天气五年十月, 荣飞人士生下皇三子。 此年五月初六日, 京师王工厂火药局 发生大爆炸, 声响震天, 奄奄碧空, 白昼惠明, 小孩受到惊吓, 过了一个月也夭折了。 如今, 西夏仅剩两个女儿, 而无子嗣, 不觉黯然身伤。 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 不孝有三, 吾厚为大。 古代社会男尊与卑, 只有男子才有继承权, 这个厚指的是男性继承人。 一想到这里, 明熙宗不禁潸然泪下, 凯探苍天无眼。 其实, 明熙宗之所以绝后, 除了皇三子, 是由于天灾而导致早伤外, 主要是由于人祸造成的。 只是明熙宗被蒙在鼓里, 不明真相罢了。 造成两个皇子夭折的罪魁祸首, 就是克氏和魏忠贤。 克氏元明克映月, 是北直立定兴, 金属河北, 农民侯尔的妻子。 他生下子侯国兴后, 在十八岁那年, 被送入宫中给明熙宗当乳母。 过了两年, 侯尔死去, 他成为寡妇, 便悉心照料明熙宗, 尽其所能哄他嬉戏玩耍, 还精进为他烹饪各种美食, 讨起欢心。 按照明朝宫廷的惯例, 当抚育的小孩长到六七岁时, 保姆就应出宫。 但明熙宗却离不开克氏, 明光宗对他有格外溺爱, 便让克氏继续留在宫中。 明熙宗大婚后, 有皇后和妃嫔在身旁时候, 克氏实在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宫中。 天启两年, 162年, 迫于外庭官员的强大舆论压力, 明熙宗只好下旨让克氏出宫。 但第二天他又反悔, 说克氏已出宫, 他没有心思吃饭, 从黄昏思念到晚上, 痛心不已, 又派人将他召回宫中, 不许外庭官员再说三道四。 就是在明熙宗登基之后, 克氏仍然天不亮, 就入宫来到他的住处, 形影不离地陪伴在他的身边。 明熙宗大婚之前, 妖艳貌美, 放荡不羁的克氏, 甚至以姿色加以引诱, 与之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 懵懂昏溃的明熙宗为其所获, 即为不久, 即加封克氏为凤圣夫人, 因封其子侯国兴为即一位指挥使, 并任命于克氏结为对食的魏忠贤, 为四里肩饼比太监。 为克德氏之后, 极力把明熙宗控制在自己手里, 以便把持宫廷的大权。 太昌元年, 1620年12月, 明熙宗夏玉选取民间淑女, 为实行大婚, 策立皇后和妃嫔做准备。 在选出的女子中, 负责选婚的四里肩太监刘克敬, 杨顺臣, 相中河南降福县诸生张国级十五岁的女儿张燕, 因为她长得端庄秀丽, 又知书达理, 主张立她为皇后。 克氏和魏忠贤看中的, 却是他们一名亲信的女儿, 因而极力反对。 无奈明熙宗像中的也是张氏, 他们不好坚持。 天启元年, 1621年, 四月正式举办大婚, 明熙宗策立张氏为皇后, 封其父张国纪为太康伯。 同时, 立冯氏, 张氏, 范氏, 李氏, 仁氏等为妃。 张皇后为人正派, 性格刚强。 她看到魏忠贤和克氏飞扬跋扈, 胡作非为, 多次向明熙宗揭发, 但明熙宗对位可十分宠信, 未予理睬。 张皇后非常气愤, 有次竟将克氏找来, 当面指示她的恶行, 说要将她绳之以法。 可, 魏对她更是恨之入骨, 便造谣说她不是张国纪之女, 而是死求强盗孙官哥, 一座孙子校之女, 并扬言要派人到河南调查皇后的家事。 此事遭到正直大臣的驳斥, 连明熙宗也不相信。 有一天, 明熙宗来到昆宁宫, 简书案上摊开了一本书, 问张皇后是什么书。 张皇后回答说, 赵高传也。 赵高是秦二世时的权患, 秦二世因宠心赵高而导致国婆家亡。 张皇后词语显然世界赵高来影射魏忠贤。 这话传到魏忠贤的耳朵里, 她便想出一个狠毒的计划, 预置张皇后于死地。 第二天, 她在汴殿埋伏庶名甲氏, 然后引导明熙宗生殿将甲氏们搜出, 已交东厂和锦衣为审讯。 魏忠贤让这些假释一口咬定, 使张皇后的父亲张国姬明齐行刺, 牟利信王朱有简为帝。 魏忠贤的心腹, 司理监长印太监王体前得知消息, 对魏忠贤说, 皇上凡事昏溃, 唯独重视兄弟, 夫妇情义, 谁也无法理解。 一旦情况有变, 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魏忠贤只好偷偷把这几名假释杀掉灭口。 然而, 魏忠贤和客室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 待张皇后怀孕, 他们便把张皇后身边的侍从全部赶走, 换上自己的心腹。 这些女师从在给张皇后垂背时, 故意加重手力, 导致她早产, 生下的皇长子不久就夭折了。 皇长子出生后十天, 惠妃范氏又为明妻宗生下皇赤子, 但仅仅过了八个月也惊激而死。 使吉对皇赤子之死因没有名在, 给世中刘茂推测是由于内操访炮受到惊吓所致。 原来, 魏忠贤为了训练一支自己操控的军队, 在天启三年, 1623年, 重新恢复万历后期已经停办的内操, 在宫廷之内设置轿场, 由其亲信刘朝负责操练。 操练之时, 金谷其名, 金旗碧日, 士兵挥刀无剑, 放炮发石, 胡躁声, 追逐声, 火炮声, 死伏比起, 连绵不绝。 推测黄赤子因经济而死, 不是没有道理的。 黄赤子死后, 范慧妃因为在生育而失宠。 后来, 李承飞是寝, 带范慧妃向明熙宗求情。 客室和魏忠贤真之后, 竟将李承飞幽进别宫, 断绝饮食。 李承飞预先藏意饮食, 挨过半个月仍为饿死, 后被放出, 斥为宫人。 羽妃张实, 正直刚烈, 看不惯客室, 为忠贤的骄横暴虐。 他怀孕后, 明熙宗准备为他加风, 但他到预产期, 却未能生下孩子。 魏忠贤便诬称他得罪神灵, 须在宫中祈祷祭祀, 求神灵宽恕。 于是将他关进一间空殿堂, 断绝饮食。 饥可难耐的羽妃, 在大雨天爬到屋檐下, 戳饮炎溜而死, 腹中的胎儿也随之夭折了。 所以, 明熙宗之断子绝孙, 并非苍天无眼, 主要是他有眼无珠, 不便中间善恶, 宠信克, 未的结果。 到了八月, 明熙宗病情加重, 不时陷入昏迷状态。 他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 需尽快安排后事。 他躺在病榻上辗转反侧, 再三思考, 觉得如今既然膝下无子, 只剩两个女儿, 无法继承皇位, 只能按照皇明祖训的规定 凡朝廷无子, 比兄中帝籍, 由他仅存的五弟朱有俭来继位。 八月十一日, 他下令召见朱有俭。 自明熙宗生病以来, 朱有俭就时刻挂念着皇长兄的身体, 期盼他能早日康复。 但此时正是魏忠贤和克氏七眼最为嚣张之时, 为了避免魏,克的猜忌, 他只好时常装病, 不入宫去看望皇长兄。 接到皇长兄的赵监狱指, 他独自来到乾清宫, 跪在玉塔前, 两眼痴痴地注视着这位重病缠身的长兄, 不知说什么好。 明熙宗抬眼端向了他一会儿, 问道,弟弟怎么这样受? 要擅自珍重。 朱有俭只是乌业垂磊, 明熙宗又说, 吴帝当为姚舜, 意思是将由他继承皇位。 朱有俭大吃一惊, 赶忙回答说, 陛下为此语, 臣应万死。 明熙宗位于理会, 又对他交代了两件事, 一是要善事中功, 即善待张皇后, 二是忠贤一伟用, 即继续重用魏忠贤。 朱有俭越听越害怕, 慌忙叩头辞出。 第二天, 明熙宗又强称病体, 在乾清宫、 召见内阁大学士及九卿、 科道等官员, 对大臣们宣布, 左找见信王、 振兴甚月、 体觉烧安, 说与清等美、 门、 知道。 按时来日将由信王朱有俭入即大同。 明熙宗病重之后, 为忠贤及其亲信找牙, 就想尽各种办法给他治疗。 因为他们知道, 宦官手中的权势是依附于皇权而存在的, 他们倚靠的皇上一旦撒手人寰, 不要说九千岁就连一岁也难保障。 因此, 保住皇上的命, 是保住他们权势的关键所在。 但是, 无论他们找来何种偏方, 或是使用什么迷信手段, 明熙宗的病情还是不断加重, 总不见好。 明熙宗召进信王后, 燕党的骨干, 兵部尚书或维华又进行一个先方灵不尹的偏方, 说用金制锅赠争主掏起过的上等精米或糯米、 老米、小米, 上盖一口银锅, 银锅上有一小孔, 正对着一个银瓶, 银瓶外面有一家层放置冷水, 经过一番蒸煮, 金赠里的热气通过银锅进入银瓶, 冷却后就形成灵路, 有一手延年之功效。 明熙宗服用几天并未见好, 却出现了服种, 难以进食, 只得停止。 在为明熙宗治病的同时, 魏忠贤和克使也在暗中谋化, 涉及明熙宗去世后, 他们继续掌控朝政的各种方案。 他们起初想到的是, 仿效战国时吕不韦的做法, 游客室豢养八名宫女, 让他们怀孕生子, 冒充皇子, 在其登基之后, 由魏忠贤在幕后操纵, 使之成为傀儡。 但此季的实施需要较长时间, 远水救不了近火, 只得放弃。 明熙宗召进戏王后, 魏忠贤又差人召集几位内阁大学士, 说现今皇上龙体签安, 不能临朝礼政。 当前女贞压境, 贵州, 严随等处兵荒马乱, 军情紧急, 必须及时处理。 可否由张皇后垂帘听证, 由她学纳汉唐故事居舍, 等皇上病好了, 再由皇上自行猜夺。 但内格子俯师奉来站出来反对, 说居舍远不可考, 且学他不得。 魏忠贤建一级魏城, 又想发动宫廷政变。 但当他找手下的干将, 手握宫廷禁卫大权的锦衣卫都督田尔庚商量时, 田尔庚却未敢表态。 再找另一干将, 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兵部尚书崔承秀商议, 崔承秀也不搭枪, 仅再三追问, 才回答说, 孔外有一兵。 一己担心遭到朝野的反对, 若各地纷纷起兵秦王, 不好对付。 魏忠贤听罢, 气得脸红脖子粗, 拂袖而去。 魏忠贤的手下又献祭, 令公妃假装怀孕, 暗中将魏忠贤之职魏梁清的幼子抱进宫里, 礼貌换太子, 由魏忠贤辅佐, 仿效王莽辅佐如紫英的方式, 进而篡位。 据说魏忠贤听后怦然心动, 曾派人向张皇后吹风, 早已恨透魏忠贤的张皇后断然拒绝, 对来人说, 我从命一死, 不从命一死, 反正是个死。 不从而死, 还由面目屈见二祖, 明太祖, 明成祖, 得在天之灵。 魏忠贤虽然恨得咬牙切齿, 但也无可奈何。 8月22日夜里, 明熙宗的病情急剧恶化, 不久便死去。 张皇后立即下达一旨, 奉大兴皇帝一命, 塑造信王入宫。 魏忠贤为讨好新主子, 亲至信王府递交一旨。 朱游检查看一旨上盖的预保, 简是真的, 但又担心魏忠贤借他入宫之机, 将他杀害, 就推说天位大量, 大臣都未入职, 他不好随便入宫, 再说自己德望不高, 也不敢似皇帝之位。 他要魏忠贤宣布张皇后旨意, 打开禁门, 照住熏妻, 大臣, 亲二入宫, 商议大兴皇帝的丧礼, 并共同推举一位贤德的亲王来继承皇位。 魏忠贤, 值得先回宫去。 走到皇集殿前, 几位大臣询问皇上有没有遗诏, 他只好宣布皇上移命信王四位。 此时, 张皇后也以下旨塑造信王入宫, 并暗中嘱咐他不要吃宫中的食物。 内阁大学士施奉来, 皇立吉和英国公张维贤等, 即到信王府局监权进。 朱尤简按照惯例推辞了两次, 到第三件才答应继位。 魏忠贤随即派忠永营提督太监图文府到信王府, 迎接朱尤简入宫。 朱尤简牢记皇嫂张皇后, 不是用宫中食物的主妇, 怀揣岳父周家为他制作的麦饼, 忐忑不安地跟着图文府进宫。 当晚, 他未敢入睡, 独自屏住静坐, 警惕地听着室外的动静。 有个巡视的宦官配件进来, 他要过箭观赏一番, 留在己岸上。 说是留着把玩, 实时用以防身, 而许诺给这个巡视宦官以重赏。 接着, 他又较尽师太监从光禄寺取来九十, 靠上巡逻的禁卫人员, 同他们搞好关系。 住在信王府的周飞也是一夜未眠, 战战兢兢地为朱尤简进行祈祷, 求神灵保佑他免遭不测。 8月24日, 朱尤简在万历25年1597年遭火焚毁, 四天前刚刚修复完毕的黄积殿登基就位。 两天后, 他颁布即位诏书, 宣布把年号改为崇祯, 以明年为崇祯元年。 因为年号为崇祯, 人们又称他为崇祯皇帝。 他死后, 南明的洪光朝追使他为司宗列皇帝, 后改施义宗, 清朝又追使他为淮宗端皇帝。 所以, 史书又称他为司宗、 义宗、 淮宗或列皇帝。 第二章, 不动声色除燕党, 第一节, 前一莫多, 严成元凶, 明司宗在即位赵中宣布, 朕已冲仁, 又统, 统成红叶, 祖公宗德, 为之浮于典章, 励志民间, 求疑于通便。 一级, 他将遵循组织, 并根据现实的需要整顿励志, 缓解民间, 以图实现广大臣民所期盼的忠心之志。 不过, 这毕竟不是朝夕之间可一蹴而就的, 当前急需解决的是如何清除以为忠贤为首的燕党集团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 不仅整顿励志, 缓解民间的设想无从实现, 就连自己的宝座都有轻浮的危险。 因此, 他登基之后, 首先考虑的是采取何种策略, 从何处下手来铲除魏忠贤势力的问题。 宁思宗虽然年纪很轻, 但他深知魏忠贤经过多年的经营, 新兴党羽遍布宫廷内外, 上下呼应, 盘根错节, 自己稍有不慎就会招来灭顶之灾。 经过反复斟酌, 他决定采取静以待变的策略, 先不动声色地稳住魏忠贤, 然后暗中加紧策划, 潜移莫夺, 稳扎稳打, 待时机成熟, 再将其一举铲除。 即位之初, 明思宗便以大智若鱼的姿态, 依照往西新军登基的惯例, 集中经历处理后妃册封之事和先帝的丧事。 即位的次日, 他命理不想以为自己的生母贤妃流逝, 追加嗜好之事, 以近期多年思念母亲的一份孝心。 过了几天, 他又要礼部选择即日册封他的原妃周氏为皇后。 9月21日, 礼部一定追视圣母贤妃为孝纯皇太后, 并责定当月27日由英国公章为贤侍节, 大学士皇历级捧策, 大学士师奉来捧宝, 为原来的姓王妃周氏举行册封皇后的典礼。 与此同时, 明思宗又命大学士师奉来会同司礼监太监, 公部尚书侍郎, 礼公二部郎中, 青天尖尖正等官员为大秦皇帝选择领旨。 经过几番勘察, 不久便选中昌平的谭玉领作为领旨, 则日东宫建领。 到了10月15日, 明思宗又来到文华殿, 开始接受作为皇帝的传统教育日讲, 听礼部侍郎孟少渝, 汉林院士讲徐时泰等官员讲解大学, 上书, 谣点, 首章和地剑图说一则。 三天后, 他决定将地剑图说, 换成皇明祖训和资质通剑。 对魏忠贤, 明思宗也按照皇兄忠贤以为用的遗嘱, 让他和他的心腹, 倾心继续留任原职, 该赏赐的赏赐, 该阴官的阴官, 不让他们感到有什么异样。 魏忠贤自然不愿失去手中的权势, 他又像当年八戒, 讨好明祺宗那样, 给明思宗送去四名角色美女, 借以试探其态度。 明思宗看头魏忠贤的心思, 但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 赵丹全收, 悉数收入宫中。 不过, 进宫之后, 急命人对着四名女子进行搜身, 结果在他们裙袋末端佩戴的香囊里, 各搜出一粒鼠子大小的迷魂箱。 据说, 男子只要一接触此物, 即可心惊摇动, 急思淫欲。 明思宗原本不好声色, 急命将迷魂箱全部回起。 魏忠贤仍不死心, 又命小太监在明思宗批阅奏章, 照见大臣的遍殿覆辟里, 偷偷点燃另一种迷魂的香。 有天晚上, 明思宗正与大臣一轮朝政, 忽然隐隐约约地闻到一股奇异的悠香, 不觉怦然心动, 赶忙站立起来, 命尽是太监手持蜡烛, 绕遍殿巡视一遍, 并仔细检查几个墙角, 但都没发现什么异常的东西。 过一会儿, 望见远端墙角有微弱的火星闪烁, 他便命太监挖开墙角, 发现一名小太坚持香端坐在腹壁之内。 经审问, 说是魏忠贤派他来的。 明思宗不由地感叹说, 黄考, 黄兄皆为此物也。 下令以后不许点燃此香, 魏忠贤见明思宗乱的不吃, 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浑身感到不自在。 魏忠贤忽然想起, 元姓王府的太监徐英元, 过去是他赌场上的朋友, 颇受明思宗信任, 何不找他套套近乎, 打探消息, 讨教点计策呢? 于是便屈尊找到徐英元, 先送上一大堆奇珍一宝, 假惺惺的与之结为兄弟, 然后向他讨教自保之策。 徐英元告诉魏忠贤, 树打招风, 要他辞掉东厂提督的职务, 暂避锋芒。 魏忠贤心想, 以退为进, 不失为一个好计策, 反正我交出东厂提督的大印, 手里还攥着四里煎饼比太监的印把子, 掌握着替皇帝踢红的大权, 将来有机会再翻盘也不难。 于是, 就在九月初一日, 尚书请辞东厂提督之职。 谁知名司宗不仅没有批准, 反而好言未留, 魏忠贤还是无法猜透他的心思。 魏忠贤仍不死心, 继续放出试探气球。 九月初三日, 他的亲密伴侣客室 请求从宫中迁回私宅。 第二天, 他的亲信王体前, 又请辞司礼监掌印太监之职。 魏忠贤自购大上客室, 结为对事后, 两人沆瀬一气, 严密控制着内庭, 若由一人告假外出, 另一人避留宫中, 监视宫廷的一切活动。 客室是以明熙宗如母的身份进入宫中的, 如今明熙宗已死, 就完全失去留下的理由。 他既然主动请求千回私宅, 明思宗便顺水推舟地予以批准, 借此将他与魏忠贤分割开来, 难以再形成合理。 魏忠贤虽然心中不悦, 但也觉得明思宗此举合情合理, 因而没起太大的疑心。 王体前原是上膳监太监, 魏忠贤侵害站在东陵党人一边的 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时, 他集谋于客, 魏, 指王安于死地, 从而夺得掌印太监之职。 此后, 王体前一阿妇魏忠贤, 魏之出谋划策。 他虽魏居并比太监之上, 但一切按魏忠贤之一行事, 连署名也自愿置于魏忠贤之后, 所以魏忠贤敢于放手专权乱政, 无所估计。 魏忠贤虽然秉比太监, 但目不识丁, 靠的是王体前和隋唐秉比李永珍等人 做他的谋主。 所有内外张奏, 均由李永珍等人先行阅览, 摘出要点, 通报魏忠贤由他决定是否施行。 所有的票红文书和改票之事, 则由王体前替他操办。 移动王体前, 马上就会惊动魏忠贤。 因此, 对王体前的请辞, 明司宗则坚决予以回绝。 9月14日, 有副都御史, 属南京通政司室的燕党分子杨索修, 由于燕党内部的矛盾, 尚书弹劾魏忠贤的亲信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承秀, 公部尚书李仰德, 太普寺少卿陈殷, 严随巡抚诸同盟等, 说他们的父母过世后, 都因先帝的命令夺情留任, 有备于以孝治天下的准则, 请求皇上准许他们回击守治。 明司宗没有采纳, 下旨斥其轻敌。 崔承秀与陈殷因为心虚, 两天后尚书请求此官回乡守治。 明司宗批准了陈殷的请求, 而崔承秀之请则不虚。 因为崔承秀是魏忠贤的重要谋主, 他若一动, 必会引起魏忠贤的怀疑。 9月24日, 国子建思业朱之郡 由尚书弹劾建生曹戴和, 陆万林, 楚玉琪, 揭发他们首唱在国子建西侧, 魏魏忠贤建造生辞, 以魏忠贤陪孔子, 魏忠贤之父, 陪孔子之父应当治罪。 明司宗下令把曹戴和, 陆万林, 楚玉琪等建生逮捕下狱。 魏忠贤发现苗头不对, 赶忙奏请将建造生辞的钱粮, 借送辽东充当军饷, 明司宗立即批准。 25日, 江西巡抚杨贤帮, 巡安御史刘树祖不知好歹, 上书为魏忠贤歌功颂德, 请求魏之建立隆德词。 魏忠贤慌忙请人代为起草一份, 久报建词之魁书, 上成明司宗, 请求停止建词。 明司宗觉得, 清除魏忠贤的时机尚未成熟, 批复说, 以后各处生辞其欲举行者, 盖兴停止。 魏忠贤一看, 魏建的生辞不再建造, 已建的似乎仍可存在, 并未深究,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崔承秀更是呼朋隐类, 大搞贪污, 同明熙宗在位时毫无两样。 为了稳住魏忠贤一伙, 明司宗在9月27日, 分别赐给魏忠贤侄子太师宁国公魏良清, 侄孙少师安平伯为彭义铁券。 接着, 又给魏忠贤的一批亲信, 党与英官进决。 10月初4日, 因此礼监徐英元帝制一人 及一位都指挥同职, 因王文正、王国太、 王永祥各地职一人指挥室, 又因徐英元、 习之礼、周氏之、 高府民各地职一人正千户, 曾文学等七人各地职一人付千户, 王文正等四人各地职一人百户, 就与前太监王左等五人各地职一人百户, 皆实习。 初六日, 在赠国大学时魏广威太师头衔, 又进大学是黄历即为太保, 尽师奉来, 张瑞吐, 李国曹为右诸国兼之尚书奉, 葛英帝制一人中书涉人。 初八日, 金玉师李帆, 贾吉春为太普寺少卿。 初九日, 以赞岛典礼士, 四历太监王体前, 为忠贤葛英帝制一人及一位都指挥签室。 十一日, 陆辽东战功, 王体前, 徐英元等五人葛英帝制一人及一位指挥同职, 苗城帝制一人指挥签室, 郭尚礼帝制一人签户, 边境朝等二十一人各帝制一人百户, 崔承秀等葛英帝制一人及一位指挥同职。 在表面不动声色的背后, 冥司宗暗帝却在加紧进行铲除魏烟集团的准备。 他即委后, 就将袁在新王府侍奉自己的太监都换上新的头衔, 调入宫中共事。 袁在宫中共职的魏忠贤, 心腹李朝钦, 裴友生, 王炳公, 吴光成, 谭靖, 裴方等太监陆续要求退休, 冥司宗全都批准, 接着又遣散其家丁, 从而将魏忠贤的羽翼剪除一空。 举行周皇后的册封典礼后, 冥司宗将皇后的父亲周奎由南城兵马司副指挥提升为右军都督同志, 又将皇后的兄长周文炳, 周文耀卓为兵马司副指挥, 以加强京城的巡捕。 十月, 冥司宗由亲至内叫场粤操, 冥带的内操是在宫廷之内设立较场, 主要用以操练宦冠, 使设于冥武宗之时, 冥武宗死后飞出。 冥司宗, 神宗曾经恢复, 万历后期诱告停止。 天启时, 在魏忠贤的倡导与支持下, 重新恢复内操, 由魏忠贤的心腹流潮主持, 规模与声势达到空前的程度。 其中, 既有从各地招募来的财官、 勇士, 又有魏忠贤的亲军中勇盈, 还有由靖身男子组成的靖军。 军事操练时, 操刀武剑, 鸣炮发石, 金鼓齐鸣, 旌旗毕日。 他们滚甲出入, 自为威辅, 随时可把京城变成战场。 冥司宗跃操完毕, 领驻武烟都到兵部陵上, 带他们出了宫门, 及传于内丁, 这个散归私宅不许负禄, 从而消除了宫廷的一大隐患。 尽管明司宗采取了一些 优荣为忠贤义伙的措施, 但不少人还是从他惩处陆万龄等建生, 不准在未为忠贤建造生辞 以及停止内操等举措中, 捕捉到魏烟集团 终将遭到清算而毁灭的信息。 一些燕党分子为了另谋生物, 便站出来劫罚燕党骨干的罪行。 10月14日, 济阳所修弹劾崔承秀, 李仰德, 陈殷之后, 燕党分子, 云南道御市杨维远上书, 指责崔承秀, 大搞贪污受贿, 励志悲污, 居身晦拙, 卖官欲绝, 只缺一嫁, 玄成卖官。 并提到大型皇帝驾崩次日, 百官入宫朝野新皇上市, 龙道阁前有几名宦官招呼说去兵部尚书崔家, 文者莫不惊恶, 天下是, 岂成秀义人所可思余业。 不过, 奏书还是为魏忠贤平宫摆好, 说先帝信任长臣神砖, 而厂臣以滋滋竭力, 任劳任怨, 以图报称, 此其所长也, 但他误听崔承秀义劫乃其所短。 明司宗看过奏书, 仍然持其率以轻敌, 未作处理。 十九日, 杨维远再次上书, 谈和崔承秀试权难会, 并说不知者为承秀与厂臣为公首, 于明教为罪魁, 臣为承秀毫无异于厂臣, 而且若为厂臣类。 明司宗下旨, 令静听处分。 直到二十一日, 崔承秀再三请辞, 乃下令免去他的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之职, 让他回乡守志。 魏忠贤的谋主, 掌握最高军事和监察大权的崔承秀的免职, 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 弹劾魏忠贤的奏书, 如雪片似的分支他来。 公布五都水司主师陆成员的尚书, 指责为忠贤宠于开国, 决裂三等, 芒衣贬宗亲, 惊堂滥如臭野。 外庭奏书, 不敢明输忠贤姓名, 尽费军前臣名之礼, 致住离便于海内, 奔走狂于狱中, 世袭渐将, 莫辞为甚。 兵部五选司主师前缘却尚书说, 承秀之敢于贪行无忌者, 借解忠贤之权势, 承秀虽去忠贤犹在, 臣且以为根诛未敬也。 奏书还援引外庭的议论, 为皇上念先帝复托之恩, 欲屈全其所欠者, 借以刺激明辞宗, 从速惩处为忠贤, 即为梁卿, 张体前, 杨幻, 张陵云, 陈大同, 田尔庚, 白太史, 龚一鸣等心腹罩牙。 刑部员外郎史公圣也上书, 极论为忠贤举天下之廉耻撕灭尽, 举天下之元气剥削尽, 举天下之官方紊乱尽, 举天下之生灵于肉尽, 举天下之物力消耗尽。 明思宗对这些奏书均为明确表态, 为忠贤如坠无礼物中, 惶惶不可终日。 10月27日, 这将海岩共生前家旨揭发为忠贤病地灭后, 弄兵, 吴二祖列宗, 科学翻封, 吴胜, 万绝, 富民, 通通关节十大罪状。 行文纵横自虽, 鞭辟入礼, 句句击中要害, 明思宗读后机界赞赏。 为忠贤文训, 吓得魂不附体, 急忙跑去向明思宗哭诉。 明思宗令内侍将这个奏书读给他听, 魏忠贤跪在地上, 只听内侍用惊细的嗓音读道, 一日兵地。 福天无二日, 而阿福诸臣凡有封章, 必先观白忠贤, 知诵美功德, 必以上陪先帝, 急奉于、 御、 指, 必曰赈于长臣, 从来由此奏提否, 滔天之罪义也。 二月灭后, 赴中宫, 天下臣民之母后也。 皇亲张国记, 魏黎不赦之条, 先帝领忠贤宣皇后, 而忠贤灭之不传, 指皇后当监地狱前面折逆见。 遂罗之皇亲, 多方玉智之死, 即位中官, 滔天之罪二也。 三日弄兵, 祖宗朝不闻有内操之志。 忠贤外邪臣民, 内逼公围, 操刀戈刃, 炮石雷击, 矛图不轨, 滔天之罪三也。 魏忠贤浑身筛糠, 直冒冷汗。 他告别皇上, 亮亮呛呛地回到家中, 愁眉紧索, 无计可施。 第二天, 只好借口有病, 请求辞职。 宁司宗当即准其私家调理, 也就是辞职回家, 调理身体。 同时, 下令将魏忠贤之职, 宁国公魏梁清改为锦衣卫指挥使, 东安侯魏梁栋改为指挥同志, 直孙安平伯魏彭义改为指挥牵使。 许多大臣继续上书, 解罚, 弹劾魏忠贤及其心腹爪牙的罪行。 11月初一日, 宁司宗以除恶物尽的坚决态度发不欲指, 隶属魏忠贤的罪状, 宣布将其安置奉阳, 看守宁太祖父母的皇陵, 为客家产吉梅入关, 其冒烂宗妻, 巨发燕障之地永述。 宁司宗还下令拆毁各地的魏忠贤生辞, 折驾变卖, 资助边向。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宁司宗身边的太监徐英元, 却跳出来为魏忠贤辩解。 宁司宗非常生气, 下令严查他和魏忠贤的关系。 很快查明, 魏忠贤当初请辞东厂提督支持, 是徐英元出的点子。 宁司宗骂道, 奴才们与奸臣相通, 吃一百棍, 发南京去。 后又将徐英元贬折胡广显林, 后再改述凤阳。 魏忠贤接岛将他贬折凤阳, 没收家产的御址之后, 很不甘心。 他想, 官职虽然丢了, 但姓名还是保住了, 只要设法隐医偌大的家财, 晚年还是可以过得舒舒坦坦的。 于是, 魏忠贤便叫他的心腹爪牙, 赶在官府前来查朝之前, 将多年搜刮的金银财宝, 吸食古丸转移藏匿, 其他财物装满四十辆大车, 准备随身运往凤阳。 他命亲信李朝卿和家丁六世儿, 跟随自己前往凤阳, 并令自己饲养的八百家丁, 携带尽千匹毫马, 全副武装护送。 他还暗中叮嘱心腹李永珍, 王朝用等, 让他们随时将朝中大士快马飞报于他。 十一月初一日, 一切准备停当后, 韦忠贤便与押送太监刘应选, 正唐生等一同启程, 前呼后拥, 浩浩荡荡地出城, 向南而去。 不少市民沿途驻足为官, 议论纷纷, 义分填膺。 冥司宗很快从通正史思杨绍云的奏书中, 得知为忠贤离京时得意洋洋的情景, 非常恼怒, 立即传于兵部, 起居恶不思自改, 这敢将速续亡命, 身带凶刃, 环庸随护, 视若盼然, 振心甚悟。 这仅一为急差的当官齐前去扭解, 押腹笔触交割明白。 所有跟随群间, 即琴拿俱奏, 悟得纵容一患, 兵部皆知, 即派遣, 千户吴国安率众, 奸城前往牛解。 魏忠贤一行, 经梁乡, 卓州, 新城, 雄县, 仁秋, 河间, 县县南下, 于11月初7日, 抵达距北直立和奸府复城县城二十里的新殿。 李永真派快马飞报, 告知皇上的逮捕令。 魏忠贤下的面如土色, 浑身贪软无力, 好不容易才在随从的护送下抵达府城, 住进一家游室旅店。 夜晚, 他将卧床上辗转反侧, 长须短叹, 自存率众抵抗, 必一败无疑。 但若束手就擒, 被押回京师, 必将遭受惨酷的刑罚, 还不如自行了断。 据说, 正当他想的入神之时, 房外的阵阵朔风, 传来外乡一位京师来的白书生吟唱的挂吱小曲, 听出更, 鼓正敲, 心而懊恼。 想当初, 开夜宴, 何等奢好? 尽阳高, 真没酒, 声歌锅躁。 如今既聊荒店里, 只好醉村老, 又怕酒淡愁浓也, 怎把愁肠扫。 二更时, 辗转愁, 梦而难救。 想当初, 水牙床, 锦绣青刀。 如今卢为为, 土为亢, 寒风入游。 碧川寒月冷, 眼浅夜穷愁。 可怜满枕七两也, 重其绕方走。 夜将中, 鼓东东, 更落三下。 梦才成, 还精绝, 无限皆呀。 想当初, 事情潮, 谁人不敬。 九卿称晚辈, 宰相夜嘶牙。 如今逝去石衰也, 凌落如飘草。 城楼上, 鼓四敲, 心仪斗转。 思量起, 当日里, 莽于朝天。 如今别龙楼, 慈凤阁, 七七孤管。 鸡声茅垫月, 月影草桥烟。 真格木短长途也, 一望亦会远。 闹嚷嚷, 人催起, 五更天气。 正寒冬, 风林烈, 双腹争一。 更何人, 笑殷勤, 寒闻彼此。 随行的是寒月影, 吆喝的是马生丝。 似这般荒凉野, 真格不如死。 北方小县城的旅馆, 冬天并不升火炉。 房外凛冽的朔丰, 透过门窗的缝隙, 直往李冠。 在听着这凄凉的小曲, 魏忠贤心里知发冷, 便吩咐随从尽早歇息, 明早好赶路。 到夜深人静时, 他左思右想, 确实真格不如死, 便解下腰带, 悬梁自尽了。 李朝青从梦中惊醒, 见主子已死, 也自意而亡。 天亮后, 负责押送的太监刘应选, 发现魏忠贤已死, 担心明司宗追究他的责任, 随与心腹一起进入 魏忠贤歇息的房间搜掠珠宝, 然后假惺惺地高呼, 魏忠贤跑了, 我去追他。 乘马往南飞驰而去。 随行的家丁、仆从, 纷纷乘乱抢夺金银珠宝, 四散逃窜。 负责押运的另一名太监郑唐生, 急忙赶往县衙报告, 远近未知震动。 人们纷纷涌至这座小县城, 围观这个不可一世的九千九百岁的下场, 随后赶到复城县城的锦衣千户吴国安, 查明魏忠贤和李朝钦自议的情况后, 立即上报朝廷。 明司宗批示, 逆厄魏忠贤及李朝钦一死即真, 该县相是明白, 孤于掩埋。 其行李解和肩负, 同级没家产一并俱奏。 随压内官唐生, 在谢来司礼监就问, 家人六事儿, 店主罗夫沈无别情急于释放。 魏忠贤一死, 明司宗决定趁热打铁, 惩处燕党集团的另外两个首恶分子, 克氏和崔承秀。 崔承秀是北直立济州, 金田金济县, 人。 万历四十一年, 一六一三年, 近世, 寿行人。 天启初年卓为玉石, 寻暗淮, 杨。 他为人卑巫脚快, 不修事行, 脏丝狼藉。 他见东林时圣, 随历见怀府李三才入阁, 希望加入东林党, 为东林党人所聚。 天启四年, 一六二四年, 左都御使高攀龙揭发他的贪污行为, 吏部尚书赵南兴, 拟折树枝, 明西宗下赵将其革职, 听后查处。 崔承秀连夜赶往魏忠贤的抵宅, 叩头涕气, 修为养子。 当时魏忠贤遭受庭臣的交张弹劾, 正在寻找外庭的支援, 遂假传圣旨, 恢复他的官职, 用为心腹。 崔承秀从此死心塌地为魏忠贤卖命, 极力并斥清流派官员, 镇压东林党人, 后类官至兵部尚书兼左都御使, 权清朝野, 威氏宣贺, 成为五虎之首和燕党集团的重要骨干。 10月21日, 他被免职, 回冀州首治。 11月初九日, 户部员外郎王首吕又揭发起招权纳会的罪行, 明司宗下旨将其先行削了即位民, 追夺告命, 余会堪定夺。 崔承秀得到魏忠贤离京前往凤阳的消息, 知道自己的主子已经倒胎, 在街道皇上将他削之为民, 命刑部, 督察院, 大理寺三法司对他会看定夺的消息, 知道自己的末日已到。 11月11日, 他在家中摆下一席豪华的送中宴, 将搜挂来的奇异珍宝陈列于钱, 与宠妻肖灵溪等人一起举杯痛饮, 饮下一杯即摔碎一件宝器, 然后悬梁自尽。 明司宗本逊下令即没其家产, 但崔承秀事先已将大部分财产转移藏匿, 查抄结果, 供得饮七万余两, 仅三百余两, 相贵三百余件, 书香十七支, 房二十六所计七百余件, 田地三百余情, 不及原有财产的十分之一。 十二月初一日, 庭义崔承秀罪状, 明司宗传旨说, 承秀赴国忘卿, 通通善权, 虽死伤有余辜, 法司其暗律报其罪, 客氏也难逃厄运。 在崔承秀自杀后的六天, 即十一月十七日, 明司宗命太监王文正, 将他从私宅押赴宫内换一局, 严加审讯。 他供认, 八名怀孕的宫女, 都是他私自带入宫中的奴婢。 他和魏忠贤 原以仿效古代吕不韦的做法, 利用他们以假乱真, 窃取皇位。 明司宗打怒, 下令将其吃死。 妻子侯国兴被逮, 下锦衣未诏语, 几天后与魏良卿一并处死。 客氏之凶客光鲜, 直客凡等, 具备折树边地。 12月21日, 刑部, 督察院, 大理寺三法司, 承报魏忠贤于客氏罪状。 明司宗明确指示, 忠贤串通客氏, 自威善权, 逼死于非, 逢贵人, 脚趾割夺成非名号, 惨毒异常, 神人共愤。 其枪害尽身, 倒逆珍宝, 未以美举, 皆由崔承秀表里为奸, 包藏火心, 谋为不轨。 要求三法司尽快拿出魏, 客, 催三个元凶的审查结论, 一律定罪, 以申国法。 但当时各个行政机构尚未进行调整和改组, 内阁合部, 远, 清, 四的主要成员多为魏忠贤所安置的心腹, 亲信, 他们千方百计袒护自己的主子及同党, 使审查工作遭遇重重的阻力。 主持三法司的刑部尚书苏茂相, 督察院左都御使曹思成, 大理寺左少卿潘石良, 都故意敷衍拖拉, 直至崇祯元年, 1628年, 正月26日才拿出魏, 客的审查结论, 而崔承秀的审查结论尚未整理成本。 宁思宗认为, 此事不能久拖不绝, 果断下令, 魏忠贤于何间陆施灵迟, 崔承秀于冀州斩首, 其客实施, 意着查出斩首施众, 仍将艾书审查结论, 堪不忠败, 以为奸恶乱政之戒。 第二戒, 清查燕党余孽, 销毁三朝要点, 在严惩为忠贤, 客室, 崔承秀三个燕党集团的元凶之后, 清查燕党余孽的工作, 随之逐步展开。 早在天启七年, 1627年, 十月崔承秀倒台还乡后, 为忠贤的一些心腹, 党羽即遭到奏书的弹劾而被免职, 如南京守备太监阳朝, 这只制造太监李时, 成天守备太监李熙者, 提督太和山太监冯玉, 天守山太监李进, 河南岛御史尼文桓, 吏部郎中周梁才, 主氏张远方, 公部尚书吴淳夫, 太扑司卿白太史, 上保司卿魏府民等, 皆被迫辞官或被免职。 太监图文府也辞去监视仓库制止, 东厂太监王体前也因罪被免冠。 11月, 揭发弹劾燕党分子的奏书不断增加, 又有曹运太监李明导, 崔文生, 吏部尚书周英秋, 太扑司卿张灵允, 陈大同, 兵部尚书田几, 提督操江右倩都御史刘志选, 锦衣卫左都督天尔庚, 孙云赫, 巡抚严随右都, 副御史诸同盟, 右都御史属顺天福尹李春茂, 巡抚山东右倩都御史黄贤清, 护部尚书张我旭, 刑部左侍郎陈九愁, 刑部尚书薛真, 总督寄辽兵部尚书刘兆, 宫部尚书梁梦, 孙杰, 左副都御史李奎隆等先后被免官, 魏忠贤的心腹李永珍, 在明熙宗死后一遇感到前途不妙, 在明思宗即位后四天便上书告病辞职, 于九月初七日获得批准, 十月初, 他干脆将外宅小院弃死, 仅留一个小洞让家人给他送水送饭, 自己躲在里面读书, 静观行事的发展, 到月底, 得知魏忠贤请求辞职, 得到批准的消息, 认为风波即将平息, 便拆枪而出, 本来他想找明思宗的近视徐英元联络, 不料徐英元却在十一月初遭到明思宗的斥主, 这才晃了手脚, 急忙暗中派人去找太监王体前, 王永作, 王本正, 各送五万两银子, 希望他们在皇上面前为他美颜几句, 但这三个太监怕受到连累, 把这些银两献给了皇上, 李永贞下的魂飞魄散, 便连夜和他的外甥孙良己化妆拜逃, 11月26日, 明思宗下令将其降为禁军, 折束湖广显陵, 12月初九日, 李永贞被捉获, 押赴显陵, 崇祯元年, 1628年, 2月, 李永贞又与徐英元一起被调发奉扬,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查, 许多燕党骨干和亲信遭到免职和惩处, 受到广大百姓的欢迎和拥护, 但明思宗清醒地认识到, 仍有不少燕党党羽盘踞要职, 整个燕党集团的罪行也未受到彻底的清算, 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无从谈论扭转国家的危惧, 于是, 他在天启七年, 1627年, 12月23日, 命内阁及布院大臣定燕党逆案, 集队燕党集团进行一次全面清查, 根据每个燕党分子罪行的大小, 依照明朝的法律, 作出判判刑的审查结论, 议定逆案的工作设计的范围非常广泛, 上至中央的各部, 远, 清, 四, 下至地方的各个部门, 究竟将哪些人列入逆案, 列入逆案者又如何判刑, 是一项十分严肃复杂的工作, 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既不能让燕党分子路网, 也不能冤枉无辜的管理, 但是, 由于明司宗就位后, 担心打草惊蛇, 并未对各个行政, 司法, 监察机构进行调整或改组, 内阁和各部, 远, 清, 似充斥着魏忠贤的亲信, 党羽, 清查逆案的工作, 牵涉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甚至身家性命, 他们不甘束手待毙, 必然要进行阻挠和破坏, 正如于史章三谋所指出, 今日群下飞他, 极多半是为忠贤魅催承秀之流, 咒服之属济明, 灵肠之鬼一夜, 其心故不欲世界光明也, 此被反复布置, 必欲使阳, 脸, 左, 光斗, 不为忠臣, 走, 为脸, 照, 南兴, 尽为邪党, 这些烟党云孽, 往往故意颠倒黑白, 拔水搅混, 继续将勇于同烟党作斗争, 而遭受打压, 迫害的杨连, 左光斗, 邹为脸, 赵南兴等东林党人物陷为邪党, 同时又极力袒护自己的同党, 把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因此, 清查工作显得十分艰难而曲折, 天启七年, 1627年, 十一月, 虎科给世中李决斯尚书弹劾魏忠贤的吴虎武镖石海, 说, 魏忠贤, 客氏, 崔承秀, 冒烂地之亲属, 据以远述, 终拜贤歌舞之矣, 然其十孙, 孩儿吴虎造恶教地之游慎, 不禁之于重点, 上令杨杨而归, 内官李时下手杀人, 图文府歼妻横索, 一亿体纠浅, 明司宗下旨, 令法司一并一奏, 但刑部尚书苏茂相, 左都御使曹思成, 大理四数印少卿姚诗慎, 血曲家胡池, 他们审议了一番, 竟然提出这样的处理意见, 吴淳夫, 逆文幻当薛志, 夺告命, 田吉, 李奎龙齿直, 田尔庚, 虚显纯当歹论, 杨环, 孙云赫, 崔英元等当削朵, 明司宗看出这是重罪轻判, 很不满意, 下令在意, 他们仍阳奉阴伟, 重新拟出一个处理方案, 依照直观受财王法的律条, 将吴淳夫, 李奎龙, 田吉, 尼文幻改判发配边疆卫所充军, 并由各自原籍的府岸官员 对他们进行追赃, 其中尼文幻五千两, 吴淳夫三千两, 李奎龙, 田吉各一千两, 依照直观顾堪平仁, 因而致死的律条, 改判田尔庚, 徐显纯坚后出展, 依照同僚知情共堪的律条, 改判崔英元, 杨环, 孙云赫充军编位, 这个方案一公布, 舆论愤愤不平, 一片哗然, 给世中曹世纪上书说, 吴虎武标为逆党之复兴, 同恶相继, 按照大明律的交捷禁士官员的律条, 他们哪有什么首从直分, 三法司不按此律判刑, 却引用一般的贪酷直观, 律例判刑, 避重就轻, 巧微奸臣开脱罪责, 况且还规定田尔庚, 徐显纯续在原济监后处斩, 崔英元, 杨环, 孙云赫续在附近的边位充军, 舆论沸腾岂是无音, 如今刘志玄, 梁孟环, 李永珍一并奉之审讯, 我担心三法司会反而孝之, 用袒护吴虎武标的办法来袒护这些奸臣, 律师吴幻也上书说, 历史上被惩处的奸臣, 都是朝而夕就成, 甚至不敢回家与妻子诀别, 现今吴虎武标诸奸臣, 虽屡屡借到城处的名指, 却都把诏书往墙上一挂, 照样若无其事的悠游隐验, 如刘志玄, 梁孟环, 曹清成都是大恶俱奸, 他们或艳处于原庭, 或潜藏于京帝, 因为有得力的靠山为之奥远, 朝廷也无可奈何, 刑部尚书薛真身为朝廷的执法官员, 是对燕党行刑的刀斧手, 却公然上书为燕党抗书辩解, 为了推动清查工作的开展, 明司宗决定对内阁大臣进行调整, 他刚就皇帝卫使, 内阁首府是皇立级, 四府是施奉来, 阁臣有张瑞吐, 李国曹, 他们都依附和听命于魏忠贤, 当然不能指望他们为清查燕党工作处理, 起初为了集中精力扳倒魏忠贤, 明司宗并未对内阁有所动作, 相反, 当有人弹劾内阁俯尘时, 他反而指责其诚意轻敌, 而对被弹劾的阁臣多加安抚, 随着清查工作的深入, 改组内阁的时机逐渐成熟, 天启七年, 1627年, 11月中旬, 首府皇立级, 及阁臣等四人联名上书, 请求增补阁臣, 明司宗便令案就例, 由九卿吉克岛官员停推, 结果推举孟少语, 乾隆熙等12人, 报请明司宗典用, 当月下训, 皇立级致事还乡, 12月, 明司宗为了破除阿党, 命以没不法选用, 结果选出乾隆熙、 李彪, 来宗道, 杨景臣, 周道登, 刘洪逊六人, 至崇祯元年, 1628年, 五月, 施奉来, 张瑞吐, 李国曹相继致事, 来宗道, 杨景臣, 李彪, 刘洪逊, 周道登, 乾隆熙也相继入阁任世, 来宗道一度出任首府, 杨景臣为次府, 两人都是三朝要点的副总裁, 庭臣纷纷勤回三朝要点, 他们难辞其咎于六月致事, 李彪既任为首府, 乾隆熙与刘洪逊协力辅助, 三人都是东宁党人, 刘洪逊曾在天启元年人少瞻世, 后因得罪魏忠贤而被罢治, 崇祯元年四月, 被召回认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 当时魏忠贤虽已被诛, 但其党与势力优胜, 其他阁臣皆畏首畏尾, 他却挺身而出, 冲破重重阻力, 罢治杨维远, 李恒茂, 杨索修, 田景新, 孙知谢, 徐少吉, 张乐, 李帆, 贾继春, 霍卫华等燕党分子获得广泛称谕, 但他也因此遭到燕党与孽的合谋攻击, 于当年十月被罢冠, 不过, 当年十二月, 曾遭为忠贤迫害的袁天启首府, 东宁党人韩鲁, 海潮复职与李彪, 乾隆熙一起主持阁务, 清查燕党的工作, 仍继续向更深程度发展, 清查燕党集团的工作, 不仅遭到燕党运液的种种阻挠和顽强抵抗, 而且还碰到一个如何对待为忠贤义伙所炮制的, 带有明熙宗亲顶假象的三朝要点的问题, 三朝要点一书, 主要是万利, 太昌, 天启三朝有关挺机, 红丸, 一共三岸的文献汇编, 三岸是万利, 太昌, 天启三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关系到由谁来执掌最高统治权力的重大问题, 三岸不仅同东陵党人和大太监王安有直接关系, 而且涉及起,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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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朱党的大批官员, 为忠贤本人也卷入了一公案, 如何对待三岸, 便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天启初年, 东宁党人一度执掌国家的重要权力, 他们对三岸的看法也就成为当时官方的论断, 即认为东宁党在三岸中是主持正义, 有功于国家设计的, 他们主持修转的光宗实录, 也是按照这种观点来编写的。 到天启五年, 1625年, 当为忠贤的势力占据优势后, 他们便力图对三岸进行翻案, 以便为杀害王安及东宁六君子等倒行逆施的行为提供依据。 经过一番密谋、策划, 当年二月, 燕党分子欲使杨维源首先上书为挺基案翻案, 说当年主持此案审查, 现任刑部侍郎的东宁党人王志彩不但无功, 而且有罪, 因为他乌皇族, 明神宗, 负先帝, 明光宗, 集穗之彩之首, 其罪启足熟乎, 结果导致王志彩被革职为民。 四月, 为忠贤的谋主, 行客给世忠或为华又上书, 扬扬数千言, 全面否定三岸, 大肆攻击刘一景, 韩部, 孙慎兴, 张问达, 周家末, 王志彩, 杨莲, 左光斗, 周朝睿, 原话忠, 为大忠, 顾达张等与三岸有关的东宾党人, 并赞扬与东宾党人对立的范继士, 刘廷远, 徐景莲, 郭如楚, 岳俊生等着流派官员。 当时人说, 此书乃一部, 三朝要点也。 受为忠贤百部的明熙宗, 静下只说, 这本条义, 一字不差。 韩部等人被削夺, 而范继士等人则分别被启用。 天启五年五月, 李柯给是中阳所修既一部建议, 三岸以访, 明文大典, 命使臣成书, 以示天下。 明文大典, 是明使宗命使馆编撰的, 采用资质通简, 支吏, 以年, 月, 日为刚, 汇集义礼派的有关奏书和张聪所写的技术大理议发展过程的转要。 书前有明使宗所作的虚, 成为一部有关义礼的亲丁著作。 杨所修的建议, 就是要求仿照, 明文大典的编撰方法, 将着流派官员有关三岸的张奏, 汇编成书, 后面再复以使臣的论断, 以统一天下的舆论。 明西宗表示同意, 于是以内阁首府顾炳迁等人为总裁的一帮转秀官, 正式开关编撰。 到六月, 编撰完成, 明曰三朝要点。 全书共二十四卷, 按照燕党的观点, 全面否定此前有关三岸的结论, 极力诋毁东林党人。 书前关以顾炳迁带你的明西宗欲秩序, 试图用轻定的大棒来钳制舆论。 天启六年十月, 燕党集团又着手改修《广宗十路》, 凡是涉及三岸的史诗, 一律根据三朝要点进行改写。 由于三朝要点前头关有顾炳迁带你的玉智序, 带有明西宗轻定的假象, 否定此书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所以在清查工作刚开始时, 没有人敢于触及这个问题。 随着清查工作的逐步深入, 人们逐渐认识到三朝要点必须彻底否定, 否则, 东宾党人和清流派官员在三岸中保护明光宗, 明西宗的行为就是违法的, 而站在他们对立面的魏忠贤, 以及后来投靠他的逐流派官员的行为反倒是合法的, 清查燕党的工作也就变成非法的行为。 崇祯元年1628年3月, 新任南京兵部五选司主识别如伦大胆上书, 请求对三朝要点重新进行评判。 奏书说, 皇上登基之后, 矮物全消, 但是非未定, 其中急需商榷的就是三朝要点。 三朝要点, 终止为奸邪而遭持主, 诸窜者, 哪个不是今日挤挤在位与纯纯启示之人, 哪个不是皇上许叙许是为理学结起之人, 如果仍然把他当作信使看待, 那还有识非可言吗? 许显纯之流, 当年奉为忠贤之使, 罗之罪名, 诬陷阳连, 左光斗的文字, 全都载入三朝要点之中, 难道还要作为却论传之后人吗? 刘志玄, 梁孟桓献为燕党, 动摇中宫, 神人共愤, 刘志玄以仰脸, 左光斗, 为大中辈, 为原恶答对, 难道还要将他们的奏书作为正面的议论与保存吗? 崔承秀已被抄家录尸, 其奸恶大罪已大败于天下, 三朝要点, 结尾收录的一篇崔承秀奏书难道还要保存, 而与皇上的圣意相悖吗? 皇上如果不以臣言为非, 请将此书下之九卿, 客道, 宣府使馆, 博彩群义, 另就三朝要点的论断, 孰时孰非, 各自著名意见。 即此众论, 以兰天下之公义, 议论自一, 是非自定, 其废墟试诸大典, 也就有了统一的标准, 而以绝位绝之大欲, 也就可依据法律做出判决了。 明思宗越后, 应担心重新引发党争, 说他是生事妄言, 位于采纳。 过了一个月, 汉林院士读尼原路再次上书, 进一步奏请销毁三朝要点。 早在崇祯元年, 1628年, 正月, 当魏忠贤及崔承秀已死并被超莫家产, 燕党分子杨维元曾上书, 将东陵党人和魏忠贤, 崔承秀一并称为邪党, 企图拔水搅混。 尼原路就上书为东陵党人变白, 立辟东陵为邪党之说, 为, 臣请乐章奏, 简公崔, 魏者, 必与东陵并称邪党。 负以东陵为邪党, 将以何者名崔, 魏? 崔, 魏忌邪党乙, 己忠贤, 承秀者, 又邪党忽在。 他还历见原县的内阁抚尘寒卢, 前前一级姚西梦参政。 四月, 他在上公以自存私书当毁书, 一针见邪的指出, 陈关挺机, 红板, 一共三岸开于清流, 而三朝要点, 以书成于逆书, 其义不可奸行, 而其言不可不诉毁, 扬脸, 弹劾魏忠贤, 二十四罪之赎发, 魏广威, 曾炮制, 近身便懒, 分别开立魏党与东陵党人名单, 门户之简兴, 于是逆当杀人, 则解三案, 群小求富贵, 则又解三案。 经此二戒, 则三案之面目全非。 话中点出了燕党集团, 借总结三案的历史, 以歪曲史诗的手法来镇压东陵党人的实质, 因此他对三案的总结是违背天下之公义, 以行一己之私, 必须彻底销毁。 宁思宗读过奏书, 觉得言之有理, 且切中要害, 令内阁府尘来宗道代为票尼御旨。 来宗道多年取魅于魏忠贤, 对尼元璐的奏书心存不满, 讥笑尼元璐说, 徐何时多言, 辞灵故事, 指相名尔。 意思是说, 汉林院的辞臣不过是喝茶轻易的贤职, 你又何必多管贤师呢? 但既然是皇上要他代为尼职, 他只好拟出这样一道御旨, 这缩情关系重大, 这礼部汇同使馆, 诸臣详义剧奏。 明司宗在后面加上一句, 听阵读断行, 集队三朝要点如何处理, 请离部和使馆诸臣详义之后提出意见, 最后由皇帝定夺。 明司宗的御旨一下, 大臣议论纷纷, 大多数支持尼元璐的奏书, 主张销毁三朝要点。 魏忠贤的党语, 汉林院时将孙知谢觉得事情不妙, 跑到内阁哭诉, 立主三朝要点不可悔。 接着, 有尚书陈述不可悔的理由, 说什么三朝要点, 有明西宗的御智序, 岂可投之于火? 皇上是先皇的兄弟, 属同之纪律, 何必如此忍心狠手? 这样做, 对祖考明光宗是师校, 对明西宗是师友。 他还以生病为由, 提出辞职。 欲是无患随即上书, 欲以痛斥, 指出孙知谢所谓三朝要点。 有明西宗欲智序不能烧毁, 是以欲智来压皇上, 使之不敢动。 至于忍心狠手之说, 更是公罪不明, 邪正颠倒。 因此, 他请求皇上立刻将孙知谢革职, 以为无礼于君者界。 来宗道接到此书, 极力庇护孙知谢。 他代名四宗拟址, 说孙已回到原济老家, 汉临院辞臣, 不过是个贤职, 不必过于苛求。 当年翻三案的吉仙丰, 协理荣正兵部尚书或维华, 此时也跳出来, 历迟三朝要点, 不可悔之说, 主张对他稍作修改而存之。 经过反复的辩论, 明四宗终于明白, 三朝要点, 如不彻底否定, 销毁, 清查燕党集团的斗争 就难以继续展开, 燕党余孽也难以彻底清除, 势必留下无穷的后患。 五月初十日, 他颁布御旨, 朕为皇族考纪于西皇, 指辞指销, 秉若日兴, 再知十步, 子族光昭盛美, 乃附增三朝要点, 一书, 不能予以明之钢厂附加养产, 托尔克申附会, 偏薄不伦, 朕无取焉。 下令将皇时盛收藏的三朝要点, 取出, 用火焚毁, 并传世全国各处官府, 学功, 将所有三朝要点, 书籍即刻版一概销毁, 规定此后官方不以此书定赃否, 人才不以此书定进退。 三朝要点的销毁, 为燕党的清查扫除以打障碍, 清查工作的步伐逐渐加快了。 第三节, 清定逆案, 平反冤语, 自从天启七年, 1627年, 12月23日, 明司宗下令全面清查燕党逆案以来, 已重重障碍被清除, 一个个燕党重要成员被曝光, 将燕党集团的名单及其罪状查清, 做事, 公布于众的时机日趋成述。 重真两年, 1629年, 正月21日, 明司宗下达定议案的诏书, 规定将燕党集团自崔承秀以下樊六等, 按等级开列名单。 24日, 又在文华殿召监内阁俯臣寒鲁、 李彪、 乾隆熙、 吏部尚书王永光、 督察院佐都御使曹瑜辩等, 要他们确定逆案的名单。 他强调, 朕预定负逆人罪, 必先正位, 催, 客室手逆, 刺激负逆者。 欲分负逆, 有虚有据。 他将各地齐请建造生辞, 称颂魏忠贤的奏书交给他们, 供确定逆案名单参考, 并要求他们在内阁秘密查阅, 以免受到外界干扰。 他还特别叮嘱, 确定逆案名单, 既要做到除恶无尽, 又要区别对待, 如誓本为公, 而是非得已, 或素有财力, 而随人点缀, 需当缘其初心, 或可择其后效。 为氏首开产妇, 兴献拥戴, 即贫贫颂美, 津津不至, 并虽为辞颂而因行赞道者, 惧法依律, 无网无训。 然后提出一个初步名单, 在同刑部尚书乔允生一道, 按照律例做进一步的斟酌。 负责易定逆案的这些官员, 有的是魏忠贤或其心腹安插的, 本身就是燕党分子, 根本不可能认真轻查燕党。 如吏部尚书王永光, 长期依附燕党, 仇视东林, 在清查逆案时, 处处庇护燕党分子。 其他参加议定逆案的官员, 有的虽然是明司宗即位后刚任命的, 与燕党没有瓜葛, 甚至曾遭受过燕党的迫害, 但他们面对燕党余孽的强大势力, 也显得畏首畏尾, 缩手缩脚。 如新任内阁大学室, 东林党人韩鲁为人宽厚, 乾隆熙为人谦和, 都不想打击面过大, 以免树敌过多。 结果, 他们只开列一个四五十人的逆案名单上报。 明司宗很不高兴, 要求扩大范围, 并加重刑法, 最轻的也应当削计。 韩鲁等内阁俯臣, 只好增加数十人的名单。 明司宗还是不满意, 要求按称颂、 导赞、 塑画等几种类型 分别开列名单上报。 明司宗指出, 为忠贤一个人在内阴, 如果没有外庭诸臣的逢迎八戒, 助纣为虐, 哪能干得了那么多坏事。 他的那些心腹, 心性都应当列入逆案名单。 他在内阴的同党, 也应当列入名单之中。 韩鲁等人又说, 我们身居外庭, 不清楚内庭的事。 明司宗一针剑写地点破, 岂皆不知, 特为任怨尔, 指出他们不过是怕得罪人罢了。 明司宗于是命人将 私里间的红本通通收缴上来, 装在一个黄色包袱里, 再召见韩鲁等革臣, 对他们说, 此阶红本当时即也, 一一一暗入之。 原来, 在明武宗正的年间, 宦官刘锦专权, 大臣的奏书都要抄写两份, 先将包着红色封皮的一份 交给刘锦, 称为红本, 另一份包着白色封皮的 地交通证司, 称为白本。 魏忠贤专权是, 虽然丙比太监之职, 但他是个白丁, 掌印太监王体前 及李永珍等为其谋主, 便仿效这种做法, 由李永珍等人 将大臣送上来的奏书 先摘出要点, 告知魏忠贤, 再由他一决实行。 明司宗收缴的红本, 就是这些先由李永珍等人 摘出要点, 告知魏忠贤的奏书。 他认为, 这些所谓红本, 都是为忠贤一伙 烟缓结党营私的罪证, 要求韩鲁等人逐一暗合, 据以增补逆案的名单。 韩鲁等人又推托说, 陈下的职务是专司票拟, 不熟悉法律条文, 无法给他们定罪。 明司宗又召见 吏部尚书王永光。 王永光也推托说, 吏部官员指安属官员的考工法, 不熟悉刑民之事。 明司宗不得已, 遂召见刑部尚书乔允生, 要他拒律定罪。 内阁俯臣寒鲁 与刑部尚书乔允生, 督察院左渡御市曹宇贬, 经过反复审核, 呈上了第三份逆案名单。 明司宗看后, 仍然觉得遗漏太多。 2月26日, 他再次召见寒鲁等府尘 及乔允生, 曹宇贬, 则问道, 张问答, 来宗岛何不再逆案? 隔臣回答, 无事事。 明司宗说, 锐图善书为当所爱, 宗岛记崔承秀母闻, 称在天之灵起最卓矣。 接着又则问, 甲记春何以不处? 隔臣答道, 其请善待宣誓不识厚道。 后虽改口诀反复, 其持论亦多可取。 明司宗说, 为反复, 故为小人。 于是退回这份名单, 并列出红本中有名而未被列入名单的69人, 让他们重新审查着定。 内阁抚尘韩鲁、 李彪、 钱东西及吏部尚书乔允生、 左都御史曹瑜辩等, 见明司宗决心彻查逆案, 贬激一步扩大逆案范围, 于3月15日呈上第四份名单。 明司宗倾家裁定, 于3月19日正式向全国公布。 这份名单, 共开列261名烟党分子, 分为八等定罪, 明曰轻定逆案。 1、首逆两人, 为忠贤、客氏, 皆临迟处死, 以正法。 2、首逆同谋六人, 兵部尚书崔承秀, 宁国公卫梁卿, 锦衣卫都指挥使侯国兴, 四里肩饼比太监李永珍、 李朝钦、刘若鱼, 一谋大逆监等一斩。 3、结交近市十九人, 提督操江右倾督御使刘志选, 太扑四卿属于使梁孟桓, 尼文桓, 兵部尚书田几, 总督寄辽兵部尚书, 兼幼复督御使刘兆, 刑部尚书薛珍, 公部尚书吴淳夫, 有复督御使李奎龙, 建生路万灵, 锦衣卫左督督田尔庚, 徐贤纯, 督督同志崔英远, 张提前, 有渡督孙云赫, 杨桓等, 聚产妇当展, 修后出决。 4、结交近市寺等十一人, 大学时魏广威, 公部尚书徐大化, 吏部尚书周英秋, 兵部尚书霍维华, 总督尚书严明泰, 太扑寺少卿李鲁生, 有复督御使杨维远等, 据遣述。 5、逆逆军反三十五人, 东平侯卫智德, 东安侯卫梁栋, 安平博为彭义, 上宝思卿为府民, 锦衣为都督为西里, 都督同志为西顺, 为西遥, 都督为西梦, 为彭成, 傅应兴, 杨六奇, 都督同志可光鲜, 锦衣为指挥客返, 太监徐英远, 刘英坤, 王朝府, 图文府, 孙靖, 王国泰, 石元亚等, 举罚燕仗地面, 永远充军。 六, 产妇拥戴军犯十六人, 内奸李时, 李希哲, 胡良甫, 崔文生, 李明导, 王体前等, 据放回原籍, 隔去关带, 为民当差。 七, 结交近市, 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 大学士冯权, 顾炳谦, 张锐图, 来宗岛, 公部尚书孙杰, 刘亭源, 杨孟滚, 护部尚书张我旭, 黄韵太, 巡抚严随幼都御氏朱同盟, 吏部尚书王少辉, 兵部尚书吕淳如, 有副都御氏杨索修, 汉林氏蒋孙之邪, 通正时岳俊生等, 据作图三年, 纳熟为民。 八, 慈颂四十四人, 大学士黄历级, 施奉来, 杨景臣, 吏部尚书房壮历, 都市辽东兵部尚书王之臣, 泰普寺少卿徐景廉, 将宁知县公布主师下支顶, 顺天推官谈签一等, 据依照考察不谨立, 官代贤助。 这次钦定逆案, 网罗甚广, 纵观整个逆案名单, 有个别不该列入逆案, 而被列入者如阮大成。 据顾言五好友规状的记载, 阮大成本清流, 属东林一派。 因相比关系, 同东林党人左光斗关系密切。 万历四十四年, 一六一六年, 举进市, 天启初年, 由行人卓尾给市中, 丁幽归礼, 后, 曾任立科给市中, 太常少卿之职。 他有一定的才干, 但为人机敏奸华, 后因征立科给市中之职, 而与东林党人为大中发生矛盾, 转而奉迎, 巴结阉党, 但又担心, 因此遭到东林党人的抨击, 未敢死心塌地投靠燕党, 丹人立科给市中部族月, 及剧请集归还宁, 锦安会安庆, 老家, 赵为太常少卿, 也仅几个月便自情归礼。 明司宗即位后, 下令诸沙为钟贤和崔承秀之时, 阮大成在家乡不了解京城情况, 无法预测将来时局的走向, 又急于入朝左官, 便怀抱投机心理, 写了两份奏书, 一份专门弹劾位, 崔, 另一份既弹劾位, 崔, 又攻击东林。 然后, 派人送给杨维元代为成帝, 叮嘱如时局大便, 则呈上第一份奏书, 如时局变幻不定, 则呈上第二份奏书。 杨维元按照自己的需要, 替他呈上第二份奏书, 他因此便以阴行赞倒的罪名, 被列入逆案名单, 左途三年, 纳书未明。 忠崇争吵, 他被废弑十七年, 欲于不得知。 其实, 宗官阮大成在为忠贤得失时的表现, 他虽然算不上一个终结之事, 但也没有干过多少坏事, 被列入逆案显然有点冤枉。 另外, 也有个别应该列入逆案, 而被遗漏得如王永光。 他在天启初年, 内官互不上书, 居官清廉, 但为人强悍阴质, 仇视东林, 后遭严官弹劾, 自引归礼。 为忠贤德事后, 他极尽县卫之能事, 被启用为南京兵部尚书, 日以排击东林为事。 崇祯元年, 1628年, 着为吏部尚书, 参与定议案的工作, 他便因此而漏网。 右术子杨世芳也是燕党分子, 因是寒卢的殷亲, 得其庇护而未遭清算。 有燕党杨维元引荐的御师使殿, 高杰等, 也都是陆网的燕党余孽。 不过, 总的来看, 这次的钦定议案, 大体上做到了实事求是, 受到政治官员和广大民众的欢迎, 而对燕党集团, 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南明洪光政权的 大理寺城房兆恒评述此案时, 即赞于道, 先皇守定议案, 山翼群凶, 第一美政。 宦官专政是君主制的产物, 是皇权的一种异化现象。 不过, 明代的宦官专政, 从王振、 汪旨、 刘瑾直到魏忠贤, 尽管曾权清一时, 气焰嚣张, 最后都难逃覆灭的命运。 这同汉唐时期的宦官专权大不相同。 汉唐时期, 宦官势力极度膨胀, 进而独揽军权, 可以将皇帝变成自己手中的玩偶, 甚至竞自立军、 使军、 废军。 明代的君主专职高度发展, 不仅行政、 司法, 而且连军权也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中。 明中期以后, 虽在各省、各边设置镇守太监, 在京设置提督、 坐营、 肩枪太监, 让宦官燃至军事权力, 但这种权力并不完整。 因为同他们一起掌握兵权的还有武将、 总兵官、 提督和文官、 巡抚, 彼此互相牵制, 最后均听命于皇帝。 因此, 明代的权焉尽管全是熏天, 但他们不过是皇帝掌控之下的家努, 受宠信而代行皇权。 一旦皇帝觉察到他们对皇权构成威胁, 一番脸即可将他们从权威的顶峰推下去, 使之跌个粉身碎骨。 正如王时珍所指出的 夫、 王、 镇、 刘、 锦至狼狐也, 宫卿太监智乎蜀福也, 一兆之于滥也。 然而, 在维汉, 唐之吉者, 高皇帝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 即狼立如阵, 锦者, 一贫而忧, 再贫而威, 骗子中腋下而臣旧父, 左右无不鸟散受窜, 是已能为乱而不能为便也。 明慈宗在钦定一案的同时, 为受燕党迫害的智势人人平反昭雪的工作, 也在逐步展开。 天启年间, 魏忠贤为了排斥一己, 独揽朝政, 曾采取极其残暴的手段, 镇压杀害一批东陵党人, 和倾向于东陵党的清流派官员。 为此, 魏忠贤的心腹爪牙, 先后炮制了一系列黑名单, 作为处置的依据。 其中, 比较突出的有内阁大学士, 魏广位于天启四年, 1624年, 东城进的近身变烂。 这份近身变烂, 将投靠燕党的黄克钻、 王少辉、 王永光、 徐大化、 贾继春、 火卫华等五六十人列为正人, 名下各家两圈或三圈, 而将拒绝依附燕党的叶向高、 韩鲁、 何如宠、 郑姬命、 妙昌七、 姚西梦、 陈子壮、 侯客、 赵南兴、 高攀龙、 乔允生、 曹宇辩、 李邦华、 郑三郡、 杨脸、 左光斗、 黄尊肃、 周宗俭、 李英生等百余人物为邪党, 重者在名下加三点, 次者加两点, 让魏忠贤聚以进行处置。 天启五年, 崔承秀又向魏忠贤进天剑路 和东陵同志路两份名单。 前一份名单首列东陵曲魁夜象高、 韩鲁、 孙成宗、 刘一景、 赵南兴、 杨连、 慧世杨、 高攀龙、 左光斗、 乔允生、 曹宇辩、 前千亿等, 次列东陵邪从孙顶巷、 徐良艳、 雄明玉等。 后面又列出不依附东陵的顾炳迁、 魏广威、 王守辉、 冯犬、 王永光、 霍维华、 徐大化、 周英秋、 雪真、 崔承秀、 严明泰、 王再进、 杨维远等若干人。 后一份名单在陆题之下注明是不点江路, 狩猎俯陈叶向高以下六人, 慈林孙慎兴以下十九人, 不愿李三才以下五十七人, 朱晨清四顾县城以下七十三人, 台省黄尊夙以下四十一人, 还有常伯、 藩高俊逸、 人子资郎武变等各若干人。 天启五年八月, 王守辉还仿照《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之力, 编写了一个东陵点将路, 开列拖塔天王李三才, 及时与叶向高, 与其林赵南兴, 志夺兴妙昌七, 入云龙高攀龙, 望子谦谦矣, 圣守书生文镇梦, 神机军事故大张等三十六天刚兴, 七十二敌杀兴, 让魏忠贤按名出台。 后来, 于是严成清还嫌一百零八人的名单, 未能网罗所有的东陵党人, 又仿效宋朝的原有党人榜, 炮制一份所谓东陵党三百零九人的大名单, 交给魏忠贤, 于天璣五年十二月一日以皇帝预制的形式刊布全国, 称为东陵党人榜。 魏忠贤拿到这份名单后规定, 凡是被列入此绑者, 生者血迹, 死者追夺, 或歹温追赃。 此外, 魏忠贤及其亲信, 还按籍贯, 植物, 移除未出以及时期, 编造了东陵籍贯录, 东陵同志录, 东陵蓬党录等黑名单。 这些黑名单, 把凡是不依附燕党的人, 都扣上东陵的大帽子, 进而叠行大狱, 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 燕党兴起的大狱, 以六君子之欲 和七君子之欲最为惨烈。 天启五年, 1625年, 三月底, 魏忠贤已受贿的罪名, 将东陵党的重要骨干杨连, 左光斗, 圆化忠, 魏大忠, 周朝锐, 顾大张, 带入赵狱, 严刑拷打。 这六位东陵党人誓死不屈, 表现出高尚的气节。 杨连先被铜锤打得肋骨寸断, 后又被压上土囊, 用铁钉观耳仍不屈服, 最后被用铁钉定如脑壳而亡。 临终前, 他又写下血书, 表达自己誓死如归的一身正气, 仁义一生, 死于赵狱, 难言不得死索, 何汉于天, 何怨于人, 大笑大笑还大笑, 刀砍东风, 与我何有哉。 左, 远, 魏, 周, 顾五人, 也都英勇不屈, 惨死欲中。 天启六年二月, 魏忠贤又缴召以欺君灭止的罪名, 逮捕著名的东宾党人周启元, 周顺昌, 周宗健, 妙昌七, 李英生, 高攀龙, 黄尊素。 三月十五日, 锦衣卫官齐到苏州逮捕周顺昌, 苏州全体市民罢市。 十八日, 锦衣卫官齐在县衙开读逮捕令, 数十万市民集结衙门之外, 最后冲鲁雅鼠, 痛达锦衣卫的官齐。 这就是名史上著名的开读之变。 试变之史, 周顺昌一支在场, 独自吟诵于谦的诗, 粉身碎骨魂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三月十七日, 锦衣卫官齐前去乌西逮捕高攀龙的前一天, 高攀龙在家中已得到消息, 但仍谈笑自若。 第二天一大早, 他先离家拜也送带大如杨氏的祠堂, 再回家到后院, 和两个门生, 一个弟弟一起饮酒。 周顺昌被捕的消息传来, 他平静地笑道, 无事死如归耳, 竟果然已。 然后起身回房中, 与夫人说了一会儿话, 出来后书写仪表并封好, 交给两个孙子说, 明天交给锦衣卫的官校。 当晚, 他整好一官, 自陈于后院池中。 家人打开他的仪表, 上面写道, 陈虽削夺, 高攀龙原刃左都于是, 后北燕党削迹, 就为大臣。 大臣受辱则辱国, 谨北向叩头, 从屈平屈原明平之一则。 除高攀龙外, 其他六位东陵党人军惨死于诏狱之中。 除了六君子和七君子, 其他许多东陵党和政治的清流派官员, 也都惨遭燕党的迫害, 或被杀, 或自禁, 或遭禁锢, 或被放逐。 据明史《烟党传》的记载, 自天启四年十月, 气息踪崩, 避兆遇者十余人, 下遇, 折树者数十人, 削夺者三百余人, 他革职贬处者不可圣计。 随着魏忠贤的倒台, 人们自然想到那些站在魏烟对立面, 而遭受迫害的东陵党人, 和清流派官员, 认为必须予以平反昭雪, 以伸张正义。 崇祯元年, 1628年, 正月初五日, 汉林院编修倪元禄即上书, 指出当时的抵报将为 崔和东陵并称为邪党, 使自相矛盾的说法。 焉党分子杨维元上书反击, 责难倪元禄盛赞东陵, 说什么当今判断终止, 不应以是否反对崔, 未为标准, 况且东陵亦有许多不足之处。 24日, 倪元禄再次上书, 驳斥杨维元说, 东陵中有首先弹劾魏忠贤的杨脸 和提审崔承秀的高攀龙, 而时至今日, 杨维元在奏书中 却仍称赞魏忠贤厂臣功, 厂臣不爱钱, 厂臣为国为民。 东陵已故及被南朱县, 自邹元彪、王继、高攀龙、杨脸外, 如顾县城、方聪吴、陈大寿、周顺昌、魏大忠、周启元等之真理学, 真启杰、真清操、真立志, 找南兴之真鼓励、真担当、令人钦佩。 东陵在今日, 应当取缘其高明之改, 不应当毛举其仙界之侠而待逆当分榜。 当时魏忠贤, 克氏和燕党的首恶分子尚未受到严惩, 明思宗批示, 朕总满人才, 义柄虚功, 诸臣义且消融异简, 不得互相抵子。 直到二十六日, 明思宗下令将为克, 崔三反入师于世, 并严惩无虎无标, 这才决心为遭受燕党迫害的官员平反昭雪。 崇真元年, 1628年, 二月, 明思宗宣布废除杨连等人在狱中被强加诬陷的罪名。 接着, 给世中陈谣言上书, 要求为遭受燕党削夺官职的官员平反, 重新启用。 吏部拟出一个, 包括内阁大学士刘依景、 韩部、吏部尚书周家摩、 吏部尚书孙慎行, 都欲使曹宇辩, 通正使刘宗舟, 詹使钱千亿, 汉林文振梦, 陈子壮等人在内的九十多人的名单, 请求先准复原官, 致使仍给予应得告命, 四个衙门从公主以妥却, 分别启用。 明思宗批复, 朕此番昭雪, 非图红旷荡之恩, 正欲考其进退石墨, 以恒人品。 要求吏部将这九十多名官员的薛竹情节分别向款, 细开剧奏。 到四月, 他正式宣布恢复刘依景、 韩部、 周家摩等九十多名官员的原有官职, 到年龄应指使者补给告命, 其中品望, 年历可用者可以酌情再度启用。 崇祯元年, 1628年, 二月, 在给世中陈谣言上书五天之后, 功科给世中严纪组也上书, 请求未被燕党迫害致死的万景, 周启元, 周顺昌, 周宗建, 李英生, 黄尊素, 妙唱七, 丁浅学赠音, 以师平反。 明思宗令下不义, 经布以后, 明思宗于三月正式宣布, 委员督察院左都御市邹元彪, 高攀龙, 左副都御市杨连, 左千都御市左光斗, 公布尚书冯从武, 迎天巡府右千都御市周启元, 给世中吴国华, 魏大忠, 太普寺少卿周朝瑞, 御市吴玉忠, 周宗建, 黄尊素, 李英生, 夏之令, 原话忠, 吏部原外郎周顺昌, 公布郎中万景, 吏部郎中苏季欧, 左玉德妙昌七, 汉林检讨丁浅学, 陕西岸查复事故打张, 扬州知府刘朵, 刑部原外郎张问等恢复名誉, 各赠因有差, 崇祯二年九月, 明辞宗又下旨, 为已故诸君子追赠官显, 是好, 其中, 故立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赵南兴, 是中义, 故宫部尚书赠太子太保冯从武, 是宫定, 故都察院左都御市, 赠太子太保高攀龙, 是中县, 故左副都御市, 赠右都御市杨连, 是中列, 古光路四卿赠立部右侍郎顾县城, 是端文, 故立科都给市中赠太常四卿魏大忠, 是中解, 故立部原外郎赠太常四卿周顺昌, 是中解, 故国子祭九赠立部右侍郎刘英秋, 是文解, 这一系列平反昭学的举措, 大大打击了邪气, 鼓舞了正气, 明思宗还注意从魏忠贤的专权乱政中, 吸取教训, 天启七年, 1627年, 11月, 下令将魏忠贤贬折凤阳为皇陵私乡, 并命查朝克, 为了家产之后, 即下令撤回魏忠贤派往各镇的内臣, 与约, 审患官官兵, 古来有戒, 震惊于各镇守内臣盖撤, 一切相度积矣, 约束历史, 无事修备, 有事确敌, 据听经, 略, 都, 诗, 便宜调度, 无辅委任不专, 体统相扎, 以及其口, 后来, 有重申永乐以来所制定的自公尽力, 禁止民间私子阉割入宫为还, 他告遇礼部, 镇览, 会典, 自公尽力一款, 民间有四无子以上, 需以一子抱怀阉割, 有私, 至行政机构, 造策送部, 愿收不选用, 敢有私自敬身者, 本身及下手之人处斩, 全家发阉仗地面充军, 两邻家布局者之罪, 我祖宗好生得意, 真知周密, 古立法严明, 近来无知小民, 稀图财力, 私行阉割, 同志不堪, 多志云命, 违禁枪声, 深刻痛恨, 自今以往, 且不收选, 而不可宣布证命, 多列榜文, 遇到知日为始, 敢有犯者, 案发正罪, 崇祯元年, 1628年, 正月, 有规定所有宦官都必须值班, 除非有特殊的命令, 一律不许走出宫门, 二月, 又介于外庭大臣, 不许他们结交宦官, 明司宗受命于危难之际, 即位后深思熟虑, 采取静以待变的策略, 先是不动声色的稳住未忠贤, 然后暗中加紧策划, 前一莫夺, 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 一旦时机成熟, 便一举将其铲除, 显示出过人的政治眼光和智慧, 受到了广大臣民的赞誉, 明司宗的日讲官文镇梦之子文饼, 在其烈黄小时的虚言中集说, 烈黄西游翻底入籍大统, 独舞迷空, 荆棘满地, 以洁身出入于刀锋剑芒之中, 不动声色, 绝间力扫, 真所谓聪明睿智, 神武不杀者也。 第三章, 由秦帝力求忠心, 第一节, 作建东陵内阁, 平定奢安之乱, 明司宗刚就地位时, 内阁首府是黄历级, 赐府是施奉来, 隔臣有张锐图, 李国草, 自天启三年, 1623年, 魏忠贤引其心腹魏广威, 顾炳谦入阁, 至天启五年, 顾炳谦升任收府, 内阁便为魏忠贤所控制。 黄历级是魏忠贤的同乡, 一切魏忠贤之命, 是从。 施奉来与张锐图, 是万历时童年进士, 施奉来素无解改, 以和柔魅士, 张锐图与之秉姓相近, 在慧世策中竟然提出古之用忍者, 出不舍小人, 君子之名, 分别起于众疑的谬论, 遭到适邻的耻笑。 四人之中, 只有李国草稍微干净一点。 魏忠贤被贬资意后, 护部主使刘鼎清上书弹劾内阁首府黄立即, 要求将他立即把持。 明司宗对内阁的状况当然是不满意的, 但考虑到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清除燕党集团的势力, 继而清查燕党逆案, 不宜扩大打击面, 影响政局的稳定, 对刘鼎清的尚书位于理睬。 不久, 柯氏被吃死, 崔承秀被抄家, 武镖、武虎连遭弹劾, 国子见声呼唤游又尚书弹劾黄立即, 施奉来、张锐图、李国草, 请求绳之以法。 明司宗不仅没有采纳, 反而将旨通知其成衣妄言, 清敌大臣, 下令着大小九卿, 刻到从公会审, 一律定罪, 并抚卫黄立即等四位俯臣。 黄立即等四位俯臣眼看魏忠贤及其骨干, 爪牙纷纷遭到清算, 自己又遭弹劾, 心怀忐忑, 各自请求辞职。 明司宗仍然优质未留, 他们求罢不成, 便于天启七年, 1627年, 11月中旬联名请求增补阁臣。 明司宗觉得改组内阁的时机见趋成熟, 下旨依照停推旧力, 由九卿可到从功博弈。 结果, 推出孟昭瑜、 乾隆熙等十二人, 供皇上典用。 由于外庭许多部门多在燕党把持之下, 这次停推出来的候选名单鱼龙混杂, 明司宗觉得很难圈点。 当月下旬, 黄立即致使。 12月, 明司宗命已没步伐选用, 于是选出了乾隆熙、 李彪、 来宗道、 杨景臣、 周道登、 刘洪迅六人。 乾隆熙等新任阁臣与施奉来、 张瑞图、 李国草等原有阁臣, 共同组成新的内阁班子, 总算实现了内阁的更替。 新组建的内阁班子, 以施奉来为首府, 张瑞图为赐府, 继续遭到严官的弹劾。 崇祭元年, 1628年, 正月于三月, 河南道玉使罗元宾两次上书, 指责师, 张之流阴阳闪烁, 彼此弥逢, 养拥不顾。 是, 张之好辞观而去。 李国草接替施奉来出任首府, 五月以母亲年老齐情退休, 推荐天启前期的首府韩鲁和孙成宗来顶替自己的职位。 明司宗乃下执照还韩鲁, 准许李国曹治氏, 令来宗道代为首府, 杨景臣为赐府。 来宗道为黄毕级童年进士, 也是谄媚成性。 他在天启年间担任礼部尚书时, 为崔承秀母亲请求续典, 奏书中有在天之灵的誓美词句, 后又反对焚毁三朝要点。 杨景臣戏张瑞图同乡, 在汉林院时, 曾三次尚书为魏忠贤歌功颂德。 来, 杨两人都是三朝要点的副总裁。 当庭臣纷纷请求毁掉三朝要点之际, 他们自然受到严冠的焦章弹劾, 崇祯元年六月被罢归。 接着, 由李彪继任首辅, 阁臣有周道登、 乾隆熙、 刘洪迅等, 而周道登不学无术。 有一次, 明思宗欲惊言, 问几位俯臣, 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和解。 周道登竟然答不上来, 半赏才说, 荣臣等到阁中查明会奏。 明思宗脸上略显韵色, 继而又露微笑, 问道, 近来诸臣的奏书内, 都有情面二字, 何谓情面? 周道登又回答说, 情面者, 面情之未也, 弄得左右, 同僚窃笑不已。 加上他为人堪比, 庇护四交, 于崇祯二年正月被罢归家居。 好在乾隆熙与刘洪迅协力辅佐李彪, 朝政一耳烧清。 崇祯元年, 1628年, 12月, 寒卢英照返京。 韩武, 自向云, 山西平阳府蒲州, 在金山西永济世西, 任。 万历二十年, 1592年, 晋氏, 选为数级氏, 后历任编修, 少瞻氏, 东宫讲官。 万历四十五年, 升为礼部又侍郎, 协礼瞻师傅。 明光宗继位后, 拜礼部尚书, 建东阁大学士, 入餐集物。 明光宗并威时, 他与方从者, 刘依景同手顾命, 全力支持明熙宗继位, 反对离选士垂帘听政, 后又尽心协助, 前后两刃首辅方从者, 与叶向高的工作。 明熙宗大婚后, 他援引组织, 劝皇上令儒母客室出宫。 杨连尚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后, 魏忠贤请寒独出勉, 为之求情, 他又断然拒绝。 后来叶向高去魏, 寒卢即为首辅。 他为官连政, 老成持重, 得到广大政治官员的尊敬和信赖, 但却为魏忠贤和客室所不容。 东陵党人赵南兴, 高攀龙被诸, 他集合格臣诸国真尚书, 指出皇帝的命令, 魏京内阁而直接宣布, 内阁对高攀龙奏书所拟的处理意见, 被无缘无辜的改动, 违背了国家的制度。 魏忠贤极为恼火, 就借口韩儒待你的诏令不恰当, 假传圣旨对其进行谴责, 并假传圣旨将原先由首辅一人拟定诏书的制度改为由革臣共同负责, 以削弱韩儒的权柄。 韩儒遂上书起修, 并在书中揭露魏忠贤的种种罪状。 不久, 燕党找牙又上书大家弹劾, 将其削迹除名, 并把其家人避死于中, 还假造事端, 避其交出所谓的赃银两千两。 韩儒卖光田宅底长, 最后值得住到祖先坟地的破屋里。 韩儒是著名的东林党人, 其资历与声望皆在李彪之上。 他还今后, 李彪将首辅的位子让给他, 自己与乾隆熙等人心心协力, 辅佐朝政, 当时人称这阶内阁为东林内阁。 东林内阁秉证虽值一年时间, 但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 辅佐年轻的明思宗, 沉稳地处理各种繁重的政务,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首先, 参丁逆案, 颁阎党逆案是铲除魏忠贤集团的最后一步, 不走完这一步, 对阎党集团的斗争就无法结束, 必将留下无穷的疑患。 而这项工作就是由韩儒、李彪、 乾隆熙负责主持的。 尽管韩儒、乾隆熙最初不想广缩庶苑, 但他们最后还是按照明思宗的意志, 开列二百六十亿人的阎党名单, 分八等定罪, 交由皇上亲自裁定, 颁布中外。 这对阎党无疑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遵守致谢。 退朝后, 韩儒针对魏忠贤专权是内阁首府不在朝防, 而在私底处理百思张奏, 并于赐府甚至重府分头拟票, 以行其私的作法, 向明思宗进言, 尚所欲甚善, 而密武正姬, 诸臣参护拟意, 不必显言分合。 至臣等臣婚入职, 使不能报谢宾客。 商政事者一向鉴于朝防, 而一切尽私底交际。 意思是, 你票之事在首府主持下秉公办理, 而不必强调事分事合。 府臣早晚都在朝防值班, 不在私底接见宾客, 又要事项商事一律到朝防来谈。 明思宗听后, 立即宣誉百官, 遵照执行。 崇祯元年, 1628年, 11月初, 立部依照明思宗的指示, 会推增补内阁俯陈的候选名单, 结果推出东邻党人呈机命, 前千亿等十一人, 而被明思宗看中的李部又是郎周延如, 不在其中。 有人便暗中散布流言, 说此番会推, 借千亿党把持。 一心想钻进内阁的李部尚书温体人间有机可乘, 遂解天启元年, 1621年的所谓关节受贿事件, 帝成执法盖世神奸书, 指责前千亿官节受贿, 神奸结党, 不当与阁臣选。 明思宗问他兼党是谁, 温体人先是指主持会推的吏部和科导官员, 后又将为前千亿变白的俯臣, 也说成是前千亿的同党。 所谓官节受贿事件, 本来在天启年间早已结案, 明思宗下令重审, 结论与原先一样, 证明官节受贿与前千亿无关。 庭臣因此愤愤不平, 愤愤上书弹劾温体人。 12月, 御使毛九华借罚温体人家居时, 曾向崔承秀兴会, 御使人赞话也弹劾温体人取昌, 那会夺人财产等不法行为。 明思宗召见大臣, 温体人仍立底毛, 认为前千亿死党。 明思宗申以为姓, 深夜秉竹, 在内殿召见寒卢等俯臣, 气愤地说, 六科十三道各有执掌, 国家大事不见条臣, 只以私意彼此相攻。 若再如此, 朕将罪以乱政之法。 寒卢揭发礼部尚书等大臣 与燕党互相勾结, 贪污腐化的罪行, 这就是国家大事。 但寒卢不好直接顶撞皇上, 只得说毛九华, 人赞话等严官一时见识不透, 请求皇上宽佑他们。 明思宗接着说, 清剑人何曾有国家的意思? 若实时为国为民为封疆, 朕自看得出来, 如今定有一件私意, 方才尚本。 方今是何事? 东西交警, 南北用兵, 不忧国, 只是分立门户, 动说什么党, 什么东邻, 何一国是家庭? 从内殿回来, 寒卢急剧皆上奏, 说, 人臣不可以党是军, 人君亦不可以党一臣, 但当论其财品赃否, 只也修费而处置之。 若歌毛望其于庙堂, 朕欲横分于功夫, 非国之福也。 意思是, 人臣时君不应分门别户, 人君对待众臣, 也不必问其是东林还是非东林, 而应按其人品与才能进行处置, 只有这样做, 才能真正消除存在已久的党争。 可惜, 明司宗听不进去, 为于采纳。 第三, 保护政治知识, 抑制邪恶小人。 天启五年, 1625年, 八月, 抗金名将雄廷弼被为忠贤陷害致死, 传守九鞭, 遗体不得归葬, 并被抄家追赃, 事宜打冤案。 崇祯元年, 1628年, 修, 公部主师徐尔曾为之诉冤, 要求为其昭雪, 为获专许。 第二年, 雄廷弼之子义却尚书, 请求携附施归葬。 寒卢即为之申冤, 说雄廷弼之死, 时由逆烟为忠贤欲杀杨连, 为打中物以行贿, 从而禁杀杨连等人。 接着, 由物以贪污十七万两, 严令追赃, 查抄家产, 刑计欺奴, 迫使其长子自吻而死, 女儿吐血而亡, 冤情大义。 宁四宗终于允许雄廷弼之子, 携其复之遗骸归葬。 天启年间, 由燕党杨违远引进的御师使运, 高姐, 在内阁大学市刘洪迅霸持杨违远等燕党分子之后, 合力攻击刘洪迅, 因而为严官所不齿而被罢官。 王永光执掌力部后, 又极力推荐, 你重新加以启用。 钱东西坚持正义立场, 坚决反对, 忠实辞意告尽。 刘洪迅当阁臣时, 锐意认识, 痛斥燕党杨违远, 李恒茂, 杨索修或维华之流, 因此引起燕党分子的刻骨仇恨。 他们合谋攻击刘洪迅, 勿以受贿, 擅自改斥, 并合一用田阳巡抚四川, 受贿两千斤。 李彪, 前农西都站出来为之辩护, 立言洪迅不宜由此, 改斥之势, 立禀其纳会之务。 第四, 悉心处理军国重务。 韩禄赴任首府后, 辽东形势危急, 但国家财政困难, 朝义都主张财太各阵驻军, 兵科给市中刘茂还尚书建议财太一族。 明司宗拿不定主意, 向韩禄征求意见。 韩禄回答说, 财太冗兵, 应该只清理冒名战绩持空想和增值的冗兵, 冲要地方的俄兵不能财太。 一传负担过重, 疲惫不堪, 应该责成各地的巡抚, 巡案查实和检, 以苏民困, 将节省下来的费用还之于民。 明司宗点头表示赞同, 明司宗好查边士, 常派常卫的齐卫四处真词。 宣抚巡抚李仰冲上书委婉的批评说, 齐卫往来如知, 来无影, 虚无踪, 不仅踪迹不定, 而且费用也无所从出。 明司宗不明所以, 将这个奏书拿给李彪等俯尘看, 问道, 边情危急, 派遣齐卫侦查, 有什么不对? 再说, 祖宗设立场位是干什么用的? 李彪回答说, 派其位侦查确实应当慎重。 李仰冲的奏书认为, 其位外出侦查, 地方官就得向他们行贿, 否则怕他们回去说地方官的坏话。 但要行贿, 这笔钱又从哪里出呢? 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明司宗听了, 漠然不语。 重真两年, 1629年, 10月, 黄太基统帅后金八旗兵绕到蒙古闯关南下, 渠道尊化, 将博渡成。 京师戒严, 明司宗及召庭臣商议对策, 吏部左侍郎承机命, 请求召还天启银监, 曾任阁臣的孙承宗任以兵室。 明司宗嫁以采纳, 任命承机命为内阁大学士, 并命孙承宗以原冠间兵部上书, 筹划通州, 今北京通州区守备。 孙承宗入京, 明司宗当即召见, 寻以御敌之策后, 连连点头称赞, 命其总督京城内外首逾十五, 仍参为卧, 并催促首府韩卢草拟赤书命所思, 指军事机构, 助给官方印鉴。 孙承宗与袁崇宦帅明军英勇作战, 跌错后勁军队, 终于逼迫皇太极退兵, 使京城转位为安。 东林内阁秉正言语, 辅佐明司宗定役案, 李朝政, 申正义, 义邪党, 宝京师, 工作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 但不久, 明慈宗悟中皇太极的反建计, 下令逮捕入魏京师有功的原重还, 焉党余涅, 借机掀起一股翻暗风, 无险, 攻击参与清查逆案的韩卢, 李彪与钱宏熙等东林党人。 钱宏熙于崇祯两年, 1629年, 12月致氏归离, 后被带入赵宇。 崇祯三年正月, 韩卢也致氏还嫁, 到三月, 李彪起秀家居, 至此, 所谓的东林内阁便告解提了。 在酝酿组建东林内阁的同时, 明司宗也在思考如何平定涉案之乱, 稳定西南局势的问题。 洪武初年, 明朝在统一西南地区时, 为了减少阻力, 明太祖实行繁西南一来规则, 即用原官授制的政策, 保留并新建了一批吐司, 通过他们来统治当地的少数民族。 吐司职位是世袭的, 但其承袭必须经过朝廷的审核并履行严格的手续, 吐司对朝廷赋有按时朝共服从征调的义务。 不过,吐司的内政完全自主, 朝廷不加干预, 因而也具有较强的割据性。 某些吐司的野心一旦膨胀, 图谋割底自立, 便会发动武装叛乱。 洪武四年, 引371年, 明军平定四川, 原一族永宁宣府司路赵归赴, 选改为安府司, 七年又改为宣府司。 万里初年, 永宁宣府使舍晓忠死, 舍氏家族内部发生二三十年征习职位的斗争。 后来, 在朝廷的支持下, 由舍晓忠之七世同富养长大的舍晓忠之直舍崇明成习职位。 舍崇明表面上对明廷恭敬有加, 实际上心虚意志, 与其子舍淫暗中招纳亡命之徒, 图谋反叛。 天启元年, 1621年, 后经攻占沈阳, 辽阳, 明廷遣官招募川兵赴援辽东。 舍崇明请吊马步土兵三万元辽, 得到批准后, 急遣齐续樊龙, 不党张同等领兵奔赴重庆。 但他们到重庆后, 却又久住不发。 四川巡抚许可求带兵一阵重庆, 催促其从速进兵。 樊龙等要求给每个土兵发放安家银二十两, 朝廷因国库空虚, 只答应发给每个土兵十七两, 三万马步兵共计五十四万两。 后因筹措困难, 实际只拨付四万两。 樊龙等便以此为借口, 于九月发动叛乱, 朱沙虚可求等二十多名文武官员, 占领重庆。 后分兵四路, 一厄奎州水口, 一手通往齐江, 遵义之要道, 一段通往卢州之交通, 一节川西之战道, 构筑其坚固的方线。 在永宁, 近四川续永, 等待消息的奢重宁, 得知樊龙已顺利占领重庆, 立即与其子奢银率领大军攻占遵义, 并分兵攻大河江, 那西、卢州、新闻、永川、常宁、 荣昌、龙昌、碧山等城全属震动。 奢重名字号大梁网, 设成像以下个文武官职, 于十月间统兵数万进为省城成都。 此时, 成都城内只有两千名守军两项高处, 四川左部正式朱谢园一面集邀石柱, 金属重庆、罗刚, 金四川德阳东北、龙安、 金四川平武、松、 金四川松攀、 茂、金四川茂县、 朱道兵入园, 并征集成都周围二百里内的粮食运入城里, 以免于巡乱玉士薛夫郑, 又不正式周住、 岸查士林载等分辟聚首。 朱谢园用火器击退叛军的进攻, 又派人掘开独江眼, 放水注满早已干涸的护城河, 以组织叛军的攻势。 叛军在成都四面筑齐望楼, 高于成齐, 朱谢园派勇士突击, 斩杀三名叛帅, 放火烧毁望楼。 朝廷得到朱谢园聚首成都的奏报, 提拔他为右辅都于使, 兼四川巡抚。 不久, 石柱宣抚司长印语土官秦良玉, 带兵抵达成都城下。 此前, 摄崇明举兵反叛后, 曾前使携封后的李平去找秦良玉, 望土拉他入伙。 但秦良玉向来对朝廷忠心耿耿, 他下令斩杀来使, 令其地秦民平, 执勤一鸣, 带领四千土兵集区重庆, 前渡渝江, 驻迎南平关, 经重庆南川区南平镇, 以断叛军之归部, 自己则应朱谢园之调, 轻率六千精锐速将而上, 复原成都。 与此同时, 其他诸道员兵也陆续收复安乐, 乐之等线, 赶到成都城下。 不过, 此时叛军的增援部队也陆续到来, 双方的战斗进入僵持的态势。 天启两年, 162年, 正月, 奢崇明的叛军制造行刺舟船的工程器械, 高一帐左右, 长五百尺, 中企楼数层, 在这首持鸡弩都市的数百名叛军, 有几百头牛拉着前进, 向成都守军发起攻击。 朱谢园招募勇士发射炮石, 击中驾猿之牛, 牛掉头反走。 官军城市发起冲击, 大败叛军。 奢崇明部将罗前向见叛军使衰, 主动联络官军, 决意投降。 朱谢园又派牙将周思胜炸响, 邀奢崇明前来商议有关事宜, 奢崇明果然应约前来, 后察觉重计, 急忙打马而逃。 他眼看破城无望, 准备撤军。 罗前向趁机在营内纵火, 叛军打乱。 奢崇明父子, 仓皇拔营远顿, 逃往卢州。 罗前向帅部归名, 被围困一百零二天的成都, 至此彻底解围。 成都解围后, 官军乘胜追击, 次第收复江安、 新都等地。 五月, 各路官军进逼重庆。 重庆三面祖将, 只有承熙一面通路, 单驻有佛徒官, 二郎官两道险官, 一守南攻。 叛军拥有精兵数万, 驻守承熙通, 远门城侯至二郎官的十七个营类。 朱谢远经过精心策划, 命监军附使邱志冲, 杨树成和总兵杜文焕率兵 从正面发起进攻, 领秦良玉, 秦明平率兵绕至后路, 两面夹击。 叛军金魁, 秦良玉等夺取二郎官, 杜文焕破佛图官。 朱将近抵城下, 进行河北, 城中粮食匮乏。 朱谢远以祭秦杀繁龙, 张同义为乱兵所杀, 实现九个月的重庆中备收复。 接着, 官军又收复了 据永宁宣府司不远的卢州。 11月, 明廷晋升朱谢远为兵部右侍郎, 总督四川, 兼至湖广军务, 仍兼四川巡抚。 一年, 即天启三年, 1623年, 4月, 朱谢远绝技攻占永宁, 捣毁奢崇明的老巢。 他召集朱将, 说, 我久不得置于贼, 我已分, 贼已和也。 认为官军 所以迟迟未能平息叛乱, 是由于兵力分散, 而叛军兵力集中的缘故。 于是, 他立迎永宁北面的那西, 扬为进去, 暗中却令大军 会击于永宁西北的常宁。 不止停荡后, 即由常宁发起强攻, 连破马堂砍等债, 然后与秦良宇和兵, 在土地砍击败奢隐, 追至老军营, 梁散铺, 禁焚齐营。 赴追至恒山, 入清刚平, 进敌永宁城下, 一鼓而克之。 叛军不少人逆水而亡, 两万人投降。 副总兵秦衍作等, 也攻占遵义。 奢崇明父子, 逃入令州, 经四川古令。 官军继续追击, 于七月收复令州城。 奢崇明父子帅残步逃往贵州水溪农场, 在经贵州修文, 课重罢, 投靠奢崇明之魅, 水溪宣卫氏安瑶臣之期奢赦辉。 朱谢元认为, 四川以乌叛军, 也不穷追。 奢崇明便在贵州安顿下来, 与安邦宴的叛军会合, 做最后的挣扎。 安邦宴是贵州水溪遗族宣卫氏安卫的叔父, 是权力欲极强的野心家。 万历末年, 水溪宣卫氏安瑶臣死后, 由年幼的儿子安卫习职, 齐齐奢赦辉带官吐司事务。 安邦宴一心想取安卫而代之, 进而具体称王。 他暗中勾结奢崇明, 奢崇明起兵叛冰后, 派人向他求助, 他急于天启元年, 1621年, 2月协安为居兵响应。 一世间, 四十八土木各帅不应赫, 全省骚动。 安邦宴分兵公婆安顺, 平靶、 詹义, 进云南宣威, 自统一军进为贵阳, 称罗殿大王。 3月, 明西宗令湖广、 云南, 广西官军复原贵州。 尚未卸任的贵州巡抚礼运和巡岸御师石永安督帅贵阳城中军民, 拼死抵御。 安邦宴几次尝试攻城, 皆无法拿下城池, 便派兵截断通往贵阳的各条道路, 使各路官军无法入园贵阳。 礼潭和石永安见城中良静, 人相识, 连张相天启元年10月拓任贵州巡抚的王三山告急, 要他从速复原。 王三山进兵平月, 经贵州扶权, 遭到挫败, 又派人向四川求援, 迟迟不敢进兵。 石永安府尚书弹劾, 他这才分兵三步, 向贵阳挺进。 安邦宴听说官军突治, 不知人数多少, 派人侦查, 回报说有数十万之众, 仓皇带领护卫逃窜。 北围十个月的贵阳忠告收复, 但城中的四十万军民大多已战死, 饿死, 仅于二百人。 贵阳解围, 王三山虽有轻敌之心。 不久, 胡广、 广西、 四川的援兵先后到达贵阳, 他决定继续追击叛军, 于天际两年, 162年, 12月底令义军囤陆广, 在近贵州前夕东, 只向大方安卫巢穴, 义军囤压尺, 近贵州前夕东南。 只向安邦雁巢穴, 两路官军仅有汉土兵六万, 加上轻敌冒进, 先后被数万叛军击败。 贵州境内的苗族吐司, 捡官军失利, 纷纷起兵附和叛军, 近举龙礼。 安邦雁和逆党宋万华等, 再犯贵阳, 被官军击败。 宋万华及其七一街北秦, 安邦雁为之夺气。 不久, 附和叛军的朱苗相继降负, 王三善发下黄旗, 领树朱苗寨中。 安邦雁望之胆寒, 不敢再出来活动, 只能屯兵水溪以自首。 后来, 奢崇明父子在四川被击败, 逃入贵州投靠水溪, 奢崇明的气焰又复嚣张起来。 面对这种局势, 王三善决定何时尽叫, 他集合朱将商议, 但天启二年十一月, 出任贵州总督的杨树中, 与朱将却多持反对意见, 主张实行招负。 王三善兼职几亿, 于天启三年任十月, 亲自统兵六万渡过吴江, 进攻大防。 奢舍会及其子安卫逃亡火灼宝, 在贵州西北部, 安邦宴逃奔至金宝。 安卫派人启祥, 杨树中应允, 要求他勤贤舍崇明父子以自数。 王三善附加一个条件, 出勤贤舍崇明父子, 还要勤贤安邦宴, 采取招负。 双方来回谈判, 一拖就是几个月。 安邦宴因此获得喘息的机会, 重整旧部, 聚集力量。 在这个关键时刻, 王三善又拟在贵州改土归流, 废土司改设郡县, 当地苗族和土司惶恐不安, 又纷纷依附于安邦宴, 叛军势力赴阵。 孤军深入的王三善九屯大方, 陷于乏梁的困境。 杨树中因与他意见不合, 拒绝伸出援手。 王三善值得在天启四年, 正欲向贵阳撤退。 叛军尾随追击, 中军参将王俭忠, 副总兵秦明平斩没。 安邦宴又令心腹陈其余乍乡。 王三善不知有甲, 令其随行参赞军务。 陈其余便在压迟将王三善撞下马来。 王三善自闻未死, 被拂于海。 明廷逐渐意识到, 王三善等人的战死, 涉安之乱迟迟不能平息, 是由四川和贵州两省的军事行动 不相协调造成的。 为了统一指挥, 天启五年, 1625年, 三月任命朱谢元 以兵部尚书贤总督云, 贵、川、湖、 广西军务。 朱谢元奔赴重庆, 调集兵马。 安邦彦真知, 拟称朱谢元发兵之前, 于天启六年分兵进返云南, 遵义, 而领奢银攻打永宁。 但奢银未及举兵, 即被朱谢元收买的心腹阿尹杀死。 奢银一死, 安邦彦觉得自己年岁已大, 难有作为, 遂向朱谢元求抚。 朱谢元奏报朝廷, 得到云准后, 派参将杨明辉前往昭府, 自己责毁浙江山淫老家 料理附近的丧事。 但杨明辉奉朝廷之书, 却只昭府安位, 而未赦免安邦彦之罪。 安寿彦一怒之下, 杀掉了杨明辉。 府亦犹是告秦。 冥司宗纪委后, 忙于清除燕党势力, 无暇踏顾。 到了崇祯元年, 1628年6月, 魏忠贤, 克氏和崔承秀已被清除, 三朝要点已被焚毁, 清定逆案的名单也在草拟之中, 他便重新下令召回朱谢元, 命其仍督云、 贵、船、湖、 广西军务兼巡抚贵州, 赐予上方舰, 继续负责平顶安舍之乱。 此时, 叛乱发生已近七个年头, 战火纷飞, 离井萧条, 贵阳居民不及五百家, 附近山谷的苗、 种家、 布一组, 又因官军多杀将报公而依附于叛军, 局势非常严峻。 朱谢元赴任后, 大力招俘留乙, 广开屯种, 招募勇士, 扩充兵力, 并席掉云南兵马夏乌萨, 经贵州威宁, 四川兵出永宁, 夏碧杰, 自己亲统大军驻扎陆广, 以逼大放。 令派总兵关许成名, 参政政朝东由永宁收复池水。 安邦宴闻讯, 派兵分手陆广, 鸭齿, 三叉河, 在京贵州之金县东部, 朱耀冲, 令派乙军赴尊义。 安邦宴自称四亿大长老, 奢崇明自号大梁王, 其部将西号元帅, 想以水溪为根据地, 称王西南。 他们统兵十几万, 赴永宁已于川军, 行至赤水河, 朱谢元受益许成名扬拜, 诱敌深入。 安, 舍不知事迹, 禁至永宁。 朱谢元来前总兵林赵鼎, 副将王国珍, 刘洋坤分别率兵从三叉, 陆广, 遵义三个地方向永宁挺进, 对安, 舍行成何为之势? 安邦宴急忙分兵四英, 兵分而利弱, 而官军人多势众, 叛军因而纷纷窥逃。 在天启两年, 162年, 以投向官军的元舍崇明部降罗前向, 又以骑兵绕出骑背进行突袭。 安邦宴, 舍崇明逃奔永宁武丰山桃红霸的山顶, 官军成务猛攻, 安, 舍又负大败。 最后逃至红土川, 于崇祯两年8月17日, 皆负伤而被负斩。 安邦宴, 舍崇明授手之后, 朱谢元以贵州境内叛军以大步被监, 捕予穷兵, 派人招负安卫。 安卫犹豫不决。 朱谢元急诸将商议, 说, 水溪的深险多庆荒, 满烟薄雨, 磨变昼夜, 深入难出。 仅当恶其要害, 四面谍公, 贼乏食, 将自闭。 朱将一计而行, 四面谍公百余日, 必敌万余。 副将刘养坤又派人深入大坊, 放火焚烧安卫的公社。 安卫大为恐慌, 于崇祯三年, 1630年, 派人请向。 朱谢元提出四个条件, 贬制, 割出六目的归朝廷, 交除杀害王三山的凶手, 开提毕竭等异道。 安卫全部接受, 甩48图目投降, 安蛇之乱彻底平定了。 第二节, 整肃立志, 为财失局。 明司宗在即为赵中宣布, 他将在遵循组织的前提下, 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解决立志与民生问题。 但实际上, 他对民生问题只采取了若干小动作, 如在崇祯元年, 1628年, 2月下令暂停苏航制造太监的上贡, 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相对而言, 他对立志的整肃倒还比较用心, 多少算是做了点实事。 在成楚魏忠贤, 克氏和崔承秀之后, 明司宗于崇祯元年, 1628年, 正月十二日即介于百官, 要求他们自今为始, 各物抵着费长, 各修职业, 提经明镇作之念, 解忧护严满之喜, 物得苟怀司徒, 智奋国事, 动为之全坚掣肘, 不得自行其志。 经大监祭除, 执掌还之各司, 而由不治中节节, 亦非所以是镇也。 指内外各衙门今年必斗, 尚未清理, 该不愿自行检举陈奏, 同家喜踢, 物事虚稳。 大要为国劫财, 为民则利, 故于者以封疆为重, 守徒者以民困为本。 岂有邪司怀功, 诚意盈听, 不从国家启念, 专以窥想望盈者, 朕不识连察, 绝不清代。 一切奏义有关国籍者, 遵我祖宗惩罚, 不得妄议分耕, 为其大发小莲, 柔远银耳, 以左朕平民之志。 三月初七日, 俯臣李国曹条陈时大新政, 请求皇上立弊为之志, 物典学之意, 执总满之药, 广听那之方, 谨内侍之鉴, 从节俭之德, 和执掌之实, 经用人之衡, 许下民之苦, 循久任之法。 明司宗批示道, 倾所奏实事, 定谋说话, 避震新政, 使官震宫, 当一一采纳实行。 5月24日, 明司宗召见阁部大臣等官员, 与俯臣来宗道等约, 票拟之事, 许悉心商榷。 玉立不臣约, 起废势众, 悔推一慎, 又指示户部边想错办无数。 在询问兵部事务, 尚书王再近的回答不够香气, 明司宗便命太监拿来执笔令旗写下称赏, 而后, 又高预刑部, 天罕, 凡用刑务校, 先朝平云。 此后, 明司宗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着手整肃立志。 明司宗整肃立志, 侧重于改革用人制度与提高行政效率两个方面。 在用人方面, 明司宗面对复杂的局势, 成对的问题, 急盼打破原有制度的束缚, 选择具有真才实干的人才出任各级官吏, 帮助自己实现忠心之志。 崇祯两年, 1629年, 11月, 后金兵临经师, 汉林院述集市刘志伦尚书, 说国家仰视二三百年, 豪杰莫不思望风自效于缺下。 但他们不屑奔走于庸夫俗子之前, 而又不肯淫缘巴结权贵以斩其财, 如果广兴招来而鼓舞之, 则一人可当千百人之用。 希望皇上愤然图治, 破除庸俗之调, 开功名之门, 选任豪杰之士, 凡战手之方, 计较之术, 一切听其所谓。 谁能决策捍卫都城, 祖敌必尽经交者, 急于决赏, 谁能控于通舟, 昌平于敌决斩, 使之不犯先皇陵秦者, 予以决赏。 与此同时, 树吉士今生也尚书, 奏臣以众兵守于通舟, 昌平, 并推荐草泽一时申辅与刘志伦, 说他们具有将才, 可应此任。 申辅是个游方僧, 与刘志伦结识后, 常一起谈论兵士, 并自飞造出单轮火车, 用火器基底的战车, 片香车, 手车, 也是战车, 还用木头造西洋大小炮。 冥司宗派人取来他们自造的战车, 看后十分高兴, 即日召见, 宁申府为金营副总兵, 赐给白银十七万两, 令其招募新军, 便宜从事, 改金生为山东道御市, 兼申府军, 守刘志伦兵部右侍郎, 赴尚书宁梦的协理金营容证。 申府仓促招募数千人, 皆市井游民所需军装, 兵器又不能按时攻击, 自然没有什么战斗力, 接连为后金军队所败。 申府也于荡月二十日, 在卢沟桥阵亡。 第二年正月, 刘志伦也在尊华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宁司宗这次着用申府, 刘志伦等人, 虽然没有收到御敌的实际成效, 但申, 刘志伦都表现出 效忠国家的英雄气概。 此后, 明思宗仍然坚持这一用人方针, 并将他概括为 先财后手四个字。 所谓先财后手, 几把财干放在操守前面, 就是为财事举的方针。 当时许多大臣 对这个方针有不同意见, 有的赞同, 有的反对。 左都御使刘宗舟 及持反对态度, 说许多人只看财干, 不问操守, 但从来没见过操守不行, 品行不端的人, 遇到敌人敢于向前冲杀, 使兵能听从他的号令的。 但明思宗强调, 即便之日, 先财后手。 刘宗舟说, 前人之所以败坏, 都是由于贪欲膨胀的缘故。 所以, 就应对时局的巨变而言, 也应先手后才。 明思宗仍然坚持, 大将别有财局, 非图操守, 渴望成功。 认为在危机四伏的非常时期, 必须选拔和任用 能救实际式的干财, 而不能没守成规, 刻意追求实权实美的完人。 根据这个先财后手的方针, 明思宗强调, 选任官员应布局资格。 明处官员的任用 不受资格的限制, 大地有以下三个途径, 一是建局, 二是进士和在国子间读书的共生, 即建生, 三是立员。 洪志, 正德以后, 开始强调资格, 形成进士为意图, 举人, 共生为意图, 立员等为意图的三图并用格局。 三图之中, 由众进士, 而轻举, 共。 至于立员, 只能担任最低级的官职。 到成华末年, 立员尽可担任左二, 幕僚, 兼当, 管库之职, 非得有人保举, 才能担任周县的正官。 明思宗对这种制度很不满意, 多次告语, 掌管官吏任用的立部, 国家用人, 为求势力民安。 拥笔之徒, 不堪内外, 若具资奉, 其人得以, 如国事苍生河。 认为国家用人, 只求把事情办得顺当, 百姓安定。 拥笔之徒, 是既当不了经官, 也做不了地方官的。 如果只看资历, 兴奉就加以任用, 他个人当然高兴了, 但国家和百姓, 又该怎么办呢? 崇祯九年, 1636年, 二月, 山阳无举陈其心意去上书, 痛臣用人为问资格之笔, 说, 国初典使寿都于使, 供生寿不正, 使, 秀才寿上书, 家境时由三徒并用, 今为一徒。 举, 供不得止显观, 一举尽事, 横行放淡, 此资格之柄。 他手捧奏书, 在正阳门外跪了三天, 才有太监递入宫中。 名字宗月后, 赶到此书, 切合他用人不拘资格的意志, 立即提拔他为利科给适中, 利兵科给适中。 类似这样, 破格着用人才的势力, 还有很多。 仅由举人出任巡抚的数量, 就大大超过此前的所有皇帝。 据清代官修明史的记载, 明是举于香而适至寻服者, 龙请朝职海瑞, 万历朝张守中爱慕, 庄列帝以破格求财, 得识人。 修敏阳, 宋一鹤, 喝藤娇, 张亮以忠义著, 刘可逊以武功本, 刘英玉, 孙元化, 徐启元皆以勤劳至位, 而沉心假观醉险。 修敏阳等识人都是举人出身, 而官制巡抚的。 陈欣甲更由宣抚巡抚, 升至宣大总督, 最后官制兵部尚书。 明慈宗还把选任官员布局资格的做法, 运用到内阁大学室的选拔上。 明代的内阁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行政机构或决策机构, 而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 内阁大学室的升降由皇帝决定, 其票拟是否被采纳, 最终还得取决于皇帝的批红。 但内阁大学室毕竟是皇帝的重要助手, 在明代中后期是皇帝下面地位最高, 权力最大, 对证据影响最惧的大臣。 因此, 对内阁大学室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 也就成为明司宗用人制度改革的一个重点。 明初的内阁大学室, 借从汉林院的编修、检讨、试读、试将官员中选任。 汉林院的官员在明初朱瑟仁等兼用。 天顺两年, 因458年, 内阁首府大学室李贤奏定汉林院钻修专用进士。 以后, 非进士不入汉林, 非汉林不入内阁, 虽成定制。 明司宗即位后, 照见大学室商议正事, 发现有些阁臣虽饱读诗书, 有文学之才, 但往往不安政务, 更不了解现实的国情, 不仅没有应辩计时的能力, 而且还常常闹出一些大笑话。 比如大学室郑一伟, 有次代皇上遗址, 竟将奏书中的何况两字当作人名, 在票拟中写道, 何况这暗抚提问。 令所在地的寻暗, 寻抚提审何况, 让人哭笑不得。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明司宗先是往汉林院掺沙子, 改变非进士哺乳汉林的格局。 崇祯七年, 1634年, 他下令考选推官、 支付、 统治、 通判的下属官员, 掌管司法监察、 直线, 从中选拔编修、 检讨、 进入汉林院, 从而改变汉林院官员 清一色进士出身的状况。 接着, 由于第二年六月, 任用非汉林之外, 辽张执发为内阁大学士, 从而打破非汉林不入内阁的惯例。 张执发为万历二十九年, 1601年, 近世, 历人之县, 礼部主事, 御史, 大礼四成, 清礼击毙, 多索礼正, 得到明司宗的上市。 崇祯八年春, 着升为刑部又侍郎。 六月增至阁臣, 虽卓为礼部左侍郎, 见东阁大学士。 他是自家近年间许赞之后, 自外辽着任阁臣的第一人。 此后, 还有多名非汉林的外辽, 被着入内阁参与激务。 崇祯十一年六月, 吏部官员反对这种 自外辽着任阁臣的做法, 你用老办法 从汉林中会推阁臣。 明司宗不允, 命在斟酌, 说, 此臣不具资序, 前指甚名, 何滥讯有疑也。 其并推在即堪认者, 他之所以一再坚持并推在即, 即外辽中的堪认者, 使御阁臣通知六部时, 了解熟悉六部的政务。 由于原有的阁臣中 已有首辅刘宇亮出自立部, 于是吏部官员便从户部推出薛国祥, 从礼部推出方逢年, 从兵部推出杨思昌, 从工部推出蔡国勇担任阁臣。 刑部推不出合适的人选, 便以大理司少卿范富翠代之。 其中, 仅有方逢年曾担任过汉林院编修, 其他人皆出自外辽, 而范富翠由少卿担任阁臣, 有属艺术。 为了求得更多的人才, 明司宗还继一步开放藩禁, 允许宗室子弟入学映室守官。 明治, 除皇帝的嫡长子封为皇太子, 作为储君之外, 其余皇子皆封亲王。 亲王嫡长子年级十岁, 立为王世子, 长孙立为世孙, 其余诸子年十岁, 封为郡王, 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 嫡长孙受长孙, 其余诸子受镇国将军, 孙受府国将军, 曾孙受奉国将军, 四是孙受镇国中尉, 五是孙受府国中尉, 六是以下皆受奉国中尉。 这些宗藩, 皆时代享受岁路, 不受职任事。 而且, 藩禁越来越严, 藩王救国后不允许再度入京, 甚至不准出城, 即便给父母扫墓, 也得事先提出申请。 同时还规定二王不得相见, 宗室子弟形同囚徒。 亲王和某些郡王既有丰厚的岁路, 还可在岁路之外, 得到各种名目的赏赐, 生活忧郁。 将军以下, 特别是中尉, 岁路就不那么丰厚, 也没有什么门路, 可取得朝廷的赏赐, 只能尽量多取妻妾, 多生子女, 或者收养异性, 以增加路米。 因此, 宗室人口迅速膨胀, 岁路的数量也大量增加。 朝廷因负担不起, 常常不能按时发放, 只是许多将军以下的宗室成员, 穷困潦倒, 衣室无拙。 嘉靖初年, 早阳王朱又思尚书朝廷, 所宗室久故穷困, 请求开四民业, 以安平宗, 且省陆梁, 明史宗未予批准。 后来, 南陵王朱沐阳又条陈妻事, 提出立宗学以崇德教, 涉选科以省陆米的建议, 也未被理睬。 龙庆两年, 1568年, 王时珍应召尚书, 建议废除奉国将军诸子的录制, 让他们分居附近周县, 拨给房款, 免出摇曳, 从事农耕或商骨。 有志于举业者, 让他们照常入学应试, 经考试后, 出任南京籍, 部政、 司、 府、 县官, 也未被采纳。 万历年间, 刘英秋上, 一处宗翻试遗书, 详论宗室子弟, 以开四民之野, 自谋生路及入学应试守官, 认为让宗室子弟开四民之野, 持出城之进, 即可省坐时之费, 减轻社会经济负担, 又可使他们得到固定的收入, 缓和朝廷与宗室的紧张关系, 引起了明神宗的重视。 万历二十二年, 1594年, 正是自朱宰玉书请宗室皆得如福就时, 无论宗外职, 宗室者食材品妻室。 明神宗忠于下诏允行, 但指令奉国中尉以下人等入学应试, 而辅国中尉以上不许, 理由是辅国中尉以上爵位尊重, 难以受之。 万历三十四年八月, 礼部左侍郎李廷基对此提出异议, 指出风厥与科举原属二徒, 如果辅国中尉以上的宗室子弟愿从科举, 中尉后自应按照世子出身的资格一提选任官职, 而不拘泥于原先的爵位。 明神宗才再次下诏, 领宗室将军镇国中尉, 辅国中尉皆可与生员共同应试, 并规定如果中了进士, 二甲选任执州, 三甲选任推官, 直显, 如果相识中举, 也招常理出售官职, 但一律不得出售经职。 加进以来, 所有请求开放藩禁, 允许宗室子弟入学应试的建言, 都从减轻朝廷负担的经济角度来考虑。 明思宗既一部开放藩禁, 更多的是从严懒人才的角度着眼。 崇祯四年, 1631年, 宗室子弟朱统师考中进士, 出选书即逝, 立部以统师宗室, 不以官进进为由, 请求改任中书涉人。 朱统师据理力争, 明思宗命仍受述即逝。 崇祯八年正月, 立刻佐给市中阮振亨上言, 请求仿孝明太祖重定祖训部, 办辞朱王的办法, 身斥宗藩势力。 当时, 农民起义军纲, 宫破凤阳, 焚毁皇陵, 明思宗集思广罗贤财, 随重申祖训的规定, 郡王子孙有文武才能堪认用者, 宗人辅具以其名本。 朝廷考验, 换手官制, 其声转如常选法。 一年二月, 李布拟初选用宗室人才的具体条例。 第一步是建局, 规定宗室子弟先由五宗保洁, 再由王府长史剧结相访, 城堡亲王核查, 开剧才能实际上报。 第二步是考验, 游补, 愿书列学行俱拙, 博学多文, 经于心计, 书于行明, 闲于礼乐文章, 兼通水利, 保障抚循, 安抚百姓, 等项, 逐一叩问其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 再举行对策考试, 或由皇帝平台照对, 然后阴才收治。 条例还就宗室子弟入室后品级的转换, 升迁, 截认等逐一规定了具体的细则。 但是, 宗室子弟长期在王府中过着娇生惯养的生活, 对明思宗此举的意图并不理解, 他们渴望的是高官厚禄, 并不愿意从事繁杂的日常工作, 因此往往产生失望的情绪。 比如辽王的后裔朱树勋, 被明思宗亲赵鲁京后, 受为户部主事, 负责管理操场。 他老大不高兴, 尚书发牢骚说, 以奉旨亲赵, 亲成赵队之官, 一出门外, 便被户部尚书拿去买草。 为了求得更多的人才, 明思宗还重申宝举致致。 重甄八年, 1635年, 八月, 他告语百官大臣, 致致安民, 全在府岸道首令。 府道得人, 则首令资诉。 年来生府道, 内地敬营, 边角规避。 或其老旗贪庸, 又勤勉孤容。 见以首令不才, 民生欲翠。 今后力不误在祥和, 见在府道不堪者, 磕道直咎。 并按祖宗保举惩罚, 令南北两经三批以下, 五批以上的文职官员, 各举勘认知福者一人。 无论是中举或未举的共生, 见生均可, 令在京汉林, 柯道官, 即在外府岸, 私道, 知府各举州县官一人, 也不拘资格。 至崇祯十一年二月, 吏部已保举释手知州五人, 知县二十一人, 周同志三人, 判官五人, 县城, 主部各七人, 另有不堪认使备霸持者五人。 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 明思宗反复告语百官, 办事应务实虚文, 要注重失效。 他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官僚主义作风, 提出严厉的批评, 说, 祖宗设立不科衙门, 各有执掌, 内外监察, 法慎明辈, 乃近来人情顽舵, 废弛成风, 即如各项张奏, 或奉旨而科抄九步道步, 或以抄而该步九步提赴, 以致紧要事务率多基持, 书非正体。 针对这种状况, 他下旨规定, 自崇祯元年, 1628年, 2月所发的张奏, 都显十天内做出批复, 如仍即为, 不可互看。 6月, 公科给市中刘安行巡视太仓银库, 发现银库预知官缝多达36万两。 明思宗得到奏报, 急命刘安行会同户部进行清理, 查明是哪位官员何年何月预知官奉, 多少数额, 限十天之内向他报告, 做出处理。 明思宗对文读主义盛行, 奏书越写越长之风十分不满, 批评说, 张奏冗长, 不便省懒。 规定以后各衙门所写奏书, 务必减明恶药, 字数不得超过一千。 如果一千字写不完, 不妨再另写一个奏书。 他不仅要求奏书写的简短, 不是虚文, 而且要求仿效古人的做法, 在奏书拟称之后, 写个简单的提要, 粘贴在奏书之前便于阅读。 不过, 明思宗的整肃励志, 并没有触及励志败坏的核心, 及官吏的贪腐问题。 明朝建立之初, 明太祖就深刻地指出, 励志之弊, 莫甚于贪莫, 而拥笔者辞之。 不大力惩治贪腐, 只单纯改革用人制度, 承办官僚主义, 改革文风等, 都无法取得成功。 因此, 他将惩治贪腐, 作为整肃励志的第一要务来抓, 使用严刑郡法加以承办, 诸如官吏受赃者, 并罪通赃之人, 喜其家鱼鞭, 凡官吏人等泛王法赃者, 不分南北, 举发北方鞭卫充军, 贪污赃至六十两以上者, 销售失重, 仍包皮食草等, 从而收到励志澄清者百余年的效果。 明思宗对官吏的贪毁, 官场的腐败虽然也深无痛绝, 但却未曾采取有利的措施加以惩治, 而只做口头或文字上的告语和训事, 结果, 贪风愈刮愈盛, 官场的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 几乎变得无关不贪。 在如此恶拙的环境里, 整肃立志的其他措施自然难以真正得到落实。 再加上明思宗本人猜忌多疑, 刚愎自用, 急功尽力而有极好面子的性格弱点, 更使他整肃立志之举措大打折扣, 未能坚持到底, 因而成效甚微。 第三节, 引进西方科技文化, 为了实现中情之治, 明思宗还积极支持引进西方的科技文化。 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 地理大发现后, 西方殖民者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势力, 西方传教士也踏着殖民者的足迹, 到各地传播基督教, 作为其殖民统治的工具。 在欧洲宗教改革中, 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国家的旧教, 即天主教, 仍然保持着统治地位。 为了扩张天主教的势力, 以与日益兴盛的新教, 即基督教, 相抗衡, 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 创立了一个传教组织, 1540年获得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的批准, 命名为耶稣会。 此时, 葡萄牙、 西班牙的殖民势力, 以扩展到东方, 耶稣会在西方无力与基督教对抗, 便极力向东方发展, 力图挤进中国的大门。 家境32年, 1553年, 葡萄牙殖民者借口船只遭遇风暴, 许上岸亮晒尽水的货物, 买通广东地方官员, 攫取了在我国澳门的居住权, 许诺每年缴纳白银500两。 万利元年, 1573年, 他们将500两白银改交民政府, 获得在澳门的租界居住权。 此后, 澳门便成为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一个基地。 到万利年间, 一些耶稣会士陆续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这些传教士逐步意识到, 中华文明是有别于欧洲文明的另一种灿烂文明, 只有在尊重中华文明和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的基础上, 通过学术交流和道德规范的互相仿效, 才能达到使中国民众皈依的目的。 于是便改变以往那种一手拿剑, 一手拿圣经的暴力传教方式, 采取温和的方式在中国传教。 其中, 有以耶稣会士, 意大利人立马斗的成绩最为突出。 以582年, 他先到达澳门, 在那里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 万利十一年, 随耶稣会士罗明坚到赵庆, 建立中国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千花寺, 开始了在中国的布岛生涯。 后来, 他先后迁居少州, 经广东少官, 南昌, 南京。 万利二十八年, 与另一耶稣会士旁帝我一起北上, 到达北京, 向明神宗献上圣像, 大小自明中, 万国图治, 西洋琴等三十多件礼物。 明神宗见大小自明中的时针, 在滴答声中不停移动, 到整点时还会自动报时, 惊喜异常, 爱不释手, 下旨在宣武门内拨给一块土地, 准许他们在那里建立教堂, 进南堂, 使之获得了在北京居留, 传教的合法地位。 立马斗来到中国后, 尽量随从中国的风上, 穿中国衣服, 先穿僧服, 后改穿儒服, 吃中国饭菜, 使用中国语言, 研读儒家典籍, 广泛结交中国的官僚士大福, 向他们介绍西方近代的科技知识, 同时以儒家经典来解释天主教教义, 甚至修改教规, 允许教徒祭天, 四祖, 拜孔, 吸收他们人教。 立马斗的步道, 得到了曲泰素, 冯英精, 徐光琪, 李之早, 杨廷云等知名人士的热烈响应, 他们都先后受洗入教, 同时也得到沈医冠, 曹语匾, 冯琪, 李戴等官僚的支持, 使他得以顺利进入北京, 并在北京立足传教。 继立马斗之后, 来华传教的由意大利人雄三拔, 爱如略, 罗亚古, 德国人邓语汉, 汤若旺, 法国人金尼格等, 他们基本上都沿用立马斗温和的方式, 在中国各地传教。 极致明末, 全国各重要地方几乎都建立起教堂, 教徒不下数万人。 以立马斗为代表的耶稣会士, 为中国带来了西方近代先进的科技文化, 在中国掀起了一股传播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的热潮, 这受到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和官员的积极欢迎, 同时也受到一些守旧士大夫和官僚的强烈反对。 万历四十三年, 1615年, 南京礼部侍郎神嘴级上书指示西方传教士暗商王化为患叵测, 南京巡城御史, 随派兵逮捕王丰肃, 谢乌鲁等西方传教士和十四名中国教徒, 徐光启, 李之早, 杨廷云等极力营救魏国。 万历四十五年, 明神宗下旨, 将南京的传教士王丰肃, 谢乌鲁等都令习归, 北京的传教士庞迪我等义令归还本国。 这些传教士大多夺到澳门, 有的则藏到信教的士大夫家中。 明神宗死后, 与传教士关系密切的叶向高, 重新入阁主政, 霸持神粹, 这场南京教案的风波才高平息。 明慈宗对传教士传入的西方近代科技文化颇感兴趣, 但他不像明神宗对待钟表那样只限于把玩欣赏, 而是注重实际应用, 为实现明王朝的中心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 其突出的表现是崇祯立书的修转 与西洋火炮的引进应用。 崇祯立书是在徐光启的督导下制定的。 徐光启自子仙、浩玄虎, 松江府上海县人, 出身于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 他一生勤奋浩学, 并深受诗学思潮的影响, 对天文、历法、数学、农丧和水利 都曾做过精深的研究。 因其家乡屡遭窝口侵扰, 对兵书也常研读。 万历三十二年, 一六零四年, 考中进士。 此前, 他曾在家乡和梁广教书, 并于三十四岁时, 在韶州认识了耶稣会士郭居敬, 从此开始与传教师的密切交往。 四十二岁那年, 徐光启在南京受洗, 称为天主教徒。 第二年他考中进士后, 考选为汉林院术集市, 即在北京与利马斗一起研究天文、 历法、数学, 并合一欧及礼德的几何原本。 他丰厚精深地学养, 为参与并督导, 崇祯立书的修传,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古代以农历国, 农业生产与季节的变化密切相关。 人们很早就注意观察天上日月星象的运行情况, 在天文立法的研究中积累丰富的知识,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封建统治阶级更把日时、月时看作国家治乱兴衰的象征, 所以都极其重视立法的制定。 明代的大统立, 是洪武年间根据元代科学家郭守经制定的寿实立修订而成的。 明显宗成化以后长期未加修订, 因而出现明显的误差, 人们纷纷请求加以改革。 正是自朱载玉在抒情改立未果后, 于万历二十三年, 一五九五年, 竟成自行创制的圣寿万年历, 律力融通二书, 但未被理睬。 河南千世行云部也上书请求改立, 被主管立法的钦天兼职为获释。 当时西方的天文立法, 随着欧洲近代工业的发展, 已取得长组的进步, 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和手段, 藏出不穷, 新的天体运行学说纷纷涌现。 精通西方天文立法的立马斗, 一到北京, 也向明朝皇帝提出改革立法的建议, 同样未被采纳。 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发生日时, 新天间推算的日识分秒与窥原时刻都不准确。 朝野强力要求改革立法, 礼部只好奏情选任行云部, 范守己参与立士, 同时命汉临远检讨徐光启, 南京工部员外郎李智早与旁迪我, 雄三把等传教士翻译西洋立书, 以三十年不上朝的明神宗将奏书留至宫中不作处理。 李智早, 徐光启便在任官的余下翻译, 整理立法书籍, 并继续呼吁改革立法, 但徐光启却在天积五年, 1625年, 遭到燕党分子的弹劾而罢官, 直到明司宗继位才被赵返金复制, 未及以礼部左侍郎礼部使。 崇祯两年, 1629年, 五月初一日发生日识, 用大统历、回回历推算的日识时刻都不准确, 只有徐光启运用西洋立法推算的顺天、 北京、应天、南京等日识时刻是准确的。 明司宗大怒, 严厉怯则青天兼官员, 于是礼部奏请开局, 由徐光启都修立法。 徐光启进言, 建议取西洋立法与郭守经立法参户考定, 会同中西。 接着, 又上立法修正时事书, 推举南京太仆少卿李志早与传教士龙华民邓玉涵参与修礼。 明司宗当即予以批准。 9月, 在宣武门内南唐东边的守善书院正式开设立局, 以礼部左侍郎徐光启为监督, 追加礼部尚书县李志早为协助, 开始了明朝历史上最后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修立工程。 徐光启认为, 要修成一部能够上推远古, 下演将来, 比起一一无爽的新力, 需要大量翻译, 整理西方的立法文献, 吸收起长期积累的经验和研究成果, 以便为大统力, 校正额谬, 增补缺略。 同时又要加强天象观测, 尽可能正确地掌握天体运行的规律, 确立反映这种规律的各类时间标示, 作为修立的依据。 为此, 在他的大力举荐下, 龙华民邓玉涵入局参与立法的修订。 龙华民主要的精力放在传教上, 这项工作便落到邓玉涵的肩上。 邓玉涵是当时来华传教士中最为博学的一位, 为意大利著名的灵采研究院, 有名山猫学院, 院士, 天文学家兼物理学家, 进入立局后即投入紧张的艺术工作, 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已出册天约说, 大册等天文学著作七卷, 各种换算表十卷, 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 于崇祯三年, 1630年, 虚世。 徐光启于是上书推荐在华的耶稣会士汤若旺, 罗亚古入局, 继续其未尽之也, 名词宗立即批准。 罗亚古, 汤若旺也都翻译了一些西方天文学著作, 在翻译, 整理西方历法著作的同时, 这些传教士还带来一些西方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 如崇祯七年, 汤若旺和罗亚古曾向明思宗进现一架从欧洲带来的价值昂贵的望远镜, 明思宗特许二人入公安庄, 后来还兴趣盎然地亲自操作这架望远镜观测过日时与月时。 同年, 汤若旺等传教士又向明思宗进现特别精致的天体仪, 半面囚形土及水平日轨。 汤若旺和罗亚古还亲自动手, 制造小日轨、望远镜、圆规、小号天体仪、新高基等天文仪器。 现存北京雍和宫的天球仪、日轨等三件天文仪器, 经考证就出自唐若旺之手。 这些仪器的引迹与制造提高了天文观测的水平。 冲真六年、1633年, 徐光起因老病情慈利局职务,不久病逝。 临终前, 他奏庆以山东参政, 天文学者李天经接替他的职务, 完成魏晋之夜。 李天经在几位传教士的协助下, 偶心力血, 于崇祯八年终于完成了力书的修钻。 他被定名为崇祯力书, 共计137卷, 仅存100卷与110卷两种本子, 采用帝谷所创立的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 帝谷体系是基于哥白尼日星体系和中世纪托勒密地星体系之间的一种调和性的宇宙体系, 虽然落后于哥白尼的日星体系, 但比之于我国传统的浑天说宇宙模型却是一个进步。 崇祯力书, 引进地球和晶纬度的概念, 大大提高了推算日时、月时的精确度, 引入球面三角法, 保证了天体运行轨迹计算的精确度, 还采用欧洲通行的度量单位, 即周天分为360度, 一日分为36克, 即24小时, 60近位置以及黄岛坐标志等。 这样就将中国天文学推进到一个新高度, 从而与世界天文学同步发展。 崇祯力书推测的日时, 月时屡艳不爽, 但却遭到一些保守派和宦官的阻挠而未得推行。 崇祯16年, 1643年, 3月初一日日时, 崇祯力书的推测又独应验。 8月, 明司宗下诏, 西法国密, 即改为大统立法, 通行天下。 第二年3月, 新里尚未施行, 北京被李自成其义军攻破, 明王朝的统治覆灭。 后来, 清军进入北京, 却离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地位, 参与制定崇祯力书的耶稣会士汤若旺将他献给清廷。 清廷下令在全国推行, 改称为实贤力书。 西洋火炮又称红仪炮, 因红毛仪而得名。 红毛仪是名人对荷兰人的称呼, 以其须法皆吃也。 红仪炮起初专指荷兰火炮, 后来成为西洋同类火炮的通称。 这是一种大型火炮, 比中国传统火炮, 火冲, 口径大, 管壁后能承受较大的唐压, 射程更远, 杀伤力也更大。 万历29年, 1601年, 荷兰舰船进入广东水域, 与明朝水师相遇, 双方发生一场急战, 明军首次见识了这种火炮。 此时, 来华的西方船教士传播西方近代的科技文化, 其中就包括西洋火器的制造技术。 徐光启, 李之早曾向利马斗学习过西洋大炮的有关知识, 徐光启还将他传授给弟子孙元化。 万历47年, 明军在萨尔虎被后金军队击败后, 徐光启曾多次上书, 提出炼精兵、 制训器的建议, 并受命为战士兼河南道御室炼兵通舟。 他含托李之早, 杨廷云等人赴澳门购募西洋大炮。 泰昌元年, 1620年, 10月, 李之早派其学生张涛, 从澳商手里购得西洋大炮四门。 但当李之早回京赴命, 催促将锁购西洋大炮迅速北运之际, 徐光启已经去之。 天启元年, 1621年, 3月, 沈阳、 辽阳相继落人后金之首, 形势更加危急, 徐光启再度被启用。 他与李之早, 及兵部尚书崔景隆, 都建议用西洋火器对付后金的进攻, 并奏情仿造西洋大炮。 于是, 明廷又从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手里, 购得英国制造的西洋大炮36门, 并征兆善造西洋大炮的传教士杨马若, 比方级等级宜商入京, 商议制造西洋大炮。 天启五年, 徐光启在燕党的排挤下再度去之。 第二年正月, 袁崇焕在宁园采用 凭借奸程以西洋炮还击的战术, 击腿后劲的进攻, 并击伤努尔哈赤, 充分显示了西洋大炮的威力。 此后, 葛边镇纷纷请求配备西洋大炮。 明司宗继位后, 复制的徐光启受命制造火器, 同时再次提出到澳门购置西洋大炮的主张。 明司宗采纳这个建议, 于崇祯两年, 1629年, 命两广军门李逢杰, 王尊德到澳门购买石门西洋大炮。 2月, 葡萄牙炮兵统领攻杀的西老 和耶稣会士陆若汉率炮手, 炮将, 携带石门大炮经广州北上。 11月, 抵达卓州。 此时, 正值后金黄太极率兵攻破大安口, 经河北尊化西北, 抵达经济地区, 这石门大炮便留在卓州不防。 后金军队听说有西洋大炮守城, 未敢贸然进攻, 气凉香而走尊化, 再次反映出西洋大炮的威力。 徐光旗大喜, 12月集情令兵杖局铸造2号西洋大炮, 并亲自前往诸州迎去西洋大炮。 明思宗对此大家支持, 命他与兵部总理细加斟酌, 密奏一文。 西洋大炮迎至北京, 明思宗急命经营总督离手 以会同提携诸臣, 将他们架设于都城冲药之处, 精选将士练习典放之法。 此炮名为神威大将军, 并决定派人载到澳门购买西洋大炮。 第二年, 当中枢江云龙和陆若汉抵达澳门时, 葡萄牙商人却漫天要价, 甚至无理地提出许多损害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苛刻条件, 如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驻城, 撤走中国政府驻澳门的参讲, 葡萄牙船只赴澳门不受检查, 增加运网澳门数万弹粮食等。 明政府当然不能接受这些条件, 李科给失踪, 卢兆龙也连上四书, 表示强烈反对。 明司宗于是下旨收回购炮命令, 将江云龙革职回击。 徐光启自崇祯两年, 1629年, 12月奏情仿造二号西洋大炮后, 有多次抒情仿造。 到崇祯三年四五月间, 已造出武师门。 在这前后, 梁广总督也仿制了武师门。 第二年10月, 后金军队攻陷大陵河城, 辽东战事吃紧。 此时, 明廷已造出西洋大炮179门, 徐光启受命协同料理京城守备事宜。 他进一步提出守城, 制造火器和练兵, 建立一支装备西洋大炮的精锐部队的建议。 他的计划是建立十五营, 每营四千人, 即六万人。 每营除陪备各种车辆, 包括战车和火器外, 还有西洋大炮十六门。 为此, 他建议调自己的学生, 登来巡抚孙元化领兵入京。 孙元化以善用西洋炮法著称, 他狭下的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中, 王征曾向邓玉涵学过力学、 机械学, 并与之合意, 远惜齐齐图说入罪一书。 张涛是李之早的学生, 对西洋大炮也有研究。 他们曾帮助孙元化仿造西洋大炮, 装备其部队。 徐光旗拟调他的部队入京, 组成一营, 以之为基础, 逐步扩充至十五营。 但是, 徐光旗这个奏书呈上未及两月, 登来参将孔友德于崇祯四年认十一月发动五桥兵变, 攻陷登州, 俘获孙元化和王征。 登州的西洋大炮尽为孔友德所有。 徐光旗以孙元化部队为基础, 组建装备西洋大炮的精锐部队的计划, 随之化为炮营。 他本人也于崇祯六年因酒病而暴汉此事。 同年, 孔友德投降后金, 他手中的西洋大炮落入后金之手。 此后, 明军在火器装备方面再无优势可言, 明与后金军事实力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 更难以阻挡后金的攻势了。 冲真末年, 明朝面临满洲八骑兵和农民骑义军的两面加工形势更加危急。 此时到澳门买炮的鹿子既已毒死, 而善于造炮的虚光旗又已去世, 明司宗决定由博学多彩的耶稣会士汤若旺来主持制造西洋大炮。 汤若旺虽然精通天文礼法, 但制造西洋大炮却是外行。 他查阅大量西洋文献, 经过一番刻苦钻研, 主持造出了西洋大炮二十门, 大的重一千二百斤, 小的重三百斤。 在离京城四十里处的广场上实验, 以此点放成功。 明司宗极为高兴, 特颁至嘉奖, 命其再造小炮五百门。 在此期间, 汤若旺还与中国学者合著了《火攻窃药》一书。 该书由汤若旺讲授, 教许编撰, 赵仲孝定, 崇祯十六年, 一六四三年, 成书并堪坷子兴。 原书分上, 下两卷, 令附《火攻密药》一卷, 青岛光年间, 潘石成将其合并击入城上, 中下三卷。 上卷技术火器的制造方法, 并附有各种火器的图形, 中卷技术火药的制造, 存放于搬运方法, 下卷介绍火攻的方法和铸炮的注意事项。 这部著作的问世, 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新式火器 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积极引进西方的科技文化, 明司宗对西方传入的天主教也有浓厚的兴趣, 甚至产生了好感。 同其历代前辈一样, 明司宗也是信奉佛教、道教的。 立马逗入京, 被准许在宣武门内设堂传教后, 天主教开始在北京传播。 倘若望经徐光旗的推荐参与修订立法之后, 受到明司宗的信任, 得以出入皇宫便借机在宫中传教。 充真四年, 1631年, 即在皇宫内劝说十名太监入教。 第二年, 在宫中举行第一太弥撒, 为玉玛兼太监旁天授施洗人教。 旁天授入教后, 把天主教和耶稣会士一一介绍给皇室, 于是皇室人士纷纷入教。 后来在宫中建立了两个小教堂, 便于宫中的教徒做弥撒。 据统计, 到崇祯九年, 已有亲王140人, 皇室人士40人, 告命夫人80余人加入了天主教。 倘若望还极力向明司宗宣传天主教义。 崇祯十三年, 他曾向明司宗进城印刷精美, 色彩绚丽的多福耶稣行基图。 明司宗欲令玄之余欲作大殿, 令皇室及诸大臣关上了十多天。 倘若望还向明司宗进城过一本一百五十页的羊皮纸的画册, 上面会有耶稣的生平事迹。 就在这一年, 倘若望还上书, 直接劝说明司宗入教, 说天主正道, 与世道等教输去, 以昭示天地真主为宗旨, 以祷人人目中粮为本分, 以悔过千善为入门, 以生死大事有备无患为究竟。 王者用以治国, 则俗谱封纯, 人心何己, 君子奉之修身, 则存顺莫宁, 永远吉祥。 长谱士之人所当共物青虫, 以福造物之本职, 以异人生之归相者也。 此外, 以受洗入教, 于礼之早, 杨廷云并称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注释的徐光琪, 于崇祯五年, 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后, 也极力向明司宗宣传天主教义。 因天主教以上帝为唯一的真神, 反对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 他还劝皇上撤回宫中的佛像, 以表达对天主的成敬。 倘若望, 徐光琪等人的宣传, 引起了明司宗的浓厚兴趣。 他自小就在好佛宁道的宫中长大, 对佛, 到前程崇拜, 但不管是哪路神仙, 都未能挽救大明王朝走向衰败, 濒临威亡的命运。 既然神佛先翁无法保佑自己, 何不求助于那位外来的天主呢? 俗话说,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说不定这位唯一的真神真能保佑自己渡过难关, 实现忠心之梦理。 明司宗于是提笔集书, 赐给汤若望轻薄天学的四字题词, 并制作多个贬额, 分送各地教堂悬挂。 他还下达拆毁宫中佛像的圣誉, 令人将玉皇殿、 樱华殿、 隆德殿、 前清宫的佛像移往宫外。 方已至的物理小事, 记载了搬出宫外的这些佛像, 接冠佛教构性, 凡数百尊。 齐相接女座男身, 有三头六臂者, 足下接踏冠男女, 男人贝而叠之。 王玉昌, 崇祯宫词中有首技术玉皇殿撤像的诗, 齐筑云, 魅玉皇殿永乐时简。 游指撤像, 魅氏起悦而入, 大声陡发, 震道向前供桌, 飞尘满室, 相顾骇恶, 莫敢直奏。 向慎众, 不可动摇, 遂用句祖业之下作。 时内殿诸相并毁斥, 盖起于礼部尚书徐光启之书。 光启奉西式之教, 以辟佛者而上听之也。 继而之彻, 向师灵异, 言于上, 上身毁之。 而功卷之持斋礼诵, 较胜于前矣。 另有一师技术将前清宫佛像撤往宫外寺院另行安置之事, 为灵感全凭以宁生, 先于明照去前清。 宝云高雍莲花座, 依然行踪有跃声。 后来, 总督杨死昌奉命镇压农民起义军, 为了解决军想匮乏问题, 明司宗还下令将宫中供奉之金银佛像悉数捣毁, 以冲兵响。 由于前世上帝, 明司宗还照群臣名天者西改制, 有个大理寺推官原明天宫, 就是遵照明司宗的这道诏令而改名为良母。 宫中因此议论纷纷, 远近哄传明司宗要抛弃原先的辅导信仰, 改奉天主教了。 但是, 就在崇祯十三年, 1640年, 明司宗收到汤若望劝他入教的奏书不久, 他最宠爱之田妃所生的皇无子诸慈患突然中病。 病危之际, 明司宗前去看望, 五岁的小慈患手指天空, 说九莲华娘娘献立空中, 隶属父皇回佛与苛求外戚之过, 说完便厌弃了。 所谓九莲华娘娘, 指明神宗先母孝定李太后。 她因好佛, 宫中画像将她化作立于九莲座之上, 故被称为九莲华娘娘。 明司宗十分痛悔, 连忙下旨将此前一往宫外的佛像又移回宫中, 从此不再信奉天主, 遇事便向神佛祈祷。 明司宗对科学技术寄予厚望, 对西方传来的天主教怀有好感, 这在明朝诸地中实属罕见。 最高统治者的这种个人爱好, 客观上为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探寻, 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营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加上明中后期识学思潮的激荡, 一些正直的士大夫纷纷从空谈心理转向精识之用, 投身于科学研究, 力图实现富民强国解救危机的理想。 徐光起初研究天文历法, 督导历书的修订, 还长期坚持农业科学剧主《农政全书》的写作。 弥留之际, 他尊尊嘱咐其孙子, 应尽快将《农政全书》擅写完毕, 进城朝廷。 徐光起去世后, 明司宗不失想念, 命其后人金献遗书。 徐光起的孙子徐儿斗将这部遗筑线上, 明司宗下只扔着该府案子印广传, 以众民史。 该书六十卷, 共六十多万字, 杂财重家, 兼除独剑, 是一部及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之大成, 而又吸收了西方科技知识的学术著作。 江西奉新人宋颖兴, 崇祯年间曾出任江西、福建、安徽的地方官, 有机会接触下层的群众, 细心观察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熟悉生产领域的工艺流程, 后乃弃绝科举诗图, 写出一部系统技术我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 《天宫开悟》十八卷, 被誉为世界科技史上的百科全书。 安徽同城人方一致, 广泛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理论, 撰写了《物理小时》十二卷。 南直立江英人徐洪祖, 更是厌恶功名, 热衷于观察, 探究大自然的奥秘, 从22岁起长期外出游历, 足迹遍及江苏, 浙江、 山东、 安徽、 福建、 河南、 河北、 山西、 陕西、 江西、 湖南、 湖北、 广东、 广西、 云南、 贵州十六个省区, 首开系统实地考察自然, 探索自然的新型研究之路, 留下了六十多万字的《徐霞科游记》, 在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这些科技名著, 犹如璀璨的名珠, 在明末漆黑的天幕上发出耀眼的光芒, 形成极其独特的奇妙景观。 在国史危难之际, 不愿当亡国之君的名思宗, 一反空谈杏理之风, 赏识精士致用知识, 对科学技术产生浓厚兴趣, 对外来天主教义产生好感, 敢于任用精通中期科学技术的官员和耶稣会士, 敢于在宫中安置天文观测仪器, 显示出同类些保守的前辈不大一样的品格。 但是, 由于它对科学技术等外来新鲜事物的兴趣, 是和己师就是密切相联系的, 因此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的特色。 它缺乏长远的目光与宽阔的视野, 未能认识到国内经济已从单一的农业经济转变为农、 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 世界经济也以海洋为交通途径向全球一体化发展, 而是固守着以农历国、重本一末的传统。 即位之后, 在重视农业的同时, 未能采取有利措施来保护、扶持工、 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 也没有及时地把几乎单一的农业税制转化为多种税制并举, 相反却在崇祯元年1628年重申海津政策, 从而组织经济的发展, 堵塞了多种税源, 使国家的财政困难无法得到缓解。 更为严重的是, 对西方殖民者侵夺我国领土主权的侵略行径坐视不问, 不仅继续容忍葡萄牙人以每年500两百银的低价租居澳门, 而且对天气年间分别从南北两端入侵我国台湾的荷兰人和西班牙人 也未采取任何反击行动, 听任双方在岛上展开激烈火兵, 最终由荷兰人独占台湾38年之久, 直到冥王之后才由郑成功重新驾以收复。 第四节, 素叶骄劳, 急功尽力, 为了实现忠心之志, 明思宗以太祖朱元璋为榜样, 自奉简朴, 不贪女色, 忧勤涕力, 素叶骄劳。 明思宗就地位后, 就效法明太祖生活简朴的作风, 多次重申重俭去奢, 一字阵势。 鉴于父亲明光宗, 掌兄明熙宗为女色所悟的教训, 刚及未及没收为忠贤索贤女子带进宫中的迷魂箱, 借着诱下令毁气为忠贤让小太监在变店复辟内焚烧的另一种香, 因为这两种香都会诱发春心的懵动而思淫欲。 此后, 忠其一生, 明思宗都不贪女色。 重甄十五年, 一六三二年, 九月, 原计划采良家女子充当酒品, 行科给世中光石亨剑于十句严峻, 请求缓行, 他立即接受。 重甄末年, 明思宗宠爱的田贵妃见她因十句微迫而幼似过度, 向她的父亲田红宇询问, 有何办法让皇上开心? 田红宇说, 不妨将她从苏州买来的明记陈元元送入宫中, 供皇上满赏, 或可缓解其宵干之忧。 明末江南经济繁荣, 崇尚声色之鱼, 苏州尤其风鲤。 陈元元明陈元, 本是罪犯之女, 色衣双绝, 生甲天下之生, 色甲天下之色, 名造一世。 江南风流公子茂匹江, 在崇祯十四年, 曾慕名拜访过陈元元, 后来在《影梅安一语》中, 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其人淡而运, 盈盈然然。 一娇俭, 十倍故乡群, 真如孤鸾之在烟雾。 时日言一腔红梅, 以烟俗之举, 以牙招扎之调, 乃出沉寂之口, 如云出秀, 如珠在盘, 令人欲仙欲死。 田红玉原籍陕西, 后居扬州, 以女贵, 官佐都督, 好意友。 她花重金, 将陈元元从苏州买来, 带回北京, 金屋藏郊。 听了女儿的话后, 她将陈元元好好地装饰一番, 送入宫中, 希望能博得皇上的欢心。 熟了明司宗根本不感兴趣, 下令将他送回了田府。 日常生活中, 明司宗也自奉简朴, 不上奢华。 明神宗以来, 皇帝的伙食日费万余金, 他下令尽量减省, 仅存百分之一。 到崇祯十五年, 1642年, 据主管宫廷膳室的光禄寺报告, 当时皇帝的伙食费每月1046两, 平均每日只有356两。 皇后, 皇贵妃和皇太子的伙食费也都相应减省, 分别为335两, 164两和120两。 崇祯十六年九月, 明司宗又下令, 将自己的伙食费减去一半, 后妃等人减去十分之一。 公女, 太监减去十分之三。 按照惯例, 皇帝的官袍靴依应该一天一换, 明司宗改为一月一换, 官袍里面则经常穿着洗涤多次的旧衣服。 有一次日降, 他发现自己内衣的袖口已经破损, 落在袍服袖子外面, 很不雅观, 就不时将他掖进袍服的袖子里。 讲课的老师见了, 对他说, 穿旧衣上是一种美德, 陛下不必掩饰。 明司宗还规定, 只有重大洁情典礼可以使用金银器皿。 日常生活中一律改用西器、木器、瓷器或陶器。 他还规定, 诸臣服饰的修长不得超过一尺, 不得善用金银。 在明司宗严格自律的带动下, 后宫没有把玩珍珠宝玉之鱼, 没有声色歌舞之乐, 闲暇时只有优雅的古琴之音相陪伴。 周皇后见国时日衰, 举步维艰, 在宫中严厉持节俭。 他尽量削减不必要的开支, 也不为外妻祈求恩典赏赐, 遇到过年大臣入宫朝贺, 所行的次赖也一礼而定, 历界奢侈。 重贞八年, 1635年, 他还命太监从苏州购进24具棉花纺车, 叫宫女纺杀, 以培养他们勤劳节俭的习惯。 重贞朝的后宫, 气氛虽然压抑, 但却未见历代诸朝濒临临灭亡之前 那种醉生梦死的颓废景象。 不过, 明司宗自奉简朴的另一面是刻于理财。 明司宗继位之后, 内忧外患较相坚迫, 战争持续不断, 军费的开支日益膨胀。 当时国库空虚, 以无力支付这笔庞大的军费, 但皇帝的内府私库并不缺钱。 因为万历年间, 明神宗通过传索躺金, 加上派遣矿金税使四处搜刮, 内唐之冲刃已亘古所无矣。 明神宗死后, 明光宗在位仅一个多月, 明西宗在位也仅七年。 短短七年时间, 内府的积蓄并没有花光, 但明司宗却如张代在明王之后所写的 《列皇帝本纪》中所指出的, 以宫中内唐, 是位千年必不可拔之机, 祖宗所以, 不可分毫取用。 一旦君相告出, 他便大叹穷精, 声称穆金躺藏空虚, 于是日代之熏臣, 日代之七晚, 日代之内当, 天下是之, 真为躺藏如习矣。 熏臣, 七晚和内当自然也学他的样, 大叹穷精, 不肯往外拿钱, 所带之资犹如杯水车心, 无法弥补军饷的亏空。 于是, 明司宗就不顾百姓的死活, 一再实行家派, 先是家派聊想, 接着又家派交响, 然后再家派练想, 从而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 使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 带到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破北京, 内唐所出不知几千百万, 明司宗日式聚集, 日式节省, 日式家派, 日式借贷所积存的躺金, 无不尽出以资到粮。 明司宗不讲究吃穿, 也不喜欢声色之鱼, 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军政大事的处理上面。 明朝刚建立时, 明太祖就定下美日侍朝的制度, 并严格加以执行。 但后来的皇帝大多将这项组织视为剧文, 特别是龙庆末年, 万历初年, 公然改为每逢三、六、九日式朝, 以后干脆连三、六、九日也免朝。 明司宗一上任, 就宣布恢复每日式朝的组织。 龙汉圣鼠, 除是先告知免朝之外, 他每天都到文化殿式朝, 与群臣共议国事宣布遇事。 除了世朝, 他还不识地召对平台。 所谓召对平台, 即召见群臣义政, 义称召对。 当政初期, 国始从己, 召对更为频繁。 崇祯十五年, 一六四二年, 因形势危急, 还规定, 世朝完毕之后, 文武大臣如果还有重要的实情奏报, 可以报名, 听候召见, 有人阻拦, 则以兼弃论处。 遇到赵队, 内阁, 吴府, 六部, 督察院, 通政司, 大理寺, 六科, 十三道, 以及汉林院级主官, 锦衣卫堂上官都得参加。 赵队的场所在文化殿, 阁臣办事在文渊阁。 为了应付皇上的随时召见, 阁臣便常留宿阁中。 除了世朝, 赵队, 明司宗每天还亲自批阅奏章。 当时疆于多事, 奏章也烦。 明司宗怕大臣报喜不报忧, 敷衍谢泽, 打夺亲自过目, 并做出处理。 崇祯九年, 1636年, 二月, 淮安无举陈启欣上书, 言当今存在三大必定, 一是科目取人为重作文, 二是资格用人为商文土, 三是推官刑取为选进士, 要求专拜大将, 并举孝联以重实行, 把推官刑取以除击衡之喜, 捐在商前粮, 以苏类坤之忙。 内阁大臣认为此书狂言无忌, 拒不受理。 陈启欣在正阳门前连轨三日, 被宦官曹华春发现, 将他的奏书转成明司宗。 明司宗正锐意求之, 读把此书极为惊奇, 立即授其为立科给世中, 命运是直辰无影。 有些沉了的奏书夸夸其谈, 却无实际内容, 明司宗非常反感, 常常加以斥责。 宾科给世中曾英明的上书, 往往不分轻重, 从第一到第十集罗列一大堆事情, 明司宗便把他召来, 当面劫则一顿。 明司宗不仅认真批阅奏章, 对阁臣带他起草的票拟, 看得也很仔细, 反复地斟酌删盖。 崇祯十年六月, 阁臣票拟一把手抚温体人, 拟指颇长, 明司宗扑抹删盖之后, 仍不满意, 最后全部删去, 辟了三个字, 放他去。 在交付不愿磕道施行的奏章上, 明司宗的诸批时间多有子, 相当于现今夜间十一时之一时, 丑时, 相当于现今夜间一时至三时的滋养, 说明他批阅奏章, 往往到夜半三更尚未休息。 遇到军马紧急之物, 他更是彻夜不眠, 几乎不停地批阅奏章, 有时一夜就连发几道圣旨。 除了世朝, 批阅奏章, 明司宗还极其重视日讲与经验。 明司宗虽然自幼喜爱读书, 但他毕竟不是皇太子, 没有接受过如何当皇帝的皇储教育。 入计大同之后, 他就非常重视日讲与经验, 接受讲官关于传统文化与历史知识的教育, 从中寻求解救危局, 实现中兴的灵感与祈迪。 天启七年, 1627年, 八月他就地位, 十月十五日即开始日讲, 崇祯元年, 1628年, 二月又开启经验。 经验分为春讲与秋讲, 在春, 修两季各举行一两次。 春, 修经验开讲之后就进入日讲。 所谓日讲, 就是每天必须进讲, 除非皇帝事先下旨传绵。 经验与日讲其实并无多大差别, 只是经验更加隆重, 更加讲究礼仪而已。 经验设有两个书案, 一在御前, 一在讲官前, 日讲只设一个书案, 皇帝与讲官都坐在书案之前, 显得更加随意, 而亲密无间。 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对经验与日讲大多敷衍了事, 明史宗与明神宗后期甚至长期停止经验与日讲, 但明司宗却听得极为认真, 讲官如果不用心讲解或者讲错, 都会引起他的不快。 冲真七年, 1634年, 10月, 日讲官将约广进讲, 通简时读错了段落, 明司宗即下令停讲, 改讲春秋。 当时汉林院辞臣只有文振梦演习过, 春秋为当时的春秋名家便由他进度。 文振梦讲得极为精彩, 明司宗竟于17、18、19、20日连续听讲四天。 24日, 讲纪博传, 文振梦考虑到再宣一章存在缺移, 准备略去补讲。 明司宗说, 宰宣一章, 正见当时朝政诗意, 所以当讲, 今后以子雷推。 文振梦便又继续讲下去。 冲真十一年, 经年讲官王夺进讲经书, 解析靖新约等字, 过多地使用反接语气, 联系进士时又使用白骨如鳞的语句, 明司宗听得非常反感, 责怪他敷衍术语, 知无了事, 全不能发挥本意。 王夺下的面如土色, 急忙离岸下跪戴罪。 明司宗让他起来, 他又忘记写恩。 由于认真听讲并勤于思考, 明司宗从经言与日讲中获一步前。 冲真十一年七月, 他在一次召见詹士府邵詹士黄道周时级感慨地说道, 振幼而失血, 长而无闻, 实从经言起握, 略知一耳。 除了亲于经言与日讲, 明司宗还亲于读书, 四书五经, 自治通鉴, 通鉴纲目, 大学演义, 大学演义部, 真观正咬, 黄明祖训, 地剑图说等书, 几乎是朝夕不离手, 一有空闲就要翻阅。 他还命五英殿中书画历代明君闲尘土, 写正心成一针, 制成屏风, 安放在文化殿五英殿, 以便随时观览, 警测自己。 由于常年累月的诗潮, 批阅奏章, 处理军国大事, 亲于经言与日讲, 他常常是天不亮即起床, 一直忙到深夜也不得休息, 既没有假期, 也没有文化娱乐, 身体常常处于非常疲惫的状态。 明神宗的昭妃刘氏, 崇祯时住在慈宁宫, 掌管皇后的印席。 这位刘太后为人谨厚, 父爱诸王, 明司宗对他非常尊敬, 遇到年节都要前去看望, 对他失礼问安。 有一次, 明司宗来到慈宁宫, 对刘太后行过礼后, 顺便在椅子上坐下, 稍微一闭眼便睡着了。 刘太后连忙告诫身边的太监, 宫女不要惊动她, 并给她再披上一件衣裳玉寒。 过了一会儿, 明司宗请过来, 起身拜谢太后说, 神祖在世之时, 天下太平, 海内少适。 现在天下多难, 民生艰苦, 我两个晚上连着批阅文书, 未曾合眼, 实在困得不幸, 一直在太妃面前睡着了, 实在失礼。 刘太后听了, 不觉潸然泪下。 但是, 明司宗的幽秦体力, 素叶骄老, 是与其极糟和贬下的性格结合在一起的, 因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而越搞越糟, 导致局势的不断恶化。 明司宗自小在宫中险恶的环境中长大, 形成刚愎自用而又多疑善变, 急功尽力而又优柔寡断, 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 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安的性格。 十七岁时, 在危难之际继承地位, 毫无理政治国的经验, 认为慎重及音讯, 急于求成, 窃盼短期内就能重建太平盛世, 振兴诸家基业。 崇祯元年, 1628年, 11月, 陕西道御师陕四宗曾上书, 在表扬明司宗三不可及的美德之时, 也批评他五不自知的弊病, 己自是甚高, 近乎于胜, 刚愎自用, 惜于尊俊, 猜己多矣, 任意斥责, 己于求智, 但惜则孝, 过于明察, 流于凡科。 第二年九月, 顺天府引流宗周也上书指出, 陛下求智之心, 操之太极, 酝酿而为功力, 功力不矣, 转为行明, 行明不矣, 留为猜忌, 猜忌不矣, 即为拥毕。 由于求智太极, 急功尽力, 明思宗治国理政, 未能抓住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 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制定长远的治国方略, 而是采取头同一头, 脚同一脚的办法, 左右摇摆, 朝令夕改, 结果失得其反。 崇祯元年, 1628年, 左腹都欲示杨和上言, 图治之药, 在赔缘起。 自大兵大义, 家派贫人, 公私交情, 小民之缘起商, 自辽佐, 前, 属丧失失虑, 曝谷成秋, 丰江之缘起商, 自近身巨党, 彼此相亲, 逆眼成枝, 诸除善略, 是大夫之缘起商。 譬如重兵初起, 百卖未调, 风邪易入, 倒在培养。 他的这种看法, 迫得一些有识之士的赞赏, 传为至理名言。 第二年, 明司宗有次在文化殿 召见内阁大学事成姬敏, 急言法纪废时, 以礼加诊刷。 称姬敏回答说, 皇上的求治过于急切, 比如整理一团乱丝, 应该先找出头绪。 如不找出头绪, 只能越理越乱。 同年九月, 刘宗周的尚书也指出, 陛下历经求治, 萧干弥宁, 然成效太极, 不免见小利而肃进攻, 何以至唐鱼之志。 复今日所积极于进攻者, 非兵是乎, 常以臀手为上策, 简足结响, 修行政而微信不知, 须以岁月, 为有不忘封数家者。 今日所归归于小利者, 非国即乎, 陛下留心明末, 策然通金, 而以私隆告愧, 一时所讲求者, 皆扑克巨脸之政。 政工不足, 既以杂派, 磕罚不足, 加以火耗, 水汗灾伤, 一切不稳, 敲铺日峻, 道路吞声。 小民只卖妻玉子, 以英, 欲求国家, 有俯库之才, 不可得已。 以后几年, 他又几次上书, 指出, 法天之大者, 莫过于众民命, 则刑罚一当一平。 法天之大者, 莫过于后民生, 则复脸一患一轻。 但是, 所有这些奏书, 明思宗不是贤其迂腐, 全部小国事人情, 就是贤其疏阔, 无补于时局, 一概置之不理, 仍然我行所诉, 继续执行, 其顾近不顾远, 治标不治本的政策, 因而只能越搞越糟, 直指最终败亡。 明思宗猜忌多疑, 对周围大臣多不信任, 时刻担心他们怀有二心, 或办事偷懒。 于是, 他极力鼓励告发, 并利用锦衣卫的提琪 和东厂的利益四处真词, 对大臣进行监视。 户部尚书孙居向为官清廉, 负弃敢言, 在与给氏中阳时中的通信中, 有国师日非, 邪分一恶之语, 被场为真知, 明思宗即下旨将他逮捕, 折属边位。 薛国官为人音至稀客, 不学绍文, 由于首辅温体人的密件, 得以操作重用, 后升为内阁大学士。 有一天, 明思宗同他谈记大臣的贪婪, 他说, 时场位的人安敢如是。 站在旁边的东厂太监王德华, 不觉汗流加倍, 于是刻意真词, 收集他的阴司, 密报皇上, 使之逐渐失去信任。 崇祯十三年, 1640年, 薛国官贪污受贿事发, 被明思宗下令赐死, 随悬梁自尽。 常为受患官控制, 东厂提督就是由太监充任的。 常为肆意真词, 抓人, 审讯, 刑警, 根本不受法律的约束, 刑部也不得过问。 刑部如果过问, 触怒了常卫, 常为寻击罗治罪名, 即可置之于死地。 崇祯五年, 公部郎中孙兆兴, 公部又是郎高宏土, 南京礼部主事精选, 周标, 因弹劾唤官张一县, 便被遣述, 削吉或罢官。 崇祯十五年论十月, 李柯给世中将采, 行人私父雄开元, 因严实获罪, 被逮下锦衣为诏语, 为基明司宗又秘语即一位帅洛养姓, 在狱中将其处死。 左都御使刘宗周约九卿共救, 并奏言, 国朝无言官下诏语者, 二臣即有应得之罪, 已当负法司, 即刑部, 仅俱下诏语, 忠于国体有商。 明司宗陆慎, 曰法司, 锦衣即刑官, 何公何司, 且罪一二言官, 何俱商国体。 下旨将刘宗周隔职为民, 而江江, 雄移交刑部, 后又下令江江, 雄压制五门, 各亭杖一百, 最后将江菜者数宣州, 将雄开云者数杭州。 明司宗刚愎自用, 极为自信, 虚荣心众, 极好面子。 刘宗周在崇祯两年, 1629年, 九月的尚书, 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陛下所不化, 动出诸臣一表, 不免有自用之心。 后来, 内阁大学士谢生也批评他说, 为自用聪明, 查查为物。 因此, 他喜欢表扬, 远听阿谀奉承之词, 讨厌批评, 听不得逆耳之言。 对有损他尊严的言论, 更是记恨在心, 想方设法进行报复。 刘洪迅是在天启七年, 1627年, 12月由明司宗钦点进入内阁的, 起初颇受信任, 但他对政务的处理意见, 有时与明司宗相作, 未被采纳, 曾私下说, 主上毕竟是冲主, 以及皇帝还是个孩童。 这话传到明司宗耳朵里, 他极为震怒。 后来, 燕党分子诬告刘洪迅, 贪污受贿, 善改赤书, 明司宗就想置之于死地。 大学士李彪, 乾隆西历旧, 明司宗还是将他折树代州, 进山西代县, 使他崇祯七年死于书所。 崇祯六年九月入阁 和当大学士的前世生, 见明司宗为政操竊, 首辅温体人又以刻薄所知, 上下萧然, 就于崇祯九年九月撰写, 四真, 以献, 大意为宽以欲重, 简以临下, 需以宅心, 平以出正。 此言身中实弊, 明司宗表面上优质包扬, 内心却老大不高兴。 过了一个月, 有个名叫李金的武生, 请搜过江南富户的财产以书冠, 前世生一旨, 将李金下刑部提问, 明司宗不许。 他上书力争, 说, 此意一场, 无赖亡命相帅, 而与富家为仇, 不娶天下之民虚为流口不止。 或以此辈乃流口心腹, 但恨意以摇人心, 岂之戒端性计已在? 不义, 明司宗却在他的奏书上批道, 急欲孤明, 前书已足止之, 无庸极己。 意思是, 你想孤明钓鱼, 前面的四真, 之书就已足够, 无需再上这个奏书。 前世生惶恐不安, 连忙引罪期请退休, 明司宗当即批准。 由于刚愕自用, 而又求之太极, 明司宗对陈公总是求全责备, 专横残暴, 刻薄挂安。 不论什么事情, 他决定之后, 立马就要求见到成效。 出了问题, 不是反思自己决策的失误, 主动承担责任, 而是归咎于文武百官, 责怪他们不能尽忠尽责, 操板不利。 陈公稍有过失, 轻则殉斥, 罚奉, 降职, 重则施行, 亭长, 削职, 折束, 处死。 正如河南府推官汤开远所指出的, 现在与内凶器充塞, 好像是有圣主而无善志, 原因就在于只有皇上一人辛劳, 而没有众臣的辅佐。 皇上急于求治, 诸臣救国不暇。 陛下自临狱以来, 明法吃法, 自小臣已知大臣, 不论是众臣推举的, 还是皇上剪拔的, 也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过失, 统统血迹折束, 不少宽带, 甚至逮入大牢拷打追笔, 几乎是行乱师而用重点。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一些执法的官员, 遇到明司宗轻罪重罚, 甚至无罪滥罚的赵旨, 为了避免惹恼皇上, 都不敢主持公道, 而是一位为皇上之命是从。 有些奸命之徒, 为了邀功情赏, 甚至加重对蒙冤受屈者的处罚, 如史籍所在, 义时诸司官无不以残客为事。 据统计, 明司宗在位期间, 先后诸禄总督七人, 巡抚十一人, 河南巡抚李先锋被捕后, 上吊自杀, 尚不计在内。 就连未及人臣的内阁府臣, 也有周延汝, 薛国官两人被杀, 这是自明史宗诸杀下眼以来所谨见的现象。 由于许多大臣不断地受到惩罚, 官员的更换十分频繁, 如继镇总督就曾在半年之内换了五人。 明司宗在位十七年, 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人, 刑部尚书更是换了十七人, 其中由九人因沈玉时与皇帝异见相左而收罚。 如此烂施惩罚与频繁换人, 不仅使先财后手的违财失举政策大打折扣, 严重挫伤官员的积极性, 使其难以施展财干, 而且使大批耿直之臣遭到贬斥, 许多忠臣良将遭到杀戮。 正如刘宗周所指出的, 由于求治太极, 用法太严, 诸臣畏罪是非, 不肯尽职业, 故有人而无人之用, 有想而无想之用, 有将不能治兵, 有兵不能杀贼。 崇祯一招, 内阁俯臣更是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换。 有名一代, 先后供任用阁臣160余人, 崇祯一招竟多达50人, 几乎占到三分之一。 这些阁臣中, 崇祯初年的刘洪迅、 乾隆熙、 韩武、 李彪、 乾向坤、 孙承宗等人还叫正直, 也有一定的才干, 想要干出一番事业, 但由于过分耿直, 他们既不渐荣于皇上, 又受到同僚中一些坚拎之徒的掣咒与排斥, 认之不久便纷纷去之。 崇祯两年, 1629年, 周延如入阁, 并于四年升任首府之后, 内阁中便多是一些庸禄之辈, 如周道登、 温体人、 吴宗达、 郑以伟、 王英雄、 黄世俊、 刘宇亮、 薛果官、 方方年、 范福翠、 姚明公、 陈衍、 李建泰、 方月贡等。 他们有的居于文末, 不通识变, 有的胆小怕事, 唯唯诺诺。 如崇祯十一年六月入阁的成果乡, 只是位移其间, 自首而已, 就连皇上赵对事也是肩末无语, 不发一眼。 有的则是胸无大智, 善思一指的坚硬之徒。 明司宗最宠信的, 恰恰是这类大监寺中的人物。 阴险刻读, 胆善于揣测上议的温体人入阁之后, 虽屡受大臣的弹劾, 但常得明司宗庇护, 在隔八年多, 成为崇祯一朝辅政时间最长的一位阁臣。 如此走马蹬似的更换俯臣, 加上排斥直臣而重用宁臣, 崇祯一朝也就难以形成一个稳定而有为的政治核心, 为其忠心之志进行周密的筹划与尽心的伏辟。 在明司宗看来, 文臣武将全都不能尽忠尽责, 不可信任, 他便一反即位之初严禁民间自攻为患, 禁止庭臣结交内侍, 撤销各边镇守太监的做法。 大理培植忠于自己的宦官势力, 开始把身边的新副太监安插到一些要害部门, 充任尔木手足, 借以强化君主专制的统治。 崇祯元年, 1628年, 5月, 明司宗就任命司礼监掌管文书的内官监右少监宋上至 提督正阳等九门, 永定等七门, 及皇城四门, 巡城典军, 内官监赵本清为副手, 从旁协助。 二年十一月, 后金军队绕到漠南蒙古, 从济门一县越过长城南下, 京师戒严, 明司宗又命太监提督九门及皇城门, 总督钟永营提督经营。 四年九月至十一月, 更是大规模启用宦官。 九月, 命太监张一县总理护, 供两部财政收人, 唐文征提督经营荣政, 王坤, 刘文忠往宣府, 经河北张家口市宣化, 大同, 刘云忠往山西, 各自监视兵响。 十月, 命王英朝, 张国远, 王之心, 邵西赵网官, 宁, 纪镇, 志在京河北迁徙三屯营, 东邪, 中邪, 西邪监军。 十一月, 命理其茂监视陕西苑马查商, 无职监视登岛兵响。 从此, 北方各个军事重镇都派有太监监军, 职权高于都府。 文武大臣纷纷上书表示反对, 明司宗就是听不进去, 将见证之臣撤职把关或革职为民, 说, 朕揽清等公书为前用内臣一事, 太祖明训朕岂不知? 但成祖以来, 一文有用之者, 结出一时便宜。 况天启年间所浅, 内臣, 镇上撤之, 岂至今返用? 朕又何尝不信任文武? 大臣, 无如三四年来避坏不堪, 朕是万不得已, 以权益用之。 若文武朱臣实心认识, 彻意不难。 随后又命四名太监, 吩咐曹文赵、 张应昌、 左梁玉、 邓起军中兼功继过, 都摧粮粮草, 另派一批太监吩咐各仓, 同提督朱臣盘宴收访, 还命太监高启前, 监视锦州、 宁远, 太监张国远、 监视山、 海关、 永、 永平, 至今河北卢龙、 石塘, 在今北京密云北等部综合兵响, 靠上军事。 后来, 由于文武大臣的不断圈见, 明思宗只好在崇祯八年, 1635年八月下诏, 撤回总理, 几间是各道的宦官, 但仍让高启前积蓄都里官、 宁军武, 表明他对宦官仍然十分信任, 将坚持借助宦官, 以强化皇权之策。 仅隔一年, 他又再次大规模启用宦官。 九年七月, 清兵再次迂回, 进碧居雍官, 明思宗集派太监李甫国, 许晋忠、 张远亨、 崔良勇分手紫金官, 在今河北一县西、 倒马官, 在今河北唐县西北、 龙泉官, 在今河北复平西、 古官, 在今山西洋全东。 不久, 清兵进入昌平, 明思宗令勇威营太监孙伟武, 刘元兵率六千五百人, 防止马水沿河。 又是兵部尚书张凤义, 总督各路援军, 监事官, 宁太监高企前为总监, 入园的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 山海关总兵张时捷, 接触高企前指挥。 后又以太监张云罕, 韩赞州为副提督, 寻成粤军, 太监魏国征为天寿山守备, 悬改总督宣府, 昌平等营, 邓良府为分手。 太监邵西兆, 监事忠, 西二邪, 杜勋为分手。 太监卢为宁, 总督天津, 通州, 林青, 德州军务, 兼李曹运河岛, 孙茂林为分手。 此时的宦官不仅是监军, 而且是总督, 分手, 直接指挥军队, 气焰因此更加嚣张。 这些太监, 多为市井无赖出身, 昏庸愚昧, 却又妄自尊大。 他们一旦大权在握, 便胡作非为, 不仅大肆贪污受贿, 而且任意倾可君资。 一旦遇到敌人, 折庸精兵先逃, 诸将皆齿于屈居其下, 因此皆难以克敌之胜。 宦官的重用, 破坏朝廷的礼法纲纪, 挫伤文武大臣的积极性, 败坏军政事务, 导致了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 许多大臣纷纷上书弹劾他们, 明慈宗虽将这些大臣降级贬官, 但也不得不于13年3月再次办发, 撤回各镇内臣罩, 将所有边防事务交给都、 府、镇、 道负责。 此年2月, 还下令严禁内臣干预外政, 重申庭臣吾交结内臣之令。 15年正月, 又下令霸提督经营内臣。 然而, 仅隔半年, 为了抵御清兵, 明思宗又于崇祯15年, 1642年, 7月命太监王承恩提督永卫营。 11月, 又命其督察京师成首, 并命太监方正化总监保定军务。 此后, 宦官的派遣始终未在中断。 崇祯17年春, 面对分兵两路向北京挺进的大顺农民军和关外日益壮大的清兵, 无计可施的明思宗只得派宦官奔赴各地或监军或统兵战首。 仅2月21日, 一次就派出十几名宦官兼职各镇。 当月, 还命内兼分守京师九门。 但是, 这一切并未能挽救明王的命运。 相反, 许多太监见大势一去, 都纷纷投向大顺军, 甚至打开京城的大门营将。 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跟随明思宗在美山, 近北京景山, 自尽为大明王朝做了殉葬。 第四章, 袁崇焕与孙城宗都市寄寥。 第一节, 重启袁崇焕都市寄寥, 万历后期崛起于辽东的后金, 趁着明朝政治腐朽, 国里衰退之机, 四处攻略, 不断作大, 已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天启年间, 川贵的涉安之乱尚未平息, 天启末年, 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又在陕北燃起, 对明朝的统治构成新的威胁。 宁四宗深知, 正是为了对付后金所增派的辽享, 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加上天灾贫乘, 广大农民才被迫揭干而起。 辽史如不了劫, 民便也难以平息。 因此, 他继位之后, 在产除燕党, 平顶奢安之乱, 整肃立志的同时, 就把平顶辽东作为迎求中兴之治的重大任务, 提上了议事日程。 宁远大捷与宁锦大捷, 阻止后金八旗兵的南下, 使明朝获得暂时的安宁。 但袁崇焕被燕党排挤离任后, 关于辽东的战首之策又在大臣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辽东战首之策的争论由来已久。 当初, 主张速战速决, 认为大兵一到, 胜利指日可待。 一些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将领对此持有意义, 认为后金经过多年的经营, 以积累起相当的实力, 不是轻易可以击败的, 必须在出征之前进行精心的筹划与准备, 待条件具备才可出兵。 如奉调率军参与这次征战的总兵官刘廷就曾指出, 当时兵想未冲, 士族不习, 将领威胁, 不便大举。 但明神宗, 方从者和兵部听不进去, 一再催促杨昊从苏进兵, 结果打了大败仗。 天启元年, 1621年, 五月, 雄廷碧接替辽东经略之职, 采取一手为战, 铸成一手的计策, 却又遭到辽东巡抚王化珍的反对。 王化珍立主速战速决, 得到其做主, 守抚叶相高的支持。 精略与巡抚意见相左, 步调不一, 导致了广宁的失险。 雄廷碧被逮捕下狱, 又遭燕党爪牙的诬陷, 而被斩首弃势, 传首九边。 王化珍虽也入狱, 但得燕党庇护, 直到崇祯五年, 1632年才被处死。 天启二年二月, 孙承宗启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八月受命以原官都里山海官城, 吉济、辽、 天津、 登州、 来州等处军务。 他认为若失辽佐, 必不能守于官, 山海官别名, 诗绝华, 金菊花岛, 宁远, 必不能赴辽佐, 派原重换, 满贵等修筑宁远城, 构筑一道坚固的宁锦防线, 将后金铁骑挡在辽河以东, 但他终因遭到攻击而辞职。 代为辽东精略的燕党分子高地, 进反孙承宗所为, 认为官外必不可守, 主张退守山海官。 原重换坚决反对, 坚守宁远, 高地静下令将锦州、 杏山在今辽宁领海市西南, 军民进车官内。 后今乘机围攻宁远, 被原重换击败。 宁远大劫后, 原重换重新修复锦州、 中佐, 在今辽宁锦西东北、 大灵河、 今辽宁锦县三个城堡, 初步恢复孙承宗的宁锦防线, 并经明熙宗的同意, 与皇太极进行和谈, 以延缓后今的进攻。 由于双方的条件过于悬殊, 未能达成协议。 皇太极率兵围攻锦州, 锦州城防攻势已修缮完毕, 后今八起兵未能得手, 持了败仗, 转攻宁远, 再遭败备。 明军又取得了宁锦大劫。 宁锦大劫结束不久, 主张放弃锦州, 将防线内衣的服役 重新抬头。 天启七年, 1627年, 七月, 镇守太监纪勇上书, 说锦州应清兵以防, 小修已补, 敌志则兼必清野以待。 纪辽总督严明泰, 纪一部上书, 认为当年一修锦州城, 遗数失策, 借着又因锦州这个弹丸之地, 几乎扰动半壁江山, 只宁锦之战, 虽然侥幸无事, 但也岌岌可危。 现在的锦州只能悬为虚者, 而不可作为使者, 只可设为活局, 而甚无你为死局。 言外之意, 锦州不应花大力气坚守, 该放弃时就要放弃。 具体负责守谕锦州的总兵官游氏陆也认为, 锦州城池受多年风雨催暴, 成员营舍崩坏, 万万不能久居, 齐请移住信山。 封命守谕塔山, 在近辽宁锦西东北的总兵官侯氏陆也说, 齐底低洼, 又靠近高山, 不宜防守, 最好移住他处。 这些主张与高地的主张以脉相承, 借属浅薄之简。 如果丢弃锦州于塔山, 宁锦防线便自行瓦解, 无疑等于向后经敞开大门, 后果将不堪设想。 蜀兵布什又是狼火威华, 在达复严明泰等人的上书史, 即严加驳斥, 强调锦城以首有成效, 绝不当义气。 躺临时赦某尔迪出奇, 应听新都师赎记而行。 明熙宗最后下旨, 关门之以宁远, 宁远之以塔山, 锦州皆层层外户, 多赦藩礼, 以一桩金汤, 并重申杜文焕驻守宁远, 侯氏陆驻守塔山, 由氏陆驻守锦州的决定, 要他们修筑城池, 操练驶马, 以战首为己土, 并互相协作, 不得推诿官网, 以免自取罪责。 明思宗继位后, 庭臣纷纷请求, 重新赵勇袁重换, 以加强辽东防务。 袁重换, 自自如, 又自元宿, 阻及广东东莞, 落及于广西藤县。 万历四十七年, 一六一九年, 近世, 守福建少武之县, 为人慷慨有胆略, 心系辽东占据。 天启两年, 一六二年, 他入京朝近, 被破格着为兵部之方司主事。 时当广宁失愧, 他未经请示, 瞒着家人单起出越观赛, 还朝后表示, 与我兵马前骨, 我一人足守此。 孙承宗入主兵部都李观城, 吉济, 辽, 天津, 登, 来等出军务后, 提拔袁重换, 为山东安查斯千世, 山海关监军, 他即上书保证, 不但巩固山海, 即以师之封疆, 行将复之。 孙承宗对他的上书极为赞赏, 批夫说, 一日破路先登, 未必不出于此也。 袁重换出官后, 任山海关监军道, 奔走逢霜, 持取写爱, 稳定民心, 安置辽民, 积极支持孙承宗守官外 以汉官类, 以辽人守辽土的决策。 孙承宗主张诸将有才胆者, 当留官外用, 建议他辞去山海关监军道之职, 出任宁前监军道。 袁重换尊主, 精疲奏后改任宁前道, 后与副总兵满贵, 一起共同承担宁远防务, 铸成束手。 天启六年正月, 努尔哈池亲率十三万八旗兵, 围攻宁远, 被明军击败。 宁远大劫后, 袁重换被拓任辽东巡抚, 重整辽西防务, 由于天启七年再度击败皇太极的进攻, 取得宁谨大劫。 但是, 立了其功的袁重换, 却因未能巴结为忠贤而遭弹劾, 被迫引并辞职。 明司宗即位后, 根据众臣的请求, 于天启七年, 1627年, 十一月任命袁重换为幼都御史, 使兵部天主左侍郎。 重真元年, 1628年, 四月, 兵部署布使左侍郎吕春如尚书, 认为袁重换不怕死, 不爱钱, 并在辽东打过仗, 遇到强敌压境, 别人都拼命呼吁, 急盼朝廷的援兵, 他却将母亲, 妻子带到军中, 奋勇杀敌, 至上谈兵, 人人都可以自命为高手, 他却冲杀在敌人的刀锋史诗之下, 从而练就冲天的胆气, 和克敌制胜的真本事。 此臣所以为始终可用也, 要求皇上加以重用。 明司宗采纳这个建议, 重真元年二月, 提升元重换为兵部尚书, 幼都于使, 总督, 辽, 登, 来, 天津军务, 让其全权处理寄辽军务, 希望他整治边防, 平定辽东, 收复师弟。 重真元年, 1628年, 7月, 元重换奉赵露经。 明司宗当即在文化殿召见廷臣和元重换, 讨论评了方略。 明司宗先对元重换表示慰问, 然后询问他将采用什么办法平息后进的骚扰, 侵犯。 可能是感动于皇上的重新启用和亲自召见。 血气方刚的元重换回答说, 收复辽东的方略已另有奏书相加陈述。 陈受皇上之欲之恩, 赵臣万里之外, 躺家已便宜行事之权, 继五年, 权辽可赴。 明司宗喜出望外, 联声说道, 躺能赴辽, 朕不领封侯之赏。 轻鲁历解天下之道选, 你的子孙也将世代享受恩惠和封赏。 此时, 一旁的内阁府尘寒鲁, 刘洪迅, 李彪, 前东西四人也决欢心鼓舞, 异口同声地称赞道, 重换肝胆之气, 实践方略, 确实可嘉, 真其难子也。 元重换急忙叩头谢恩。 元重换五年复辽的许诺, 显然是过于轻率了。 就明与后金对峙的形势而言, 收复辽东的目标并不是不可实现的。 因为后金虽然用武力征服了东北大片土地和人口, 但由于四行掳掠于屠杀, 把奴隶制强行推广到已经高度封建化的辽东地区, 将掳掠来的大量汉族人口和战俘冲作奴隶, 并实行民族同化和压迫政策, 强迫汉人提罚异服, 改变风俗习惯, 引起积极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激起辽东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投赌、逃亡、 武装暴动的事件屡屡发生, 社会动荡不安, 统治秩序很不稳定。 并且, 分布在辽东北边和南边的漠南蒙古、 东北诸部、 上青向明朝, 对后金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而明朝方面, 虽在辽东失去广宁以东之地, 但在辽西地区经过孙承宗, 原重换连续多年的经营, 城坚兵锐, 屯粮充实, 人心稳定, 聚集着与后金对抗的一股强大力量。 在后方, 又有山海关类广阔的地区作为后盾, 可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 再者, 漠南蒙古东北诸部、 上青向明朝, 对后金起着牵制的作用。 所有这些都为挽救辽东的败局带来了希望。 不过, 也应该看到, 黄太极时期后进的实力已非努尔哈赤出起实可比。 他在继位之后, 不仅发兵征服朝鲜, 解除其后顾之忧, 而且正在逐步削夺巴奇贝勒的权力集中汉权, 鼓励通商, 发展农业生产, 开科取势, 缓和女真与汉族的矛盾, 从而大大增强了实力。 而明朝内部, 自明神宗亲政以来, 政治昏暗, 军政腐败, 经济凋敝, 民不聊生, 农民起义的新兴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在这种局势下, 要阻挡后金的进攻, 进而收复辽东, 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做到的。 因此, 当明子宗暂时推回遍殿烧市气息的时候, 宾科给世忠许玉清便走到袁崇幻跟前, 小声地向他询问五年平了的方略。 不料, 袁崇幻竟若无其事地回答说, 圣心焦牢, 了已是相未尔。 原来, 他的五年赋料不过是安慰皇上的一句空话, 并没有什么把握。 俗话说, 君无戏言, 徐玉清不得不小心提醒说, 皇上英明, 岂可浪对, 到时暗期择效, 怎么办呢? 经徐玉清的提醒, 袁崇幻自觉失言, 脑子迅速转动起来, 思谋着如何转环的对策。 戴明司宗回到殿中, 他急忙对五年赋辽做出解释, 说辽东边市是四十年积累的局面, 原本不亦了结。 但陛下既然委任于臣, 臣岂敢推辞? 不过, 如要办成此事, 必须假以便宜行事之权, 也就是说, 五年之内, 互不转军饷, 公不给器械, 利益不用人, 兵不调兵选将, 都必须让臣得心应手, 才有望奏效。 明司宗听了, 当即交代属里户部的侍郎王家珍, 属里公部的侍郎张维书, 吏部尚书王永光, 兵部尚书王再进, 务必一一照办。 接着, 袁崇幻又想到万历亲政以来, 党争不断, 言官舆论纷扰, 边臣处处受到彻肘的问题, 说以臣之立志全聊有余, 调和众口则不足。 臣一出关门, 聚精师万里之谣, 难免有技工杜能之人, 拨弄是非, 造谣声势, 虽不以权力彻臣之肘, 但也能以舆论乱臣之谋。 明司宗站起来认真倾听, 略加思索, 也当面回答说, 朕自有主持, 轻不必为此介意。 原重换件索提条件, 都已得到满足, 只能表示, 臣如不能马到成功, 收复故土, 还有何颜面见皇上。 明司宗即催促他, 尽快出关, 以输辽民之盘。 在一旁的内阁府臣刘洪迅等, 忙提醒皇上, 收回明旗宗天起七年, 1627年, 四月。 七月分别赐给截至关外寺镇的左都督满贵和辽东都师王之臣的上方箭, 改赐袁重换, 令其便宜从事, 明司宗也一口答应。 结束召见之前, 明司宗还特地招呼袁重换走到跟前, 和颜悦色地说, 怨清早平外寇, 以书四方苍生之困。 临腿朝时, 又叮嘱近视太监, 赐给袁重换一顿酒席。 通过这次召见, 袁重换看到明司宗科一迎求忠心之志, 基于平顶辽东外寰的焦虑, 也感受到皇上对自己的器重和殷切期望之情, 这一切无不令他深受感动。 赴汤蹈火, 舍身为国, 他在所不辞。 但他也希望皇上能从实际出发, 给他一点回旋的余地。 经过反复思考与斟酌, 袁重换仍然认为他过去, 在辽东所实行的以辽人手辽土, 以辽土养辽人以手为正着, 站为齐着, 和为旁着的战略方针, 是正确稳妥的, 必须坚持。 因此, 两天之后, 便以钦差出阵刑编都师的身份, 向明司宗成帝一份奏书, 揭许平台赵队时所担忧的严官舆论纷扰, 编成屡受猜忌排挤的话题, 巧妙地重申自己的平辽方略。 他援引雄庭壁, 孙成宗在辽东经锐刃上为人排挤构陷的势力说, 恢复之计, 不外臣昔年以辽人手辽土, 以辽土养辽人, 手为正着, 站为齐着, 和为旁着之说, 法再见不再咒, 再实不再虚, 此臣于诛边臣所能为, 只用人之人, 与为人用之人, 皆知遵思其要。 何以认而勿二, 信而勿疑, 该于边臣与庭臣义, 君中可惊可疑者数多, 但当论成败之大局, 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威侠, 事人既重, 伟愿十多。 诸有利于封疆者, 皆不利于此身者也。 况徒敌之极, 敌意从而兼之, 是以为边臣甚难。 陛下爱臣之臣, 臣何必过一句, 但终有所谓不敢不告。 这个奏书, 强调自己作为一名边臣, 所能做的就是坚守他一贯主张的固守, 征战于何以三者并重, 而以固守为主, 以征战于何以为辅的方略。 法在剑而不在咒, 其深层含义, 是准备在辽东打一场持久战, 而不是五年赴辽。 希望皇上能认而勿二, 信而勿疑, 要着眼于成败之大局, 不要计较一言一行之得失, 不要为某些大臣的一律记恨所动摇, 更不要为敌人的挑拨离间所迷惑。 但高度兴奋的明思宗, 并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 仍下只表彰他中永久住, 说福岩镇自有鉴别, 切勿粘固, 领战手机遗, 西厅便宜行事。 崇祯元年, 1628年, 8月初7日, 元崇患肩负明思宗的重托, 单其兴斥出关。 出关之前, 辽东巡抚必自诉传来宁远兵变的消息, 说驻守宁远的四川, 胡广兵因四个月未领到军饷, 聚集到巡抚衙门情愿, 毕自诉向互补情想, 互补俱发。 士兵因而划变, 其他十三营也起而响应, 将毕自诉等人严加拷打。 兵被到郭广兴赶道, 用身体掩护毕自诉, 并筹措几万两银子, 补发部分欠想, 才使事态暂时缓和下来。 明思宗只是兵部迅速平定划变, 说有能赴胖开门官兵崇家声赏, 同党能赴龙首, 及诱签罪。 因此, 袁崇唤出山海关后, 迅疾甘望宁远, 为疾入都师行员, 便禁止进入兵营, 宣布皇上的遇事, 使花边士兵陆续返回营武。 接着, 经与兵被盗郭广心密谋, 召见为首的杨某、张某, 令其绑父花边首领, 以诱签罪。 几天后, 十五名华边首领被抓获, 销售失众, 并承办贪虐质变的几名官员, 奖励都撕成大鳄一营, 为参与兵变的官兵。 一场兵变风波, 忠告平息。 接着, 袁崇唤着手调整官内外的防务, 过去全辽只设一名总兵, 后来后今崛起, 总兵更设不定。 燕党崔承秀长管兵部大权后, 被安插亲信, 在山海关外, 添设了三四名总兵, 是多车肘。 袁崇唤上奏朝廷, 精明司宗批准后, 在山海关内外, 各设总兵一名, 将熟悉辽东战局的冀镇总兵, 赵帅较调任官内总兵, 加官一级, 挂平辽将军印, 驻守山海关城, 航武起身, 惯例战争的官内总兵 马登云调任济镇总兵, 关外分辖宁远, 锦州两地的总兵朱梅, 祖大寿, 朱梅因有病载身解除职务, 两地守军统归祖大寿管辖, 家祖大寿, 都督同知显, 挂征辽前锋印, 驻守锦州, 中军副将何可刚家都都千十, 驻守宁远, 袁崇幻向明司宗表示, 臣自七五年赴辽, 就专门依赖这三名将领, 他们当于我乡始终, 届时不见成效, 臣亲自杀了这三元大将, 然后领受刑御官的出展, 继宁远兵变之后, 不久又发生了锦州兵变, 这两次兵变, 以及在辽东镇守多年的经验, 使袁崇幻深刻地认识到, 拖欠军饷往往是激发兵变的直接诱因, 为了稳定军心, 巩固防务, 他赴任都市不久, 即尚书请求, 从速发放山海关内外机械的军饷74万两, 以及泰普斯马甲银, 辅赏银4万两, 不料, 兵部与严官却就如何解决拖欠军饷的问题, 发生激烈争吵, 兵部认为兵饷之处, 主要是因为士兵太多而遂想太富, 严官则认为是由兵级空选, 许多军官冒陵所致, 原重换建护部发布出银两, 又请求批发皇帝的私窟内堂, 明司宗不肯动他的内府积蓄, 只管接吻新任户部尚书笔子言, 笔子言夫演说, 户部趋银, 荣当陆续筹挫伏伏, 最后几经商议, 明司宗只得采纳内阁俯臣的建议, 准发原重换想赢三十万两, 还不及原重换请求伏伏数额的私承, 当初答应原重换都市的条件之一, 户部转军饷, 就这样打了个大折扣, 在调整官内外防务的同时, 原重换还尽力修补已遭破坏的明蒙联盟, 以图借助漠南蒙古的力量对抗后金, 明朝末年, 蒙古分为墨西威拉特, 墨北喀尔喀和墨南三大部分, 与明朝近邻的墨南蒙古, 在东北有寄疗边外的喀拉沁, 查哈尔, 美喀尔喀和嫩江流域的科尔沁等部, 当时墨南蒙古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 查哈尔汉名义上是各部的宗主, 驶马强盛, 横行墨南, 诸步不堪其苦, 但其内部有矛盾重重, 各部殷后金不断倾夺其牧场与扶赏之地, 而对其持敌是抵抗的态度, 对明朝则是既扰鞭又协赏, 用扰鞭以求赴赏。 孙承宗与袁崇焕出任辽职之后, 都加紧对墨南蒙古的赴赏, 并争取与之结盟。 从天启两年, 162年起, 先后与喀拉沁、 敖汉、 查哈尔、 内卡尔喀结盟, 并尽力协调查哈尔林丹汉与各部的矛盾, 共同著名抵御后金, 对各部的扰边行为, 则予以坚决回击。 但是, 当袁崇焕受到排挤而离开辽东之后, 墨南蒙古各部的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昔日与明结盟的蒙古部落, 有的已被林丹汉煎饼。 林丹汉由于担心各部依附后金, 他自己也率部, 西迁至宣府, 大同一带珠穆。 目光短浅的明司宗认为, 对墨南蒙古的福尚图好金钱而无实际效益, 于崇祯元年、 天聪两年、 1628年, 七月割除对墨南蒙古诸部的赏赐于忽视。 黄太吉则已改往西卢尔哈赤对蒙古各部以战为主的策略, 采取孤立林丹汉, 对其他各部偏于怀柔之策略, 用联姻、 蒙氏、 封赏等各种手段, 拉拢墨南蒙古其他部落。 这一招很快奏效, 墨南蒙古大部分部落纷纷倒向后金。 当年九月, 他及联合敖汉、 奈曼、 内卡尔喀、 喀拉钦、 科尔钦诸部, 共同攻打叉哈尔, 大败林丹汉, 占领了希腊木轮和刘宇。 袁崇幻都市辽东后, 已是西部, 指漠南蒙古、 吴存、 东幻, 指厚金之幻, 我独当之, 行事极为严峻。 但他仍坚持和西鲁而后期语的政策, 希望修补业意破坏的冥蒙联盟。 为此, 他特地举荐, 曾长期担任过季辽总督的王向前出任宣大总督。 王向前上任后, 与袁崇幻都认为西鲁静而东自宁, 奏请明思宗改变作法, 每年基于查哈尔林丹汉上银8.1万两。 明思宗批准于崇祯两年1629年, 重新实现对林丹汉的负赏。 查哈尔部西前轩大后驻木济门以北的是喀拉钦部。 该部首领数部的早在袁崇幻都聊之前, 即与黄太极有过交往, 之后还互相联姻。 崇祯元年10月, 因塞外发生大饥荒, 喀拉钦部向明朝倾诉, 许多边臣表示反对。 袁崇幻认为, 只要稍加劝导并助其渡过灾荒, 便可促其脱离后金, 坚持将自己本已十分拮据的粮食 卖给喀拉钦。 一年3月, 塞外又发生大饥荒, 他仍应数部的知情, 继续把粮食卖给喀拉钦。 为了统一使权, 在辽东巡抚必自诉 因宁援兵便上输引罪, 后逃至忠左所上吊自杀后, 袁崇幻请求明司宗 取消辽东巡抚的建制。 后来, 邓来巡抚孙国珍被免职, 他又请求取消邓来巡抚的建制。 皇上都一一照准。 这样, 在袁崇幻都市的军事管辖范围内, 辽东、 济州和与辽东隔海相望的山东登州府、 来州府便不再有巡抚之设, 也无人可与他的权力相抗衡了。 第二届, 袁崇幻诸杀毛文龙, 为了统一使权, 袁崇幻还不惜同事操歌, 设计诸杀了不受节制的平辽总兵毛文龙。 毛文龙阻击山西太平, 在今山西湘粉西南, 因父亲到浙江前堂, 今浙江杭州、 京商, 他在那里出生, 便以出生地为籍贯。 他少氏佳品, 验读经书、 好奇社, 是围棋, 后学麻衣像术, 靠摆摊册字, 为人相命为生。 有一天, 他在旧父沈光作一位熟悉孙无兵法的牧科那里读到兵书, 觉得很对口味, 从此好谈兵事, 在与好友对饮食, 曾拍案大呼, 不封后, 不把羞。 三十岁时, 毛文龙听说辽东危急, 认为施展身手的时机到了, 便只身入京, 密走关外变赛, 观察山川行事。 在京担任兵部主持的沈光作, 得知他的兴趣与志向, 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好友, 辽东巡抚王在晋。 天启元年, 1621年, 王在晋遂将他收入标下, 数炼兵游击。 当时正知辽审陷落不久, 王在晋与辽东经略熊廷弼在战手方略上发生严重分歧。 熊廷弼根据当时的敌我行事, 坚持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 并提出三方布置之策, 主张在陆上集中主要兵力固守广营, 全力制敌, 并沿三岔和两岸修筑坡垒, 直游兵轮番出入, 以迷惑后进军队, 海上则在天津、登州、来州各治周施, 袭绕辽东半岛沿海地区, 乘需从辽南打击后进的侧备, 动摇起人心, 使其有后顾之忧, 然后四级出兵, 收复辽沈师弟。 为确保这个战略计划的施行, 熊廷碧还提出联合朝鲜, 使其出兵压绿江上, 声援和侧应明军的行动。 同时, 要再登来增设巡抚, 由精略驻守山海关, 居中指挥调度广营、天津, 等来三地的军队, 顾明约三方布置策。 但是, 呆头呆脑而又刚愧自用, 素不习兵而又好说大话的王化珍, 却提出一个沿辽河分设六营, 化帝而守的主张。 熊廷碧表示反对, 认为辽河窄而难事, 堡垒小而难容打兵, 应该集中兵力固守广营。 如果驻兵和尚, 兵分则利弱。 假使敌军的清旗前渡辽河, 只供一营利弊不支, 一营溃败, 则诸营皆溃。 辽阳距广宁三百六十里, 迪其非一日能到, 若有动静, 我必预知, 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因此, 万万不宜分兵防河, 先为自若之计。 王化珍见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 非常记恨, 便授意毛文龙出面搅局, 带兵袭去镇江, 在金辽东丹东东北。 天启元年, 1621年, 五月, 毛文龙奉王化珍之命, 率领一百九十二名兵丁, 乘坐三艘船, 由三岔河南泛沿海珠岛, 收将辽东逃民。 七月, 到达朝鲜的弥申堡, 得知为后金镇守镇江的明朝叛将 童仰臻带兵外出, 承守空虚, 便派人潜入镇江, 密约后金中军陈良策为内应。 当时正值登南巡抚, 陶朗先派参将王少勋, 带领两千多名兵丁, 驾驶数十条船, 到朝鲜接回南逃的辽民。 毛文龙鬼称, 这些船只都是自己的, 陈良策心以为真。 双方约定在二十日夜晚, 毛文龙带兵偷袭, 陈良策捉拿筒养真, 理应外合, 一举拿下镇江宝。 毛文龙偷袭成功后, 附近汤战, 险山人民即分别捉拿后金手宝官降于毛文龙。 长殿的后金手宝官则主动向毛文龙投降。 努尔哈池文训, 二十六日急命皇太极, 阿敏率兵五千前去镇压。 二十七日, 毛文龙逃入朝鲜一周躲避。 二十九日, 后金兵屠镇江宝, 扶取一万两千余人。 王化珍便利用毛文龙的 这次偷袭大作文章, 自称发纵齐功, 向朝廷奏节, 要求马上大举进兵。 举朝大喜, 认为这是若干年来的空谷之音, 命灯, 来和天津发周诗两万, 或直抵镇江, 或直抵三叉河, 以侧应毛文龙。 王化珍从广宁挑选精兵四万, 近距辽河, 联合西部蒙古, 成绩进击, 雄廷必居中节制, 统一指挥。 但命令下达后, 精略, 巡抚都互相观望, 按兵不动。 不久, 王化珍又上书, 说后金以气辽阳不守, 辽东师县将士, 日夜盼望官军到来, 西部蒙古诸部都愿出兵相助, 敌军驻守海州, 近辽宁海城, 这仅值两千, 和尚也只有辽祖三千, 若前世偷袭, 事在必客。 投靠魏忠贤的兵部尚书张鹤明表示支持, 行令催促进兵。 原先支持熊廷必的明西宗遂改变态度, 批准王化珍的奏请, 并提升毛文龙为副总兵。 熊廷必随即尚书, 指出我三方兵力未及, 毛文龙发兵偷袭, 即打乱三方布置之策, 又耽误联络朝鲜之计, 慕为其功, 乃其持尔。 但朝中大臣皆以习取镇江为其节, 仍令驻守辽东的明军执行王化珍的计划。 结果, 蒙古诸部按兵不动, 王化珍也未敢进兵, 夺取海州的计划完全落空。 事实证明, 毛文龙的搅居行动, 干扰熊廷必的三方布置之策, 家具精、府的矛盾。 正是辽东京, 寻得不合, 埋下了日后广宁尸首的祸根。 镇江之以后, 毛文龙逃至朝鲜一周, 多次遭到后京军队的袭击, 又逃至宣传临盘。 天气两年, 162年6月, 明廷加毛文龙为平辽总兵, 设真于皮岛, 助给官方, 希望他继续抗击后京。 朝鲜怕毛文龙在路上生事, 引起后京的入侵, 劝毛文龙迁入海岛。 当年11月, 毛文龙便率中入聚 距朝鲜铁山八十里的海中皮岛, 并分兵占领附近的几个小岛。 皮岛位于鸭禄江之东, 也称东江, 又名甲岛, 属朝鲜平壤府三河县。 岛上荒芜无人, 多蛇虎, 东西十五里, 南北十里, 与鸭禄江口的张子岛, 鹿岛呈三足鼎立之势。 它居于辽东, 朝鲜, 山东登来之中, 号称孔道,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毛文龙在岛上率部披荆斩棘, 制造器械, 召集流民, 通行商骨。 过往的南货增博, 北货雕餐, 都得向毛文龙挂好纳税, 方可放行。 毛文龙还与朝鲜, 先罚, 日本进行贸易, 每月可收入白银十万两。 经过几年的经营, 随称雄镇。 天启三年, 1623年, 毛文龙与部将纪役, 认为辽东要地当属金州, 近辽东大连金州区, 他南通旅顺口, 北至三牛镇, 西通广宁, 东向则可屠辅辽东失地。 如果拿下此城, 陆路可恶后金骑兵, 水路可往登州运梁, 停泊。 于是, 毛文龙命部将率兵, 于七月初袭去金州。 润十月, 听说后金调几兵马, 将渡河来袭, 毛文龙又调兵三万, 率个将领公牛毛寨, 乌姬等处, 命张盘守金州, 自还匹岛。 而后, 他以此向朝廷告诫, 朝廷遂提升毛文龙为左都督, 挂平辽将军印, 认可他设阵匹岛。 当时, 朝廷上下都以为毛文龙有在海上牵制后进的作用。 兵部大臣就说, 文龙灭奴, 指奴尔哈赤, 则不足, 牵制则有余。 有的甚至说, 今日所是海外长城者, 非毛文龙者乎。 昏庸的明熙宗旨呼毛文龙为毛帅, 在御旨中多次称赞他说, 多方牵制, 使奴狼狈, 而不敢息骨, 为耳施来。 派太监王敏正, 胡良府副朝鲜册封国王李宗使, 海特递命他们转赴皮岛, 赏赐毛文龙银两, 芒衣。 毛文龙正是凭借朝廷的依赖, 一面广招辽东逃民, 数年之间约达二三十万。 他令父者皆为毛姓, 如若其弟于子孙。 凡海岛官民赏罚生将, 生杀与夺, 皆听从他的处置, 另一面则派人入京挥卖权贵, 勾结燕党, 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 毛文龙便以此为资本, 谎报自己有兵二十余万, 向朝廷索要军饷, 每年一百二十万两。 他坐镇皮岛, 仅有几次对后进的骚扰活动, 且大多失败而归, 但却夸大其词, 虚报战功, 向朝廷邀赏。 由于燕党势力的日益膨胀, 由此引起的党争也日益激烈, 人们都无暇顾及 批处东北海中的毛文龙, 值得听认其具体自凶。 明思宗继位后, 毛文龙为了试探 这位年轻的新天子 对自己的态度于天启七年, 1627年, 九月上奏朝廷, 诉说他七年苦楚, 百战勤劳, 有不平折武士, 要求派人替代其职位。 刚就位的明思宗 不了解毛文龙的情况, 只能下诏欲以未留。 与此同时, 毛文龙又加紧 与后金的议和活动。 早在努尔哈池之时, 后金就多次派人 以中分土地并优待毛文龙 在辽的祖属为条件, 招向毛文龙。 努尔哈池死后, 皇太极继续对他进行招向, 但当时毛文龙 并未下决心投降, 谈判无果而终。 新天子继位, 毛文龙赶到前途未卜, 未给自己留条后路, 又主动派人找皇太极进行谈判。 经过讨价还价, 基本达成彼此把兵, 共享太平的协议和而取山海关, 或取山东的默契。 不料, 当后金的谈判代表柯阔, 马通是于崇祯元年, 1628年, 五月来到毕岛市, 被明朝户部官员黄忠泽察觉。 毛文龙为了掩盖通款的真相, 杀掉马通氏, 而将科阔借送北京, 详金的通款活动暂告终止。 10月, 毛文龙与皇太极又恢复谈判, 但由于双方各怀鬼胎, 互相猜疑, 毛文龙最终没有向后金投降。 袁崇焕对毛文龙的所作所为, 极为不满。 早在出任辽东巡抚之时, 他即曾在天启六年, 1626年, 奏请撤销东江镇。 次年, 东江遭受皇太极的袭击, 他又持观望的态度, 不曾出兵救援。 毛文龙对袁崇焕也心怀愿望。 当袁崇焕代表朝廷与后金议和, 皇太极成绩东征朝鲜, 致使袁崇焕受到弹劾之时, 他就是其中一名积极的弹劾者。 此次袁崇焕受命都市辽东, 以对皇上许下五年赴辽的诺言, 皇上也以授予他便宜行事之大权, 并按照他的请求撤销了可能对都市权力产生 撤肘的辽东巡抚和登来巡抚的建制。 他当然是不容再有一个不服调窃的驱衰存在, 绝即要除掉这个自命不凡, 不服劫之的毛文龙。 在离经前夕, 当内阁大学士乾隆熙问及赋料的方略时, 他回答当先从东江做起。 乾隆熙不解, 问道, 舍实的儿问海盗, 河野, 且毛衰未必可得利。 他答道, 可用则用之, 不可用则杀之。 并说, 入其军, 斩其率, 这是古人对付这种人的办法。 必要时, 我也不会落人之后。 袁崇唤出关都师后, 首先采取措施, 力图从经济上控制毛文龙。 崇祯两年, 1629年, 三月, 他上书朝廷, 请求重申海禁, 规定登州不需有一船出海, 所有运网提倒的物资装备, 已改由长文运至宁远外海的绝华岛, 经驴顺口转运到皮岛, 先前由天津运送的粮响, 也改由绝华岛起运, 并去京都师衙门挂号, 方可出海。 这一举措, 不仅控制了毛文龙粮响, 装备的运输渠道, 而且切断了他海上贸易的命脉。 毛文龙急于四月间上书申诉, 说原都师封锁登州海岸, 不许一船出海, 以致客船未法不来, 诸将都说是蓝侯切我一刀, 必定立死。 明思宗未雨理睬。 毛文龙在上一书, 申诉他对朝廷的耿耿忠心, 说他恢复辽动的志向, 之所以迟迟未能实现, 实在是文臣无臣, 而非臣无国。 他似乎一遇感到, 不久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又把毛头指指原重唤, 说诸臣独计除臣, 补计除奴, 将江山而快私奋, 操各毛于同事。 明思宗继位后, 曾两次派人查核毛文龙的兵马。 崇祯元年四五月间, 户部官员黄中色 核定的数额为3.6万名, 11月登来到王庭市 更裁定为2.8万名。 这给明思宗留下深刻的印象, 觉得此人说话并不靠谱, 必须警惕。 况且, 此时明思宗更为关切, 是袁崇焕的五年赋疗计划, 他也已授予袁崇焕便宜行事之大权, 因此对毛文龙的这个奏书 并未太在意, 只是淡淡地回复说, 导兵裁定, 赵娥发想, 尽已有止。 都师与面资筹略, 军中一切事宜, 当从长商榷。 袁崇焕从毛文龙的 这一连串动作中看出他不会轻易就范, 决定用技术制。 当毛文龙再次派人向袁崇焕所想, 袁崇焕洋装不明底细, 在大庭广众下高声大发议论, 说文官不肯体虚武官的难处, 稍有不合, 就想办法刁难人家, 成何体统。 既然缺响, 何不详细承报上来。 于是, 他从运来的良响中拨出实传, 交给来人带回, 并亲笔写一封慰问信, 连同一笔靠上银两, 珠扬酒面等, 随传烧给毛文龙, 以麻痹毛文龙。 毛文龙不明所以, 还特地前往宁远, 对袁都师表示感谢。 袁崇幻见毛文龙没起疑心, 就和他约定在双岛再次回晤, 捎带简约东江的官兵。 崇祯两年, 1629年, 5月22日, 袁崇幻按照事件的约定, 从宁远启程, 承传经中岛, 松木岛, 小黑山, 大黑山, 珠岛, 蛇岛, 虾马岛, 于29日到达双岛。 毛文龙也从皮岛赶来, 一日前往都师船上拜业, 献上碧驳酒窑等礼品。 不久, 袁崇幻又到毛文龙的营帐回拜。 临别时, 袁崇幻表示, 他在船上不便设宴招待, 想在岸边设帐举宴, 与朱将官共同欢迎一番。 毛文龙当即点头英云。 六月初三日, 袁崇幻登上双岛, 毛文龙率东江将官列队欢迎。 进入营帐后, 毛文龙秉退侍卫, 与袁崇幻密谈至深夜三更。 第二天, 毛文龙涉言招待袁崇幻, 又与之密谈到深夜。 袁崇幻要毛文龙告老还乡, 毛文龙回答说, 我久有此心, 不过只有带我了解辽东的军情形势 和灭奴的诀窍, 灭了后金, 城市攻占朝鲜方可成形。 大有此地舍我其谁之改。 袁崇幻还曾通过随从 提出改革营制, 设置兼司, 以兼军计和操练。 毛文龙同意改革营制, 但反对设置兼司。 袁崇幻又提出要检阅骑设, 并犒赏官兵, 向毛文龙索要官兵的花名册。 毛文龙不肯亮出家底, 只说本人所带的青丁, 连同双岛上官兵共计三千五百多人, 明日集合领赏并越是骑设。 六月五日, 袁崇幻在双岛的山上设置营帐, 令参将谢上正率领假师埋伏在营帐之外。 毛文龙到来, 所有随从师族都被挡在外面, 只许毛文龙之身进入营帐。 袁崇幻对他说, 我明天一早就得动身返回, 无法同意告别。 你已人担负国家海外首预的重任, 请受我一拜。 互相拜毕, 袁崇幻随即与毛文龙登山越式将士的骑设, 并给将士发放犒赏。 犒赏完毕, 袁崇幻逐个询问将官的姓名, 一百二十名将官都说姓毛。 毛文龙解释说, 他们都是庇护的子孙。 袁崇幻话中有话地笑道, 你们哪里都姓毛, 事事不由己呀。 这样的豪汉, 个个都可用。 我宁愿前线地将官心奉高, 士兵的良相多。 尚且感到吃不饱, 你们在海外新老, 每名只领到一壶米, 一家几口人都吃这份口粮, 如此困乏, 实在令人感到酸楚痛惜, 请受本部院一拜。 只要你们为国家出力, 此后不愁没有良相。 待将官西安完毕, 袁崇幻便转身责问毛文龙, 本部院截至四镇, 深沿海禁, 十孔天津, 当来受复兴之患。 今请涉东江相思, 钱粮由宁远运送东江也很方便。 昨天与你相商, 你非要谢银自网登来赵买。 本部院提出了一阵改革营制, 分履顺东西约束和响, 并已向朝廷伸走, 将军又执意不允, 这不是欺君是什么? 现今皇上英明天宗, 国法岂能容你胡作非为? 说完, 不容毛文龙分辨, 便西向叩首, 请皇命夺取毛文龙的关带。 旁边的随从早有准备, 立即动手夺下毛文龙的关带, 把他捆绑起来。 接着, 袁崇焕当众隶属毛文龙专制一方, 冒攻齐君, 前通倒移, 官望养寇, 无汉马之劳等十二大罪。 毛文龙丧魂失魄, 一时雨色, 只是一味叩头, 祈求免于一死。 袁崇焕问东江诸将官, 毛文龙如此罪恶, 你等以为该不该杀? 朱将在夏日的暴晒下直冒冷汗, 大惊失色, 连连点头说该杀。 有个别将官称说, 毛文龙数年辛苦,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袁崇焕博持说, 毛文龙原本不过是一介不一, 如今官至极品, 满门封阴, 尽足酬劳, 他却如此悲逆。 然后朝夕叩头请指, 说, 陈今朱文龙已宿军, 朱将中有若文龙者, 习朱。 臣不能成功, 皇上亦亦诱朱文龙者朱臣。 说吧, 取出上方箭交给七排官, 立即将毛文龙斩于仗前, 并大声告语东江将士, 朱指文龙, 余无罪。 第二天, 袁崇焕尾毛文龙举行祭奠礼, 拜月, 昨天杀你, 是执行朝廷大法, 今天寄你, 是出于疗有私情。 接着, 宣布将东江士族2.8万人分为四邪, 以毛文龙之子毛成座, 副将陈纪盛, 参将徐福走, 游击刘星座分别统领, 收回毛文龙的赤印, 上方箭令陈纪盛代为掌管, 然后犒赏军事安抚诸岛, 废除毛文龙的暴虐之政。 6月初9日, 袁崇焕离开双岛, 登州返回宁远。 袁崇焕返回宁远后, 立即上书向明思宗奏报诸杀毛文龙之事。 书莫说, 文龙大将, 非臣得善诸, 锦锡搞戴罪。 明思宗接到奏报, 书为惊骇, 但想到自己既已授予袁崇焕便宜行事之权, 便有批复说, 兴能生罪政法, 事关封将安危, 捆外援不忠致, 不必饮罪。 一切不止遵照赤裕, 听便宜行事。 过了几天, 又御士兵补曰, 朕以东师府都师援重唤, 故与徽江, 控与鸡脚, 一切捆外军机便宜从事。 岛帅毛文龙, 玄军海上, 开阵有年, 动以千志为名, 全无事实。 搅降献劫, 欺狂朝廷, 弃甲除粮, 不好军国, 近乃部署遗憾多兵, 泛州登州, 声言所想, 雄情跋扈, 显著逆行。 重唤木鸡应鸡, 公亲正法, 据奏则十二罪, 死当绝孤。 大将众辟先稳, 自是行军纪律, 此则决策弥辩, 姬氏促途, 远无终止。 据书戴罪, 以奉名誉, 乃着安心认识。 不过, 就袁崇焕来说, 诛杀毛文龙, 无疑是办了一件错事。 毛文龙坐镇东江, 八年之间, 尽管对后金, 仅有为数不多的骚扰活动, 没有多少圣迹, 而且所想过多, 令人不快, 并有与后金通款的行为。 但只要, 他没有真正投向后金, 后金的西进, 就不能不有所顾忌, 这对后金, 就是一种牵制力量。 毛文龙一死, 东江无主, 各支队伍互相攻杀, 对后金便失去牵制作用。 后来, 四邪并成两邪。 不久, 两邪首领刘兴志, 拘辟捣判, 杀东邪首领陈吉胜, 后来自己又为参将沈士奎所杀。 参将孔友德, 耿忠宁走一灯来巡抚孙元化, 后与总兵黄龙发生矛盾, 盼头后金。 广路副将尚科席与沈士奎之子沈志祥等, 也皆先后投向后金, 与宁远互为犄角的东江抗金基地, 最终丧尸。 第三解, 以似之便与袁崇焕北渊沙, 袁崇焕朱沙毛文龙, 为后金南下功名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皇太极在宁远, 宁锦之战失利后, 意识到后金的八旗铁齐长于野战, 却短于攻城, 面对明军倚仗, 西洋, 火炮, 死守城池的战法, 后金军队只能败女而归。 于是绝迹闭关外, 绕关内, 绕开宁锦防线, 去到内蒙古, 从明军防御薄弱的寄门一线入关, 深入明朝腹地, 逐步削弱明朝军事实力, 在伺机于之决战。 皇太极说, 比山海关, 锦州防守瞬间, 徒劳我师, 功之何以, 为当深入内地, 许其无被诚意可也。 为此, 他一面加紧对末南蒙古的征战与招服, 一面又与袁崇焕重开合议谈判, 为其进行战前的准备工作, 争取时间。 袁崇焕与皇太极的和谈, 始于天启六年, 天命十一年, 1626年, 八月努尔哈池死后, 皇太极继承捍卫之事。 当时他任辽东巡抚之职, 议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 修复宁远之战中遭受破坏的宁锦防线。 皇太极为了实施起先强江东, 治朝鲜, 以除根本之忧, 刺犯山海关, 宁远等城的战略计划, 也需要争取时间用兵朝鲜, 因此同意展开和谈。 但由于双方议和的条件相差悬殊, 在皇太极征服朝鲜之后, 谈判及告终止。 宁锦之战失败后, 皇太极调整对冥作战的方略, 又主动向明朝展开和平攻势。 他多次派人向辽东府镇表达和谈的意愿, 但遭到明司宗的坚决拒绝。 袁崇焕复出都辽, 需要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 以便进一步巩固宁锦防线, 并政府蒙古加强寄门一线的防御力量。 因此, 他继续执行和为旁治之策, 未经朝廷批准, 便于崇祯二年, 天从三年, 1629年, 四月前世邪书, 随同后进来时抵达沈阳, 与皇太极展开和议谈判。 双方使臣几次往返, 皇太极要求以三叉和, 大灵和为界, 划分两国边界, 袁崇焕要求后今退出辽东, 归还辽人。 双方达成和议的根本条件差距太大, 谈判只能无果而终。 崇祯元年, 天从两年, 1628年, 皇太极联合敖汉, 奈曼, 内卡尔喀, 卡拉沁, 科尔沁等部宫打查哈尔, 大败林丹汉。 脚踩两支船的卡拉沁部, 在遇到大饥荒时向袁崇患倾诉, 但因畏惧林丹汉, 担心明朝自顾不下, 又身结皇太极一自保。 崇祯二年中, 卡拉沁部彻底倒向后金, 并将从明朝那里低价买来的粮食 提供给后金军队使用。 黄太极认为, 绕道内蒙古南下公民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很快就开始了。 元崇患诛杀毛文龙后三个多月, 黄太极基于崇祯二年, 天从三年, 1629年, 十月清帅后进巴骑兵与蒙古兵约十万之重, 在卡拉沁部首领数不得的导引之下, 避开宁远, 锦州方线绕道辽西, 分兵向济门一带前进。 孙承宗, 元崇患往年重视对漠南蒙古的辅赏, 却忽略了对济门一线的防御。 元崇患复出都辽后, 虽曾尚书明司宗说, 为济门临京兼备, 而兵力不佳, 万一以为向导, 通炉入范, 或有不可知者。 又建议济门单薄, 以速重兵。 明司宗也曾令, 济镇各口则将天防。 但此时全国性的农民大气一烽火已在陕北点燃, 明廷很难再调集大量兵力来加强济门的防御。 济门一带, 兵马瘦弱, 乾粮补夫, 边铺空虚, 鸽甲朽坏。 后金和蒙古骑兵很快就从西风口西边的大安口, 在京河北尊化西北, 龙井关, 在京河北千西北, 马兰玉, 在大安口西南, 突破长城, 城区而入, 几乎没有遭遇什么有效阻击, 就和兵直逼尊化城下, 离城无礼扎营。 这一年为农历的几四年, 故称此事为几四之变。 尊化城距北京不过两三百里, 后金铁骑不日即可直逼京师。 十一月初一日, 京师宣布戒严, 形势极为严峻。 袁崇焕在当日, 吉子宁元启程返回山海关。 长城以南, 尊化至冀州一县, 属济辽总理流测房区, 关内兵力空虚, 手于书于, 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但袁崇焕考虑到自己都师寄疗, 顺天府在冀州镇的防务辖区之内, 保卫京师亦是自己无可推卸的职责, 便急领山海关总兵赵帅教带兵前往尊化池远。 他还赶到贞子岭调动兵马, 命保定寻福解经船池付救援。 赵帅教原是冀镇总兵, 是议员汉将, 又熟悉冀镇一带行事, 接到命令后火速骑兵, 三周夜即赶到冀州镇的驻地三屯营。 但驻守三屯营的总兵诸国燕不让他的部队入内, 于是他又策马西向。 11月初四日, 赵律教抵达尊化城下, 同厚金, 蒙古骑兵展开激战, 身中流石而亡, 全军皆末。 此日, 厚金与蒙古骑兵攻占了尊化县城。 袁崇焕见京师危急, 未经请示朝廷, 即率祖大寿, 何可刚入位, 于11月初十日抵达济州。 明司宗文迅, 极为高兴, 温职未免, 发唐金靠上将士, 领其尽统诸道援军。 袁崇焕尊旨, 立即部署诸禄兵马, 以袁总兵朱梅, 副总兵徐夫奏等守山海关, 参将杨春守永平, 游几满库守千安, 渡司刘振华守建昌盈, 在京河北千安东北, 参将邹中武守丰润, 游几蔡玉守玉田, 昌平, 总兵游石威, 还镇护朱林, 宣服总兵侯氏路守三河, 恶敌西夏, 保定总兵曹明磊, 辽东总兵祖大寿, 驻冀州恶敌, 保定总兵刘策, 还守秘云。 自己轻率大军, 居中侧营。 宁司宗接到奏报, 对袁崇焕的部署表示赞许, 宁镇守玉, 当有调度, 相机禁止, 为清便宜。 清前在官邮寄, 遣兵属房, 文景持员, 忠游巨剑, 镇勇加位。 此次后金兵绕到内蒙古闯关南下, 兵部的反应十分迟钝。 尊华实现后三天, 兵部尚书王恰才上报。 宁司宗大为震怒, 下令将王恰下狱。 后于死狱中, 附作以大辟之行。 11月初10日, 刚入阁办事的大学士成姬命等, 历请启用原位阁, 俯臣孙成宗。 宁司宗下, 赵命孙成宗以原官兼兵部尚书, 都里兵马前两, 筹划通州防务, 并先入京碧检。 孙成宗自治省直立高阳, 金属河北, 人万历三十二年, 1604年, 进士, 守边修, 后调入詹石府任职, 巡守旗, 楚, 这党的排挤而告假还乡。 明熙宗即位后, 任左春芳左叔子兼汉林氏将, 一年, 受命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天启两年, 162年, 则请都市辽东, 随以原官都李官城, 吉济, 辽, 天津, 登来等处军务, 后受魏忠贤的排挤而告病还乡。 此次接到明司宗的任命, 他急于11月15日, 黄昏匆匆赶到京城, 明司宗在平台召见, 与之商议京师防御之策。 孙承宗对皇上说, 陈文元重换驻守冀州, 满贵驻守顺义, 侯氏路驻守三合, 这是妥当的决策。 但又听说, 以令游示威回首昌平, 侯氏路驻守通州, 将防线收缩到京师外围, 这似乎过于消极, 并不合适。 明司宗见他主张防守冀州, 顺义, 三合一线。 反对退守昌平, 通州一线, 问道, 你主张守三合, 有何用意? 三合位于冀州与通州之间, 孙承宗回答说, 守住三合, 可以挫败敌军, 向西, 进犯通州逼近京师, 也可防敌南下, 包抄京师的难意。 明司宗又问, 你打算怎样为朕保卫京师? 孙承宗请求皇上为守城的士兵补充装备, 后加犒赏, 以稳固人心。 接着, 又提出一些具体的计划措施。 明司宗表示赞许, 并改变对他的任命, 让他流经负责京城内外的防御事务, 并参与机要事务的决策。 但是, 仅过一天, 明司宗听说后今, 蒙古军逼近通州, 由于次日半夜改变主意, 传指命孙承宗驻守通州。 就在明司宗召见孙承宗的当天, 原重换京侦查发现, 黄太极已越过冀州, 直扑京师, 使他在冀州阻挡敌军的谋划落了空, 急忙率马步军两万追涅。 黄太极连下京师东面的屏障玉田, 湘河、顺义等县。 原重换决定及时京师, 于十六日晨抵达运河重振河西武。 副总兵周文玉提醒他, 外镇之兵, 为奉明旨急入京城, 恐生嫌疑, 认为大兵遗想贼, 不宜先入都, 况且敌军在通州, 我军屯张湾, 就事于河西武, 如果敌入旧战, 敌强则守。 当时社会上曾有原重换 与后京勾结的流言, 朝廷下达了 不许袁重换越过计门一步的命令, 但袁重换还被蒙在鼓里, 全然不知, 只是担心皇太急不与明军交战, 而直扑京城。 京城自嘉靖二十九年, 一五五零年, 更需之变后, 未曾遭到敌军的攻击, 一旦遇袭, 民心动摇, 后果不堪设想。 他抱着, 军府有急, 和皇他絮。 狗的济世, 虽死无憾的一片忠心, 不顾劝阻, 于十六日抢在皇太急之前, 抵达京师左安门外。 但由于京师戒严, 他未能及时入城, 直到深夜, 才持左后金, 蒙古兵逼致城下的消息。 消息一传开, 舆论哗然, 京城人竟称是原重换赵迪如反, 生性多疑的明思宗为之心动。 皇太急在通州至北二十里扎营, 派二百名骑兵至京师试探, 闻炮声而退。 至十九日, 后今八骑与蒙古骑兵气势汹汹地杀向京城。 气势宣服总兵侯士路, 大同总兵满贵巨城守得圣门, 侯士路胆怯逼战, 满贵孤军拼杀, 不少士兵又被城上发炮误伤, 终于抵挡不住。 满贵率残兵退入城内, 自己也负了伤, 被士兵抬进官邸庙内赞谢。 驻屯广驱门外的袁崇患, 率祖大寿诸将以品字行对猎营帝。 袁崇患类中数剑, 仍身先士卒, 奋勇贫杀。 士卒也勇猛异常, 久战不退。 孙承宗从通州浅海救援京师的游带 率三千骑兵赶到, 与袁崇患, 祖大寿两路夹击, 殊死搏杀。 双方血战六七个时辰, 后今八旗与蒙古兵力见不知, 开始退却。 明军乘胜追击, 直指运河边上。 敌军仓皇赌河, 逆死无数。 黄太极仰天长叹, 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 于是只好放弃攻城, 下令撤军于南海子, 在今北京永定门外二十里处。 战时烧血, 明思宗缓过气来, 下达了一个措辞严厉的诏书, 强调要申明法典, 薛齿除凶, 号召省镇文武官吏, 率领精锐秦王, 入位京师。 皇太极建功成不能克, 野战又受挫, 决定用反戒计来除掉屡次战胜自己的强硬对手袁崇患。 当时后金军队俘获两个明朝太监杨春和王成德, 领副将高宏忠参将报成千, 宁晚我八克十大海看守。 皇太极退至南海子后, 酒密煮高, 报两人。 故意坐到两个太监旁边, 悄悄而语, 说, 今日撤兵乃上, 指皇太极, 记忆也。 请剑上丹旗向敌, 敌由二人来剑上, 与良久乃去。 以缘巡抚, 巡抚为都市之物, 有密约, 此事可立就矣。 杨春躺在旁边闭眼妆睡, 袭击在心。 随后, 他被放回。 愚蠢的杨春竟像三国演义中的蒋干那样, 听进高宏忠, 曝成仙的谣言, 已回到宫中立即密报名司宗。 生性多疑, 刚毕自用的明司宗, 本来对袁崇幻就存有疑心。 当初, 袁崇幻不经请示斩杀毛文龙, 他虽然表示捆外援不忠致, 不必饮罪, 但心中并不愉快。 这次袁崇幻未经朝廷允准, 又竟自率兵来到京城, 更加深了他的疑虑。 而以四肢变的发生, 又是京畿地区变造后京, 蒙古铁骑的蹂躏, 不仅城外许多七碗, 中贵的园庭装设横遭劫, 而且不少黎民百姓也惨遭杀害, 家破人亡。 他们并不了解辽氏的种种艰难, 反而认为这是袁都师有意通敌 和无力防御的恶果。 一些七碗, 中贵纷纷向明司宗搞黑状, 呼诉袁都师的罪行。 杨太监的密报, 正好印证了这些七碗, 中贵的枯诉。 一个惩处袁崇焕的纪某, 已在悄然酝酿之中。 不过, 面对强敌兵临城下的危局, 为了稳定军心, 他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于23日, 在平台召见袁崇焕, 满贵, 祖大寿, 黑云龙等将领, 和新任兵部尚书身用帽, 驾将得胜门, 广区门之战的有功之臣, 并对袁崇焕身家未劳, 还脱下自己身上的雕球大衣 给袁崇焕披上。 但是, 当袁崇焕提出 由于连日征战, 驶马疲惫, 请求入城修正时, 明司宗却断然拒绝。 袁崇焕对明司宗的戒备, 猜忌之心, 浑然不绝。 27日, 他派出五百惊旗, 前至南海子附近, 携各地赶来的秦王之师, 用火炮轰击黄太极军营, 黄太极慌忙逃顿。 此后几天, 京城外围的局势渐驱平静。 京师戒宴后, 明司宗即于11月初10日 命前轻功太监王英朝监视兴营。 过了几天, 又派太监冯元生等 查核军队兵员和军饷, 并命太监屡直携万金吉岩, 米、酒、羊等物老军。 顺天府引刘宗周上书劝谏, 说, 自古唯有宦官典兵不无国者, 不知危急败亡之日, 舍天下是大夫, 终不可与共安危。 皇上亦以亲内臣之心亲外臣, 以众武臣之心众文历, 则太平可止。 明司宗就是不听。 12月初一日, 明司宗又命自李坚太监沈良左 与内官监太监屡直提督京城九门 与皇城的皇籍门, 并命自李坚太监李凤祥总督中永营, 提督都城的位数部队经营, 从而把京城和皇城的警卫直接控制在听命于自己的宦官手里。 接着, 下令在平台召见袁崇幻, 满贵, 黑云龙和祖大寿。 他事先派人向袁崇幻传旨, 让袁崇幻从速入宫一项。 当时袁崇幻正指挥副总兵官张鸿魔等率部跟踪, 追击敌军, 忙丢下军物赶往宫中。 没想到一入宫, 宁司宗当面就问起诛杀毛文龙, 致敌兵犯缺及射伤满贵之事。 袁崇幻摸不着头脑, 一时打不上来。 宁司宗便命满贵脱去衣裳, 显示所受之伤, 意思是此为袁崇幻蓄谋而为, 随即令几一位将他拿下, 关进了几一位的诏语。 站在一旁的祖大寿大惊失色, 战礼失措。 大学士乘机命顿首请皇上慎重考虑, 认为敌在城下, 非他实彼。 其他阁臣也极力劝阻, 说临阵一将, 兵家所计。 明司宗不听, 回答说, 事已至此, 不得不然。 第二天, 明司宗下旨, 将负责修筑城防公事的公部尚书张凤祥代捕入狱, 迎善司郎中许冠记, 都水司郎中周长英, 屯田司郎中朱长氏格, 亭账八时。 许、周、朱三人年老体衰, 皆毙于帐下。 同时, 提拔大同总兵满贵为总理, 截至秦王入位的各路军马, 马世龙, 祖大寿分离辽军。 祖大寿率领将士隋渡师袁重换, 持袁京师以来, 虽然几番血战, 但竟然不许入城休整。 而且, 许多市民因受谣言的蛊惑, 竟悟信是袁渡师招致敌军的入反, 并迁路于袁渡师麾下的辽军。 城墙上的手艺十足, 口口声声称辽将, 辽兵为奸细, 故意从城墙上扔下砖头, 砸上辽兵。 精英的将族在八旗铁骑之前毫无作为, 但却屡屡出城砍死辽军士兵, 甚至将辽军的哨探捉进城里, 那银后才放回, 否则就作为奸细杀死。 这种机遇, 本来就使祖大寿心中愤愤难平。 如今, 见到自己的顶头上司袁重换, 背部下狱, 他不免要为自己和狭下的辽军担忧, 况且, 他, 原重换都与满贵存在矛盾, 如今让他受满贵截至, 估计也没有好果子吃。 因此, 他一离开平台, 便与何可刚率领入院的1.5万辽军精锐鱼, 12月初四日东行, 毁山海关而出, 你撤还宁远。 敌军尚未撤退, 以致最具战斗力的净旅, 却离京东归, 不能不引起朝廷的震动。 兵部尚书梁廷东, 立即奏报明司宗, 并说, 他的蜀官职方司官员于大成, 有召还祖大寿的办法, 可调他来询问。 明司宗急调于大成, 问他有何对策。 他说, 兽非敢反朝廷也, 特因重唤而拒罪, 欲赵受还, 非得重唤守书不可。 于是, 便命阁部九卿与于大成来到狱中, 经反复劝导, 让袁崇焕写下规劝祖大寿顾全大局的蜡书。 明司宗随即派信使邪蜡书往赵祖大寿, 信使策马追赶, 在锦州以东之地追上祖大寿一姓。 祖大寿接到原都师的手书, 痛哭流涕, 但仍犹豫不决。 隋军的八十多岁老母说, 你们之所以出关, 是因为失去了都师。 现在都师未死, 而等何不立功赎罪, 然后其请皇上宽幼原都师呢? 祖大寿于是即日集合 狭下的将士三万余人返回山海关。 皇太极得知明司宗中其反舰计, 逮捕袁崇患夏宇, 除去他的一个心腹大患, 喜出望外, 遂集中兵力攻略济难一代。 他先会师攻克良乡, 致县党还纯等战死。 有分兵下古安, 在转攻卢沟桥, 赴总兵身负, 监军今生已刚招募的七千新兵应战, 被抄了后路, 全部被监。 后今, 蒙古军乘胜抵达永定门外, 宁司宗急忙下令摄文武经略, 以梁亭栋与满贵冲任, 各自上方舰, 分别驻屯锡直门与安定门。 此时, 满贵正囤住宣武门瓮城之内, 称敌强元寡, 未可侵占, 但明寺宗派宦官催促出战。 满贵不得以挥泪而出, 于十七日以五千人在安定门外, 同敌军展开激战。 由于寡不敌众, 满贵剑创咒发, 坠马而亡, 副将孙祖寿与参将周祈等战死, 总兵黑云龙, 马登云等背负, 投降了后金。 满贵战死后, 明司宗命远山海总兵马世龙代为武经略。 后金诸将纷纷要求攻城, 黄太极说, 城中赤儿, 取之若反掌尔, 但其将于上墙, 非但惜可窥者, 得之意, 守之难, 不若捡兵练驴, 以待天命可也。 于是前使送信给明司宗, 要求一和, 然后率部东向, 一路掳掠, 返回沈阳。 明司宗当初下令逮捕袁崇幻, 并没有将他置于死地的意思, 而只是暂解人听看而已。 当时兵科给世忠钱家修貌似上书, 为袁崇幻冥冤, 明司宗批示说, 揽青走, 拒见钟爱。 袁崇幻居问明白, 急着前去鞭色礼工, 令你着用。 听到祖大寿重返关内, 收复永平, 遵化一代的消息, 脑中又闪现重新启用袁崇幻的念头, 说, 手疗非蛮子不可。 袁崇幻是广西人, 蛮子是明司宗对他的昵称, 表明他对袁崇幻还是想再度着用的。 但是, 阉党与孽却借机掀起一股攻击东陵党, 为清定逆案翻案的灼浪, 从而将袁崇幻逼上了死路。 明司宗亲定的逆案, 并未将燕党一网打尽。 怒网的燕党分子看到袁崇幻虽非东陵党人, 但其作主是现任内阁首辅东陵党人韩鲁, 其着用于建功, 又与东陵党人, 特别是孙承宗关系密切, 于是便将袁崇幻案牵扯到内阁大学室乾隆溪, 首辅韩鲁, 左渡御室曹渝辩等清定逆案的主要负责人身上, 力图把他们公导, 再为逆案翻案。 崇祯两年, 1629年, 12月16日, 燕党于涅, 江西道御室高节, 首先捏造适时物质, 袁崇幻, 通款, 杀将为龙溪罪, 且严阻大受失窥而冬, 由龙溪所挑击。 前龙溪尚书抗辩, 说明自己与袁崇幻的交往过程, 提琴罢处。 明思宗下旨未留, 高节在尚书攻击, 明思宗为之心动。 前龙溪在变之后, 隐及辞归。 明思宗随即命礼部又是郎州严辱, 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入职文渊阁, 参与激务, 寻幼命何如宠, 前向昆并为内阁俯臣。 崇祯三年正月, 由书资而尽的中书舍人加上保清贤的袁宝旗, 即高节攻击前龙溪之后, 也尚书误告内阁首府寒卢主款误国, 招扣其军。 不久, 寒卢连上三书, 致使归礼。 二月, 左都御使曹宇辩, 又遭使渠、 高节等的弹劾而归。 三月, 既寒卢而任首府的礼标, 殷爵皇上身夷庭臣结党赢私而五次上书, 起修而去。 东邻内阁的瓦解, 使燕党余孽在朝中的势力迅速扩增, 朝廷更为天性机敏, 善于揣摩上意的周延如等人所把持, 朝中变得更加污浊了。 燕党余孽于是加紧, 被袁崇环落井下石, 力图将他置于死地。 重振三年, 1630年, 八月初六日, 使殿又捏造事实乌合已经辞职的 乾隆熙主张袁崇环斩帅致兵, 畅为款义以信五年成功之说, 迈国弃军, 秦桧莫过。 并胡说, 乾隆熙接受袁崇环几万两银子的贿赂, 存放在殷亲徐本高的家里。 宁司宗怒不可遏, 即给袁崇环定下七秒军赋, 失误封疆的大罪名, 现行部五日内查明真相, 拿出具体的处刑方案。 八月十六日, 经过所谓文武大臣的商议, 明司宗宣布, 一律折制。 家属遂十六以上斩, 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 经特留起妻子兄弟于不问。 袁崇环在狱中得知死期已临, 仍吟师表达他对国家和民族的耿耿忠心, 一生事业总成功,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吴勇将, 忠魂依旧受辽东。 但是, 悟信谣言无辞的京城百姓, 却仍然把袁崇环当成招致厚金入侵的罪人, 编出民谣唱道, 投了, 投入牢狱, 袁崇环, 打子, 纸厚金, 蒙古, 跑一半。 袁崇环被鸭腹稀释行刑之时, 围观的百姓蜂拥而上, 柜子手每从袁崇环身上割下一小块肉, 旁边的百姓立即花钱买下, 舅舅吞咽下去, 边咽边骂一声, 直到将他身上的肉吃尽, 上眼离目令人发指, 而又催人泪下的人间悲剧。 清代官修明史, 袁崇环传说, 自崇环死, 边事已无人, 冥王争绝矣。 冥司宗冤杀元重唤, 自毁长城, 他的忠心之梦随之破灭, 再也难以找到克敌之胜, 收复辽东的帅才, 明朝灭亡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 第四节, 孙成宗在阵关门, 冥司宗鉴于祖大授帅辽兵离京东返, 急忙于崇祯两年, 1629年, 12月初五日下诏, 领驻守通州的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孙成宗集赴山海关, 以免招抚东返的辽军, 以免重新收拾山海关内外的房屋。 12月初七日, 孙成宗接到赵令, 不及准备, 即可携四百骑兵和副将毛园椅, 由基石驻国, 越为中等启程, 顶峰冒雪, 昼夜奔驰, 景三河, 冀州, 玉田, 丰润, 永平, 府宁, 于12月14日抵达山海关。 孙成宗移到山海关, 立即出榜安民, 稳定社会秩序。 当时关内运来的良响已经断绝, 仓库空空如洗, 孙成宗赞向商人接待, 筹挫响银, 分发将士, 稳定军心, 民心也随之安定下来。 关城里面严重缺水, 他又组织兵民挖掘白眼水井, 解决喝水的困难。 城中聚集着千余名流民, 他出关林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 并组织他们协助巡行街巷, 守卫仓具。 接着, 孙成宗动员兵民, 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重新修缮破败的城墙, 输具淤色的壕沟, 关城过去是东面营敌, 现今后进军队入返京施后东返, 又面临着西面营敌的问题。 孙成宗又下令在城墙上的西侧 另住一道护墙, 架设平射大炮和西洋大炮, 并在关城以西的正面设置步兵一营, 两翼在各设步兵一营, 另设骑兵一营协同作战, 以恶西来之底。 山海关东西两侧的防御力量因此大大加强。 孙成宗坐镇山海关之后, 仍然时刻关注着后金、 蒙古军的动向。 皇太极自京师的南极撤退之后, 京基与山海关之间兵戈四起, 风烟遍地。 孙成宗一抵达山海关, 即令山海关总兵朱梅、 道臣王吉及宁前道孙远华, 再从所部选派步骑兵1.5万名, 由接踵道官的马世龙统领, 西行援主京师, 并派选200名少探, 往来与京师与山海关之间沟通消息。 接着, 又派从东江前来投奔的刘星座 以及郑一亨, 晋国臣, 石柱国率所部4000人, 驰援山海关西面的重关永平, 领黄维正帅部驰援辅宁。 刘星座所部先胜后拜, 刘星座战死, 其弟刘星贤背负。 冲真三年, 1630年, 正月初四日, 永平落入后金之手, 但黄维正部多次击退后金的进攻, 使黄太极难以从正面染指山海关。 就在永平失陷的当天, 辽东总兵组大寿帅马步, 官兵三万余人, 从关外返回山海关。 当初祖大寿率领辽军离京东返, 路过通州附近的张湾时, 孙成宗击派游击石柱国给他送去一封亲笔信, 建议他率兵收复尊华, 以实际行动来疏远都师之罪, 并表示自己将奏名皇上, 请于免罪受奖, 但石柱国追了三百多里, 没能追上祖大寿。 孙成宗又上奏明祠宗, 说明祖大寿是因原重患下狱而生威夷, 希望皇上大开生路, 去受众心。 明祠宗越后准奏, 令祖大寿图公自孝。 两天后, 孙成宗又上书建议派马施龙前去追狱, 原辽将大半多施龙就不去。 明祠宗于是命孙成宗, 前往山海关招御祖大寿, 说, 辅官宁兵将, 乃阵恶天下财力培养殉城, 又轻旧日不取, 轻可坐宿遣官宣布阵议, 仍一面兴持抵官, 便宜安吉。 孙成宗抵达山海关后, 溃逃的辽军将士纷纷归顺, 但祖大寿仍犹豫不决。 住在关外的妻子左侍派人对他说, 现在兵溃, 你为何不以死来谢孙大人, 还厚着面皮回来, 我要关闭城门, 架设大炮轰你, 然后自杀以谢罪。 这对祖大寿下决心返回山海关, 起了重要的作用。 崇祯三年, 1630年, 正月初四日, 他终于率部返回了山海关。 孙成宗以极其隆重的仪式, 欢迎辽军的回归, 然后在都师府雅蜀接见祖大寿, 何可刚, 张鸿摩三位将领, 绝口不提溃退之事, 而是坦诚地勉力诸将杀敌立功, 以以报天恩。 祖大寿当即报告, 说他自己已将家财全部捐出, 用为军须。 孙成宗再三表示嘉奖, 皇太极正为是否攻打山海关, 而犹豫不决之事, 听说祖大寿回归山海关, 即于正月18日, 派出三个替罚汉人, 手持书由蒋和二字的黄旗, 写起亲笔信, 前往祖大寿军营议和。 祖大寿立即上报孙成宗, 孙成宗当众宣布, 听大将军处分, 又私下秘主祖大寿 在军前烧毁皇太极的书信 和蒋和皇旗, 以激励辽军的斗志。 祖大寿一一照办, 并斩杀来世, 表明自己与后金势不两立的决心。 与此同时, 孙成宗用命毛元仪, 周文玉带龙武三邪水师, 登州吉富皮岛, 徽氏金, 富, 在金辽宁富县西北, 海, 盖, 今辽宁盖县, 指导后金老朝沈阳, 并张帖文稿, 声称将调东江, 天津, 登, 乃志兵, 连同龙武营, 合共十万人, 兵分两路, 以从东江攻取辽阳, 一路从旅顺进入海州。 调东江之师, 倒地老朝的计划, 虽因种种变故未能付诸实施, 但皇太纪文讯, 也不能不为其老朝担心, 随于二月底, 从千安东北的冷口顿出长城。 皇太纪虽然率主力顿出了长城, 但在关内还留下部分兵力, 驻守尊化, 永平, 鸾州, 近河北鸾县, 千安四城, 以为来日再度功名的前少基地。 孙承宗于时又肩负起, 收复官内四城的重任。 收复官内四城的战斗, 是从建昌营打响的。 此前, 有些将领主张先攻打山海关西边的重要关爱永平, 但孙承宗立主先打建昌营。 建昌营是永平东北方向一处重要的长城关爱, 是山海关至马兰玉长城的中间连接点。 攻取建昌, 从横向看, 可使明军的长城沿线边谱连接起来, 从纵向看, 可以斩断后金南北的联系通道。 经过一番部署, 祖大授率领明军于二月初七日抵达建昌城下。 城里不愿向后金投降的守军起而响应, 勤获投降后金的建昌营中军白衍庆, 打开营门迎入明军。 建昌营收复了。 随后, 孙承宗又遣辽军五百级, 协助三屯营总兵杨兆基, 在尊华北面大败后金兵挺进尊华城下。 这时的明军分为两路, 东部为孙承宗的祖大寿部, 驻扎在山海关及辅宁、 昌里、 烙亭等地, 西部为受孙承宗之命驻屯于丰润, 玉田一带的马士龙部。 朝廷新任命的寄辽总兵张凤义, 已在马士龙军中。 张凤义, 马士龙主张先公尊华, 然后关门打狗, 全歼敌军。 他们派人向孙承宗征求意见, 孙承宗未表赞同。 孙承宗认为, 官内的后金军虽仅具有四座孤城, 只有两万人马, 但他们城屡胜之于威, 士气高昂, 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并且, 勇、 鸾、 尊, 先死成地势险要, 城池坚固, 两血充足, 一手难攻。 我军虽有东西两路, 但东路军经长途跋涉, 多次苦战, 已成疲惫之态, 而且还要东顾关门的安危, 难以全力投入战斗。 西路军多喜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 战斗力不强, 而且粮草拮据, 器械不足, 要仰面攻城, 没有必胜的把握。 万一攻打尊华之战失利, 由于边境的道路崎岖难行, 两血阶级不上, 口内,口外敌军南北合击, 我军父辈受敌, 处境就非常艰难被动了。 此时, 孙成宗以命和可刚, 张洪摩等发兵攻占开平, 至今唐山东北之开平, 飞渊上都开平。 这样, 东南一线的沿海重镇、 辅宁、昌里、 烙亭和开平就都为明军所掌控, 便于从海陆向前线的军队 运送良想和装备。 因此, 孙成宗主张先攻鸾州, 在图永平, 由东南向西北压迫敌军, 同时流出东口, 在进山海关北和达安口一条通道, 迫使敌军从那里向北逃顿, 免得他们坚守死战。 2月26日, 孙成宗将他的战略构想写信告知西路明军的总督张峰义及总兵马世龙, 同时上奏朝廷。 明司宗大喜, 对他的构想深表赞同, 要他居中提赘, 一应尽职, 西庭便宜。 经过一番准备, 孙成宗帅东路明军于5月初4日决行逝世仪式后, 经昌礼, 落庭, 向鸾州停进。 西路明军赶来会合, 明军包围了东、西、南三面, 故意流出北门为敌军逃顿之口, 并在其必经之路埋下伏兵。 战斗从5月初10日打响, 经过几次攻城, 守城的后金军队经不起明军使炮的攻击, 于13日北逃, 又遭遇明军的伏击, 仅有数十人顿入永平。 此战明军必敌一心六百名, 缴获战马一千二百匹。 就在攻克永平的同一天, 奉命包围千安的朱梅也在城中内应的配合之下, 一举收复了千安。 到14日, 何可刚所率的一支明军进敌永平城下, 守敌剑大势一去, 也弃成北盾。 在永平战役打响的当日, 谢上正率领的一支明军一抵达尊化城下, 16日, 明军攻城, 守备巷奎首先登城, 三十余名士兵一拥而上, 守敌遂开北门逃顿。 孙成宗文之永平, 尊化守敌北逃, 及令祖大寿分兵一部, 出关于锦州西南之洪博山, 进行追杀阻截, 杀伤无数。 从5月初4日实施起, 历经近半个月的战斗, 明军收复了鸾州、 千安、 永平、 尊化四城和二十多个边谱, 斩获敌军首级三千二百余颗, 杀死故山, 牛路数十名, 缴获马罗、 器械、 弓刀无数, 史称尊勇大姐。 5月18日, 孙成宗从永平返回关门, 开始筹划重建寄疗防务。 为了防止敌军杀回马枪, 卷土重来, 孙成宗首先着重抓紧敌情的侦察和炮兵的操练。 由于战火的破坏, 原来传递敌情的烽火台, 居已残破不堪, 一时难以修复。 于是, 他命令所辖诸军的各级将领, 助以侦察敌情, 并及时送达都市官署。 同时严令朱军练习炮术, 以兼程大炮守住官内外的战略要塞。 他要求朱将必须率先熟练掌握大炮的操作技术, 交给下属各级武官, 然后再训练士兵。 他还不时抽查, 考核各级将官的炮术, 合格者有将, 不合格者限三日后再考。 如仍不合格, 就地免之。 为了惩处给皇太极引路的喀拉庆首领树部的和隋同后进入范京市的蒙古部落, 孙成宗还命令诸将率部从长城诸埃出击蒙古。 蒙古诸部不得不向北远顿, 紧边三百里内再也不见穷奴的踪影了。 正当孙成宗着力恢复和重建寄疗防务之时, 却发生了新近的辽东巡抚邱家河在锦州被厚金围困之时。 邱家河于万历四十一年, 一六一三年, 终局, 不知兵却又好谈兵, 重振元年, 一六二八年, 被捉为兵部之方司主事。 三年, 又被兵部尚书梁亭洞派往马世龙军中充当奸绩, 至当年六月, 被破格拙任右迁督御使兼辽东巡抚。 他愁愁满志, 提出在吕顺开阵的计划, 因遭孙成宗的反对而放弃, 随于当年八月, 清帅的率军北上锦州准备攻取广营。 黄太极闻训, 迅速调集两万精兵, 将锦州紧紧包围起来。 孙成宗既担心黄太极采用声东击袭之计, 偷袭山海关, 或再倒计州, 又不能不顾邱家河的安危而见死不救。 他再三斟酌, 命驻守山海关之宋伟, 驻守宁远之河可刚及驻守前吞, 今辽宁随中西南, 支张红魔等部, 坚守阵地, 坚必清野, 警惕敌军来袭, 同时, 各拨出部分骑兵, 由河可刚率领, 东远锦州。 后进八骑兵, 看到明援军到来, 遂于九月初撤为他去。 当年年底, 年迈有病的孙成宗, 连上十一书, 其请辞职还乡。 明司宗见朝中无人可待任其职, 不予批准, 他只能以老病之躯, 免力支撑。 冲真四年, 1631年, 正月初八日, 他出关东迅, 力前屯, 经宁远, 直抵松山, 在经辽宁领海市南, 锦州, 于20日返回山海关。 2月初九日, 再次出关西旬, 从三道关, 在经山海关北, 一片市, 经河北府宁东北九门口, 立石门寨, 在一片市西南, 燕河营, 在经河北府宁西北, 便放三斜十二路大小城堡, 而后由石塘路经平谷, 过盘山, 在京北京平谷, 与天津济县交界处, 入冀州而还, 于3月初九日, 回到山海关。 经过两次出关巡视, 孙承宗向朝廷呈上一份 2600字的长篇奏书, 陈述其重建辽军, 收复师弟的封疆计策, 并向朝廷推荐, 曾在平定安邦宴叛乱中 显露才华的 泰图寺少卿副宗龙 作为寄辽总督的人选, 希望由他来接替自己, 肩负其这一重任。 孙承宗的封疆计策, 包括赴城一项。 孙承宗在前此都失事, 曾在幼屯, 在金辽宁, 锦县东南, 大灵河, 金辽宁锦县, 两城射兵驻守。 后来, 高地出任辽东京略, 尽扯数手的兵士, 器械, 幼屯, 大灵河, 因而破败轻辟。 幼屯是当时明辽西房间的最前少, 为锦州门户。 他距海仅有二十多里, 便于运送粮草, 进可攻, 退可守, 并可通过大小灵河两个城堡 与锦州保持联络。 孙承宗认为, 明军欲收复辽东, 必须先收复幼屯城, 而如果收复幼屯, 敌军必然来攻, 为此, 必须修筑大小灵河, 在金辽宁锦州东两城, 以连结松山、 杏山和锦州。 但邱家河在锦州解围之后, 突见其宫, 由于崇祯四年, 1631年, 出动起初兵收复广宁、 益州、 金辽宁一县, 游屯三城的念头。 兵部尚书梁亭东, 就此事征询孙承宗的意见。 他再次表示, 以现有兵力难以守住广宁, 广宁巨海180里, 粮草运输也极不方便。 如要收复师弟, 不如先赴幼屯, 并驻大小灵河两城。 梁亭东将这个意见上走朝廷, 明司宗批准先赴幼屯的建议, 命调祖大受帅辽军主力出关作战。 三月, 祖大受帅部已驻大灵河。 同月, 休家河也来到大灵河。 梁亭东随后令总兵秦一鸣领兵一万出关虎修, 发办均1.4万人出关修住大灵河城。 修住宫城开工后, 休家河又嫌大灵河城小, 擅作主张, 在修住大灵河的同时修住幼屯尾, 但因宫料不足, 使宫期一再拖延。 到了五月, 梁亭东在于吏部尚书王永光的清亚中, 先搬倒了王永光, 后又被王永光之党索和道而罢官闲著, 由南京刑部的熊明玉接替其职务。 熊明玉根本不懂军事, 也不了解辽东的占据, 尚书反对修住大灵河。 明司宗下旨, 修住屯, 灵知事, 应着叔府会同该府再兴商着。 恰在这时, 修家河因与祖大收闹起矛盾, 忽然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致使新任兵部尚书熊明玉的主张, 下令停止了已修住大半的工程。 修成的辽东官兵一分以偿, 祖大收立即尚书, 向朝廷告状。 孙成宗从维护巡抚的尊严出发, 扣下了祖大收的奏书, 但仁暗中将奏书的内容透露给内阁大学士。 五月, 修家河被改掉南京太普四清, 已把周兵被孙谷代之。 孙谷怕死不肯赴任, 朝廷改命山东兵被谢连代之。 谢连也胆小如鼠, 迟迟不肯赴任, 于是又改命兵部又侍郎刘宇列为辽东巡抚。 此时一拖再拖, 孙成宗只得独立支撑修筑大灵河之责。 七月十六日, 他亲自公敌视察, 见到只要再花二十几天功夫即可完工, 便上书请求复工。 不料, 到八月初二日, 兵部却下达明司宗的招致, 零, 屯功成可缓, 急着速撤军, 附计修筑成员。 孙成宗只好令邱家河, 祖大寿即设放辽军, 修筑班军从速撤离。 仅差几天的大灵河修筑工程终于告寝。 就在修筑大灵河工程告寝之际, 黄太极却亲率八旗大军, 分兵两路, 于八月初六日禁敌大灵河城下。 黄太极吸取攻打宁, 仅失败的教训, 改取围城打员的战法, 绝好树炸, 将大灵河四面包围起来, 令前一军携西洋大炮, 驻迎锦州大盗, 以阻结明朝的援军。 祖大寿, 何可刚率城中守军出战, 戒备击退。 孙承宗未解大灵河之围, 派宋伟等率部持往锦州, 又调东江首将黄龙, 发周师攻略镇江, 盖州一位声援。 8月19日, 他亲职中右锁, 以赴宁, 仅指挥作战, 但明司宗却下旨让他兼顾内外, 他只好返回关门。 9月11日, 孙承宗又接到明司宗要他携上方箭, 同寻关于是王道直亲赴宁, 紧, 都立诸将远角的命令, 于是又出关抵达宁远。 他先命关门副将晋国陈帅, 三千二百京旗急驱松山, 接着又命锦州知秋加和帅宋伟, 吴湘长驱至大灵河。 9月20日, 孙承宗与王道直抵达锦州, 孙承宗将宋伟, 吴湘军各分为两营, 合共四营, 命永平到张春监军向东开靶, 随后在小灵河与后金军打了两仗, 移住于大灵河城东南的常山。 后金八骑兵冲杀过来, 明军殊死贫杀, 炮声不绝, 终因寡不敌众而败虐。 张春受伤被扶, 绝食而死。 大灵河城被围两个月, 梁锦响绝, 服役伤贾多被饿死, 师祖载马冲击, 城内居民甚至吹鼓篡海一尸。 黄太极多次写信, 向祖大寿劝降, 军遭拒绝, 到十月中旬, 城内梁绝新进, 何可刚不愿投降, 自杀殉国。 祖大寿于二十八日县城投降, 他以妻子在锦州为由, 请归射击右手者乡, 黄太极放他返回锦州。 十一月初九日, 黄太极下令拆毁大灵河城, 率部携带缴获的三千五百门火炮等, 返回沈阳。 大灵河失守后, 朝廷诸臣纷纷上书弹劾孙成宗与邱和家。 孙成宗见明司宗猜忌多矣, 而把持朝政的周延主, 温体人被又不能认真辅政, 连上十几道奏书请求致氏归家。 十一月得到批准, 于是迟疑回籍。 袁崇宗患被冤杀, 孙成宗又被拔归礼, 关外明军从此一蹶不振, 对后今便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了。 第五章, 温体人的得宠于垮台第一届, 会推隔沉事件与党政的负起。 明司宗在继大统之前, 对万里中期以来的党政多少已有耳闻, 深知这种门户之争对朝政的深刻影响。 他就帝位后,崇祯元年,1628年, 正月, 遇使罗元斌又上书指出, 国家之所以不得其理, 无实心认识之臣, 使门户之争在作祟。 当今之时, 不仅英格除解门户已故一党之弊, 也一格除解门户已报同党之端。 明司宗表示加纳。 同月, 他在一道玉址中明确表示, 分门别户, 以非至争, 要求群臣化一为同, 天下为公, 精诚团结, 共同致力于忠心之志。 崇祯两年三月, 新顶逆案颁布后十天, 护科给失忠解决龙尚书, 弹劾继阵巡抚王英智克相机变。 明司宗建书中有王英智系为党私人等语, 非常反感。 批评说, 英智克享阅兵, 罪在不赦, 何必又隐蔽党所思? 明末的党争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明朝建立之初, 明太祖曾积极鼓励臣民建政, 说, 忠臣爱君, 党言为国。 盖爱君者, 有国必见, 见而不切者, 非忠也。 为国者, 欲是必言, 言而不止者, 亦非忠也。 又说, 臣不建君, 是不能进臣职, 君不受鉴, 是不能进军道。 臣有不幸, 言不见听, 而反受其责, 是虽得罪于昏君, 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 当时有不少耿介政治之士, 遵照明太祖的御旨, 曾对他的某些错误决策, 提出见证, 甚至不惜为此献出自己的性命。 此后, 直言见证便称为明代世子的一种传统, 每当有昏庸的皇帝在位, 就常有正职的大臣敢于冒杀身之火, 犯言之简, 要求革新朝政, 改嫌更张。 九色才气俱全的名神宗亲政不久, 就懒于上朝而勤于搜刮, 把朝政搞得一团糟, 臣辽更是分起建政, 并逐步发展成激烈的党争。 以东邻党人为一方的清流派, 予以宣, 坤, 齐, 楚, 这诸党为另一方的着流派, 围绕一系列政治事件, 展开长期的争斗。 前者多为感言之间的政治知识, 他们为国家设计的安危, 要求重振清明之志, 体虚民没, 后者多为阿顺明神宗旨意的邪恶之徒, 他们往往不问是非屈指, 处处看明神宗及其宠信的歌臣 与宦官的衍色形式以谋一己之私利。 但东邻党人过分依赖皇帝, 热衷于宫廷斗争, 结果导致愿望的落空而陷于失败。 后来, 得到东邻党人支持的明光宗继位, 着用东邻党人入阁, 为天启初年的重振营朝创造了条件。 但天启朝的明西宗却是一位昏庸的君主, 继位不久, 宦官势力迅速膨胀, 其、处, 这诸党纷纷投靠魏忠贤, 结成燕党集团, 东邻党人随即遭受严重的迫害和打击。 明司宗继位之后, 虽然铲除燕党, 亲定一案, 并未遭到迫害的东邻党人平反昭雪, 但并未将燕党一网打尽, 东邻党人势必要求继续清除燕党余孽, 而燕党余孽又力图翻燕党之案, 双方的斗争必将继续下去, 这不是一纸禁令所能制止的。 明司宗没有看到党争产生的深刻社会根源, 不能抓住其症结正确的加以引导和解决, 反而由于自己的猜忌多疑, 刚愎自用, 不便是非, 亲自介入党争, 支持所谓孤立无援, 以及所谓无党无派的坚硬之徒, 从而导致党争的扶持。 明司宗刚继位时, 为了稳住魏忠贤, 对其安插的内阁俯臣为家出动, 继续留任。 随着清除燕党工作的深入开展, 多名与燕党有染的俯臣陆续致事, 到崇祯元年, 1628年, 10月, 内阁只剩下周道登、 李彪、 乾隆熙三名俯臣。 天启四年, 1624年, 被排挤出阁的韩武虽以下诏召回, 但尚未到任。 明司宗决定乘机改组内阁, 宁立部提出会推增补俯臣的候选人名单。 消息已传出, 各派势力立即四处活动, 力求进入会推名单, 得到皇上的典用。 基于俯臣之旨, 活动最为积极的首推周延汝。 周延汝自玉省常州一兴人万历四十一年, 1613年, 会是与殿氏皆名列第一受汉林苑编修。 天启年间, 先后掌管过司经局南京汉林苑。 明司宗即位后, 着礼部又使狼。 他生姓景敏, 善于窥夺皇上的旨意。 崇祯元年, 1628年, 东, 锦州守军因欠想发动兵变, 都市原重换, 请求发放军饷。 明司宗问众大臣如何处理, 诸臣知道, 国库已无银可知, 但皇家司库内附有钱, 以致请求皇上从司库拨出银两支付军饷。 周延如深之, 明司宗是个吝啬的小气鬼, 便说关门以往只防御外地, 现今还要防备内部的叛军。 宁远划辩, 发给军饷, 锦州划辩, 再发军饷, 各个边镇就会群起效仿, 引起连锁反应, 后果不堪设想。 明司宗又问, 那怎么办? 他答道, 事情紧迫, 想不得不发, 但终究还得寻求一种经久之策。 明司宗点头秤势, 并降至怯则群臣。 过了几天, 又单独召见周延如, 询问有何经久之策。 周延如答道, 想莫如素, 山海关并不缺素, 缺的是银子, 为何发生滑变? 其中必有引擎, 安置不是交变挑唆, 山洞已胁迫原都失户, 必须揪出幕后挑唆, 山洞滑边的交变, 加以严惩, 才能彻底平息事端。 明司宗觉得他的眼光高于群臣, 开始对他另眼看待。 他也洋洋自得, 眼睛紧盯着内阁俯臣的位置, 不仅极力巴结外妻如郑贵妃的侄子郑阳姓, 明沈宗的魅婿万伟和东厂头目唐文征已为内缘, 而且花费八万两银子买通内庭, 排挤东林党人。 他认为自己既已被皇上看中, 又有正、万、唐的内员以及内庭的支持, 被列入会推名单肯定是十拿九稳。 另一个谋求俯臣职位的人物是浅千亿, 浅千亿自首之好墓斋, 苏州常熟人。 万历三十八年, 1610年, 举进士受汉临苑编修, 他博学功词章。 29岁点钟叹花后, 集结交叶向高以及孙成宗、 高攀龙、杨脸、 左光斗、 周顺昌、 黄道州、 文振梦等东林名流往来密切。 后来, 东林名士纷纷遭到燕党迫害而致死, 他也遭到燕党的攻击而罢归, 俨然成为江南东林的首领。 崇祯元年, 1628年, 起父故关, 不过几月升至礼部又是狼。 以他的滋望与财学, 被列入戈臣的会推名单, 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 但前千亿的同乡级门生, 护科给诗中徐氏四看到名词宗高看周炎如, 担心他若与自己的老师同列会推名单, 可能被皇上看中, 对自己的老师不利, 于是便极力阻止周炎如进入会推名单。 当时的吏部尚书王永光是由于徐氏四的推荐, 于五月间由吏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的, 但因与燕党由染症部门起修, 势在必去。 于是梁子凡尚书, 请求用吏部侍郎张凤祥代为主持美补, 集会推之事。 徐氏四尚书反对, 主张仍由王永光主持此事, 但是必在听其离职。 这个请求得到批准, 他又私下叮嘱王永光, 将周炎如摒弃在名单之外, 而将钱千亿列为名单的第二位。 十一月初三日, 吏部尊召明司宗的命令, 提出李粉十亿人的名单。 以此排列是, 吏部左侍郎成姬命, 吏部又是郎钱千亿, 郑以伟, 尚书李腾芳, 孙慎行, 何如宠。 雪散省, 圣以红, 吏部又是郎罗玉义, 吏部尚书王永光, 督察院左都御氏曹宇辩。 这份回推名单一宣布, 立即引起李布又是郎周炎如 和李布尚书温体人的强烈不满。 周炎如暗中散布流言蜚语, 称此番美补都是前千亿一党所把持。 明司宗月氏名单, 见其中没有他高看的周炎如名字, 也听信周炎如的流言, 怀疑庭臣结党营私。 温体人见状, 随尚书公开挑起党征。 温体人, 自长青, 胡州乌成人。 万历二十六年, 一五九八年, 举进时, 为官至李布侍郎, 崇祯初年任李布尚书。 他为人外表趋紧, 而魅李莽智, 积身此故。 此次会推阁臣, 他身为李布尚书, 也志在彼得。 但因滋望不高, 加以其作诗审一贯于万历年间, 担任辅尘十三年, 首辅四年, 正生不佳, 因而未能被列人会推名单。 他知道, 明司宗既恨陈下结党, 又听信周炎如说, 此番美补皆是前千亿一党 所把持的刘延, 决定在结党二字上大作文章, 彻底扳倒前千亿。 于是, 便在十一月初五日地上 执法盖世神奸书, 共积前千亿关节受贿, 神奸结党, 不当于戈臣选。 所谓关节受贿, 指的是天启元年, 1621年, 前千亿以汉林院编修身份 主持浙江湘事实发生的事件。 当时, 金宝源和徐世民两个奸人 假冒前千亿的名义, 策划了一场科长舞弊案。 他们采用科长履剑的舞弊手段 欲捏字眼, 假衬关节, 卖给硬式的世子, 约以终矩后取长。 有个叫前千秋的读书人, 花了两千两银子, 买到一招屏步上青云的七字关节。 他将这七个字, 置于硬式文章每个段落的末尾, 考官据此判断, 此考生已买了关节, 贬于陆区。 发榜时, 前千秋果然忠实而成举人。 前千亿被蒙在鼓里, 莽然不察, 但金宝源和徐世民 却因分赃不云, 将此事抖了出来。 这一档的寒净, 当初与前千亿同时参加电视, 因为八节宫中的大太监, 得了投名状元, 前千亿指中第三名叹花。 后来前千亿在三年经查室, 便借故将韩敏革职, 从此两人结下深仇。 他听到前千亿关节受贿的消息, 立即派人到北京大肆宣扬, 并联络李科给市中顾忌人查阅识卷, 寻找证据, 据书弹劾。 恰好前千秋已到北京参加会试, 前千亿一问果然属实, 只好上书减举金, 须与前千秋的舞弊行为。 刑部审讯结案, 江金、徐、 前三人皆发遣燕障地面充军。 后来, 今、徐聚于死狱中, 前千秋发往东盛又为充军。 前千亿于本房事官郑吕祥, 却不知情, 已适于觉察罚奉三个月。 温体人的奏书, 之所以将七年前早已查明真相, 并做出判决的所谓官结受贿案重新提出, 旨在证明前千亿是神间结党, 欺君网上, 没有被提名为俯臣候选人的资格, 现在由他把持美补, 必然是想让谁做官就让谁做官, 想推举谁就推举谁, 以此来机怒明思宗。 明思宗既已听信周延如, 关于此番美补, 都是前千亿党所把持的谗言, 看过温体人的奏书, 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前千亿的怀疑。 第二天便召对内阁, 吴府, 六部, 督察院, 通政司, 大理司大臣, 汉林院记住官, 科道长印官, 锦衣卫堂上官等, 让温体人与前千亿当面对质, 对质在文华殿进行。 明思宗先问温体人, 爱卿参奏前千亿兽前千秋会, 结党欺君之罪, 可是实情吗? 温体人答道, 字字属实。 又问, 奏书中说, 前千亿想谁当官就让谁当官, 想推举谁就推举谁, 是什么意思? 他回答说, 此番美补, 都是前千亿把持。 前千秋案件不曾结案, 前千亿就不该启用。 如今美补, 就不该推举他这种人。 明思宗转问前千亿, 温体人参奏爱卿的事, 可是真的吗? 前千亿书生气十足, 不是理直气壮地说出, 此事早已结案, 自己并未参与其中, 只是犯了失察的过错, 而是先自我批评一番, 说臣财品卑下, 学问荒书, 万语会推之列, 处非齐聚, 温体人参臣即当, 但前千秋之时, 关系到臣的明节, 不容不便。 此事刑部早已堪问明白, 先有案卷可查。 吏部尚书王永光和吏科都给事中张云如, 都证明已经结案, 但温体人仍坚持不曾结案。 但明思宗命人到李部取当年试卷, 到刑部取审讯案卷, 对质暂时停止。 取来李部试卷和刑部案卷之后, 对质继续进行。 明思宗问温体人, 奏书中所说的神奸结党, 奸党是谁。 温体人先是答说, 前千亿之党甚多, 不敢进言, 接着又指责负责主持美补的立部官员和科导官 与前千亿结党。 继而又说, 替前千亿辩解的俯臣, 也是前千亿的同党。 张允如愤怒地反驳说, 党之一子, 从来小人所以献君子, 皆是这等说。 陈又记得当日魏广威玉竹赵南兴, 陈于亭朱陈于会推历部尚书汪英交, 刑部尚书乔允生缺, 使为忠贤加一党字进行削夺。 大敌小人为公论所不容, 将公论之所规则指之为党, 流传至今, 为小人害君子榜样。 明思宗一听, 认为这话等于把他这位皇上比作了魏忠贤, 贺令几一位把张允如逐出文化殿。 文化殿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温体人又火上浇油, 指责吏部尚书王永光操控此次美补。 明思宗问王永光, 这次会推推出前千亿, 使公还是不公? 王永光回答, 吏部是从公会推, 至于结党, 臣事不知。 参与会推的御史坊可壮也说, 臣等都是公义。 明思宗旨迟道, 推这等人还说是公义。 他要在场的大臣表态, 俯臣礼彪, 乾隆熙说, 官节之始于前千亿无干。 温体人立即奏约, 分明满朝都是千亿一党。 臣守四朝之欲, 忠分所积, 不容不严。 关节是真, 若不受贿, 如何得忠。 李彪, 乾隆熙一听温体人把他们都说是前千亿党, 回答说, 前千秋的事前次已经招问明白。 不料, 正在气头上的明思宗却说, 朝野闪烁, 不可凭据。 一直未曾吭声的周延如即刻站出来附和, 配合温体人表演一场双簧。 他说, 前千秋一暗, 官节是真。 现有昭暗诸卷, 已经预览响明, 官节已有得去, 不必诱问诸臣。 明思宗又问众臣, 镇着九卿刻道会推, 便推这样人。 就是会议, 今后要功, 如会议不功, 不如不会议。 清等如何不奏。 周延如顺着杆子往上爬, 进一步奏曰, 大凡会议会推, 只是香盐骨头, 缘无许多人, 只是一两个把持住了, 诸人都不敢开口, 就开口也不行, 图是言出而祸遂。 明思宗抬眼望去, 问明直明, 知识周延如, 点头称赞说, 只有这观奏了几句。 温体人见周延如受到表扬, 也使出以退为进的策略, 千功地奏道, 陈子深孤立, 满朝俱士千亿之党。 陈书寄出, 不为千亿恨臣, 凡千亿之党, 无不恨臣, 臣一身岂能当重路? 臣刀久裂, 轻之末, 不忍见上交牢与上, 诸臣皆不以戒慎为念, 不得不参。 恳起皇上罢臣归礼, 以避凶风。 明思宗盲家挽留, 即为国河间, 何必求去? 经过一天的所谓对质, 钱千亿官结受贿之时, 似乎就成为证据确凿的定案。 第二天, 明思宗传下圣旨, 钱千亿既有议论, 这回集听刊。 钱千秋法司提问, 并令张允卢, 凡可装各具书认罪, 屈氏四, 梁子凡各具书回话, 拒着将三级调外用。 事后, 对钱千秋事件重新进行审理, 证明所谓钱千亿官结受会查无实据, 他的过错在于失察。 庭臣愤愤不平, 纷纷尚书抨击, 挑起事端的温体人。 欲使黄宗昌, 谈和温体人, 热衷于美补, 欲以结党二字, 破先前公论之不语, 且前后来言录之多口。 新人立刻给诗中沈梅炳上书指出, 庭臣中有公使公非之一同, 不能一概斥之为党。 四川道屿市王湘上书指出, 温体人欲以党子堵塞严官之口, 欲先为日后申就钱千亿者, 扣上结党的大帽子。 那么, 不就钱千亿, 不供温体人者, 岂不都成为温体人之党? 江西道屿市毛九华还上书揭发, 温体人居家使, 曾义买商人木材。 商人告到官府, 温体人向崔承秀行贿, 才免于被追究。 燕党分子在杭州为魏忠贤建声词, 温体人还写视为魏忠贤歌功颂德。 明思宗看过毛九华的奏书, 要他讲讲具体诗诗。 毛九华在奏, 说自己入京途中, 曾在文安县的书店买到一本温体人美党的诗册。 原来, 燕党的亲信, 在杭州为魏忠贤建词影响时, 温体人父子扑扑前驱, 赴诗赞颂, 诗中有滚衣, 朱雀, 宫殿之类建议不伦的字句, 并特地坎坷灰土, 乘送魏忠贤。 后来魏忠贤被抄家时, 诗策散落于民间。 陈底经又得知温体人在原籍乌城县, 用五百两银子, 抢买商人价值三千两银子的木材。 商人向东厂投诉, 温体人向崔承秀行贿, 才免于被追究。 接着, 贵州道与诗人赞话也上书, 揭发温体人去娼妓尼瑞为妾, 纵容欺负尼寺, 从事海上走私贸易, 被推官毛世龙请货。 温体人怕牵连自己, 又贿赂欲卒, 杀掉尼寺灭口。 温体人见阎官弹劾他的奏书, 如雪片似的, 分支他来, 坐立不安。 他急忙向明司宗上书, 说他因为弹劾前千亿而招致阎官的攻击, 却无一人站出来替他说话, 臣孤立可见, 已表明自己确实误党。 他要求与毛九华当面对质, 以澄清事实。 此时, 明司宗正忙于亲顶逆案, 无暇顾及。 待到亲顶逆案的预制颁布之后, 才于崇祯两年, 1629年, 正月26日, 在文化殿赵队内阁, 吴府, 六部即刻到朱大臣, 让温体人与毛九华, 仁赞华等严官当年对质。 这次对质, 明司宗采取袒护被告温体人的态度, 让他首先发言。 温体人鼓动他的如黄之舌, 抢先发动进攻, 便被动为主动。 他说, 陈若一心未当, 此事必以守书为至, 万无木刻之理。 济西木刻, 必流传广布, 岂有九华德之途中, 而经师反无别策。 皇上试问九华, 此事臣刻的, 还是他人刻的。 若臣自刻, 必无此理, 若但以刻目为据, 则刻将遍满都门, 以前千亿之力, 何所不可假捏。 明司宗竟认为他说得有理, 问毛九华, 此策从何处得来。 答曰, 陈十八月中买字图间。 再问, 八月中得的, 为何至今才发? 答, 陈十月考选, 十一月才到任, 不敢造次据书。 又问, 你知策业是何人刻的? 答曰, 温体人既有诗, 有刻的, 便有卖的, 臣即可买。 至于何人所刻, 臣何从问之? 温体人抓住这句话, 一口咬定, 九华唯恐说策业, 是京师得的, 便可查, 只说是图中得的, 无处可查了。 接着, 明司宗转换话题, 询问毛九华书中所说, 温体人压架强买商人木材的事。 温体人辩解说, 臣未尝买木头, 若是强骗商人之木, 商人何不告到巡抚, 巡案? 此事乃无端无告。 毛九华指出, 此事没有告到府案, 因为府案不能带商人申冤, 否则他怎会告到魏忠贤那里。 温体人又辩解道, 商人如果告到东厂, 容易调查, 但这些年清查烟党不遗余力, 臣若有此事, 咱们两三年之内不见有人告发我呢? 明司宗见两人相持不下, 让府臣表态。 不久前刚到任的首府韩武, 对皇上的重心启用, 心怀感激, 便揣摩皇上的心思, 替明司宗说出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 温体人平日坑坑自首, 亦是有匹望的, 但因参论美补一书, 奋机过当, 致犯众目, 所以诛臣攻他。 温体人听吧, 又趁机说了一堆毛九华是前千亿同党的话。 明司宗竟说, 温体人也变得是完全肯定了温体人对毛九华的答辩, 而后话题转到任赞华奏书的对质上面。 对质之前, 明司宗先对府臣说, 言官言是, 自有大体, 任赞华指责温体人, 取昌为妾。 这是何等话, 如何在阵面前泄言独奏? 实际上给队制定了调子。 然后质问任赞华, 毛九华参论温体人一诗, 尚且不真, 你如何又参得许多无根之言, 且泄言在阵前独奏? 任赞华指得认罪, 臣一时偶失检点, 出言粗帅, 臣有罪。 但他仍坚持书中揭露温体人丑心的事实, 说臣书中所论事体, 皆臣采访, 十分准确, 才敢入告。 明司宗问温体人, 轻怎么说? 温体人坚决否认取昌之事, 说臣从无此女, 我与海宁臣语交界成儿女殷家, 一查便可明白。 任赞华说, 温体人是浙江人, 臣是山西人, 如何晓得臣语交的名字? 说他去昌计为妾, 惊师万口宣传, 臣使之志。 温体人抓住他的破绽, 则问道, 你先说采访准确, 如何又说是传闻? 任赞华便道, 闻言入告, 臣之之掌。 皇上指下九卿客道会刊, 如一言不识, 臣甘醉。 明司宗历生喝道, 镇子有建材, 你如何敢独走? 在明司宗的袒护之下, 这场对峙又以温体人的胜利而告终。 霸满时分, 殿内点亮明灯, 照对续续进行。 明司宗与府臣谈了北方的边防问题后, 又提起今日的对峙知识, 对首府韩吴说, 倾见他, 只言官, 何曾有国家的意思? 若实实为国为民, 为封将为生民, 朕自看得出来。 如今定有一件私意, 方才尚本。 方今是何事? 东西交警, 南北用兵, 不忧国, 只是分门利护, 却说什么党, 什么东林, 何一国是家庆? 明司宗这句话, 表达了他对严官弹劾温体人的不满, 但他忘了挑起这场争论的, 恰恰是他所支持的温体人, 而给对手扣上结党大帽子的恰恰也是温体人。 温体人与毛九华, 仁赞华的对峙结束后, 明司宗下令逮捕钱千秋, 命三法司再审。 在刑部的重刑之下, 钱千秋的供词仍与原先毫无二致。 温体人再次上书, 弹劾三法司官员七王, 遇辞进出钱千亿之手。 参与会审的刑部上书乔允生, 左都御氏曹宇辩, 大理四卿康新民, 以及太普四卿蒋允仪, 给世中逃宠道, 及御氏无身, 樊尚井, 刘亭左等纷纷上书指出, 审理千千秋时, 有几千人在场观厅, 绝不是一只手, 一张嘴能够掩盖得了的。 但明司宗还是把钱千亿隔职显住, 而钱千秋经不起酷刑死在狱中。 第二届, 周延如和温体人的得宠几乎相倾压, 周延如, 温体人攻击前千亿之时, 图谋翻逆党之案的燕党余涅, 嗅出其背后隐约带有攻击东陵党人的味道, 看见了实现其梦想的希望。 为人音至稀客, 不学绍文的行科都给世中学过关, 此前曾投靠魏忠贤, 充当齐嘎义子立功东陵党人。 生怕清算逆案时遭到整肃, 便转而投靠温体人。 崇祯两年, 1629年, 2月初一日, 上书立笛立科都给世中沈维炳, 兵科给世中许玉清与护科给世中许氏四三人操纵美补大典, 使东陵盟主结党乱政。 此书遭到严官的有力批驳, 沈维炳指出, 东陵一词不过是燕党及妇逆诸臣, 陷害政治大臣的一种名色, 至今仍然沿用不便, 难道是要为燕党保护婉居不成? 许玉清反驳说, 臣如结党乱政, 你当用事实何不随众求荣而屡结奸邪, 抗输驱国。 他在上书自白之后, 愤然辞官而去。 不过, 薛国官还是因此书北温体人看中, 暗中向明思宗做了推荐, 使之得到操着而大用。 周延如, 温体人为人坚拧而又带头打击东陵党人, 当然不受东陵党人的欢迎。 他们从薛国官的行动中, 看到力图翻案的燕党分子 与东陵党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 便大力拉拢和勾结漏网, 甚至利明逆案的燕党分子。 燕党分子也从薛国官身上看到希望所在, 纷纷投靠周延如和温体人。 两股势力迅速河流, 共同打击东陵党人, 党争因此愈演愈烈。 东陵党的重要人物乾隆熙, 在崇祯初年定义案时 曾参与主持工作, 史书说逆案之定, 伴为龙熙主持。 燕党分子对他恨之入骨, 周延如, 温体人, 决定首先拿他开刀。 最先跳出来的是因勾结燕党而革职, 后由吏部尚书王永光启用的江西道玉士高杰。 崇祯两年, 1629年, 十月, 后金分兵三路入藩。 十二月初一日, 明寺宗物中后金反建计, 将寄了都师袁崇患, 代步下狱。 十六日, 高杰便乘机尚书, 先赞扬皇上赫然震怒, 下渡师袁崇患于狱, 拧下泽泽万口送圣林英短, 接着由袁崇患追究到内阁俯臣前龙熙, 无告他向袁崇患发送指示, 搞诡计阴谋, 毛文龙之死戏崇患笑提刀之力, 龙熙发推认之谋, 对这种人绝不可宽抚越之诸。 此时京师保卫战尚未结束, 明思宗未于理会, 只是批道, 龙熙终身, 岂有事事, 高杰不得过求。 前龙熙尚书说明, 同袁崇患的交往过程, 提醒霸出, 明思宗下旨未留, 但高杰仍不放过, 在此尚书攻击前龙熙, 明思宗态度有所动摇。 前龙熙在再次尚书身边的同时, 不得已向皇上引及辞官。 前龙熙辞官而去, 燕党分子仍不罢首, 想借此机会继续追击东陵党人, 以求达到翻案的目的。 重振三年, 1630年, 二月, 陆网的燕党分子, 吏部尚书王永光, 在会推天津巡抚人选时, 故意将列入逆案名单的王志宗 排在六位候选人的投名, 借以示探明思宗的态度, 心力盘算着一旦王志宗被点用, 就可以大胆地实施翻案计划。 明思宗拿到会推名单, 犹豫不决, 征询周延如的意见。 周延如感到王永光做得太过性急, 也太过露骨, 欲速则不大, 反而会将事情搞砸。 值得对皇上表示, 如果王志宗可以启用, 那被列明逆案的人都应平反, 而崔承秀, 为忠贤也将昭雪了。 明思宗恍然大悟, 便命排在会推名单第四位的宅奉冲尾, 天金巡抚。 王永光的试探没有得逞, 燕党分子仍不把休。 就在王永光这次试探的前后, 从崇祯三年, 1630年, 正月至二月, 参与审定逆案的内阁首府寒卢, 左都遇使曹与辩都应遭到弹劾而辞官, 既为首府的李彪也因皇上身夷臣下结党, 于三月间连续上书起修而去。 王永光以及明立逆案的兵部师郎吕春儒等人, 以为有机可乘, 又蠢蠢欲动。 吕春儒在天启七年, 1627年, 曾与太监刘星, 赵炳仪护送名神宗第六子慧王, 九藩荆州, 对随行太监, 及尽余扬包美之能事, 回京复命, 由大拍位忠贤的马屁, 一则约场辰一选良才, 再则约场辰之旅属言。 此时, 他在王永光的纵容下, 公然上书为自己翻案, 说护送慧王的复命书未尝归美场辰, 不当列于逆案之内。 言官因涉于王永光的威势, 谁都不敢坑气。 明思宗的老师, 日讲官文镇梦挺身而出, 向明思宗敬言, 说现今嫡妻刚刚撤退, 群小合谋, 以王永光等为傲主, 避欲借边士一番逆案。 他揭发吕春儒为无耻之徒, 惨杀明贤之辈, 王永光身为六卿之长, 而假且微服, 善行私益。 明思宗要他一一句实奏鸣。 文镇梦又逐一奏鸣吕, 王的各种具体劣迹, 并揭发吕春儒在家时经常对人讲忠载, 吏不上书王永光, 不去,此案必翻。 而永光与一二四人聚足而谋者, 日夜已打破逆案, 即引群雄为第一要义, 点明王永光等人阴谋活动的要害, 是为逆案翻案。 但明思宗没能听进去, 反而说文镇梦是任意谦敌, 输为多事。 不过, 由于文镇梦的禁言, 吕春儒等人的翻案活动还是未能得逞。 王永光, 吕春儒, 高杰之流转而利用明思宗准备严惩原重患的心理, 对原重患落井下石, 已兴起大狱, 既为逆案中人发泄怨气, 又借以牵连乾隆熙。 重振三年, 1630年, 八月初六日, 因勾结燕党而被革职, 后由王永光启用的山东道御诗诗运, 上书诬告已经辞官的乾隆熙, 使原重患斩杀毛文龙, 与后继议和的主谋, 并说他接受过原重患数万两银子的贿赂, 存放在殷亲徐本高家里, 巧为银杆, 指国法不深。 明思宗大为震怒, 令有关衙门于五日内查明。 锦衣卫长应官刘桥就斩帅, 议和两件事再次审问原重患, 然后呈上审讯报告, 说毛文龙之事, 乾隆熙和兵部尚书王洽, 当时只是用书信问过原重患, 准备如何处理, 系原重患专断杀之, 与后今议和之事, 原重患多次写信, 向王洽与乾隆熙征求意见, 王, 乾君未专序。 但是, 明思宗还是下令处决原重患, 谴责乾隆熙思界编臣, 盲隐布局, 领庭臣义罪。 群晓深受鼓舞, 遇史天为家上书推荐, 启用逆案中人杨为原, 贾继春, 通政室张光岳也上书推荐, 启用逆案中的吕春如, 或为华, 徐阳光, 傅魁, 于亭碧, 叶天碧等六人。 但逆案名单是明思宗亲定的, 他自然不许被轻易否定, 果断下指导, 逆案奉旨芳心, 居然建用, 成和正体。 9月初3日, 中军都督府召开会议, 六部, 督察院, 通政司, 大理寺和科岛关, 共六十余人参加, 专门审议乾隆系的案件。 审议的结问是, 袁崇幻杀毛文龙, 乾隆熙虽起其端, 但他两次只输袁崇幻, 其义军部专载杀戮, 至于义和, 为袁崇幻守畅, 乾隆熙不能抗输法奸, 罪则难逃。 但他属于大明律中规定的, 享有减刑, 免刑特权的八义范围, 如何处刑, 当断之于皇上。 明思宗看过审议报告, 便剥夺了乾隆熙的八义特权, 降职另几一位逮捕乾隆熙。 明思宗对乾隆熙的态度, 大大助长了群晓的嚣张气焰。 公部主事李逢申, 仅一位签书都指示张道俊和公部主事陆成员接连尚书, 弹劾继礼彪之后, 出任首府的东宾党人成姬命, 迫使他连上三书, 辞官归礼。 张道俊还连带攻击文振梦等人的污网惊气之罪。 文振梦尚书打扁, 指出张道俊未安文艺, 谬戏陈书, 待人报复, 暗指其背后有人操纵。 在这样一派乌烟瘴气的氛围之下, 乾隆熙于十二月被从松江华庭的家中带至京师, 下到锦衣卫的诏语。 他在狱中尚书就杀帅, 义和之事进行自辩, 并附上袁崇焕以前写给他的原信和他答信的原稿, 以作佐证。 明思宗悦后, 还是一口咬定其事已有计, 命他静听不意。 立明逆案的群小再次受到鼓舞。 他们暗中策划, 觉得既然皇上不让公开翻逆案, 那能否由原重换牵连乾隆熙, 再由乾隆熙牵连到一大批东陵党人, 然后物质原为逆手, 牵为逆党, 另立一个逆案, 与先前所立的逆案相抵呢? 谋划确定后, 决定由兵部挑头发难。 但兵部尚书梁廷栋担心此计未必能够成功, 一旦失败就有人头落地的危险, 不敢贸然行事, 结果是阴谋太子负忠。 国阙也说, 这一谋划周延如, 温体人始祖之, 明通见, 则说是温体人, 王永座, 王永光之物, 祖之。 梁书所在谋划的情节大体一致, 只是具体主谋略有不同, 很可能周延如, 温体人, 王永光三人都是幕后的主谋。 对乾隆西究竟如何处置? 不一的结果是, 对其实行大批, 也就是死刑, 而且绝不待死。 重贞四年, 1631年, 正月, 多次上书论旧的黄道周, 再次上书指出, 令阁臣以边市作诛, 后知阁臣必顾叛仇处, 要皇上在边市恐激之际, 慎重从事。 书中还影射抨击, 俯臣周延如, 温体人。 明司宗抓住书中, 今相义谬悠, 为杀内府为毛文龙报仇一句话, 要他作出解释。 黄道周这句话, 实际上是借街坛相义之名, 来影射群小力图界, 这一起大安来报此前的亲定逆案之仇, 但又不好明说, 所以在回话时含糊其词, 明司宗令旗务必明白奏文。 他再次上书, 只好回避要害问题, 笼统地表示, 俯臣前农夕一旦于死狱中, 后事不查, 就会使圣主悲伤杀害俯臣之名, 自己作为遗解书生, 心存古道, 古冒魅力写禁件。 明司宗很不高兴, 指责他取逼罪付, 把他贬斥为民。 不过, 经过黄岛舟的禁件, 他还是降旨, 龙兮无匿谋, 令长戏, 将死刑改为长期贯押。 崇祯四年, 1631年, 五月, 九汉无语, 刑部上书胡英台, 给市中刘四来分别上书, 请求宽右前龙兮。 明司宗下旨再审, 最后下令释放前龙兮出语, 折树定海位, 经浙江州山。 他在定海卫书所待了12年, 其间遇到两次打赦, 都没有得到宽幼。 他儿子请求输诉输罪, 也未得到专序。 直到明司宗上吊自杀, 南明的洪光政权在南京成立, 右前都于是其标家向洪光抵深渊, 才最终得以无罪恢复原官, 回归故里。 前千世暗于乾隆西暗的最大得益者, 是周延如与温体人。 当初,周延如以身性敬敏, 善于窥夺皇上一旨而得到明司宗的青睐。 在前千亿案中, 他首先带头攻击前千亿结党, 更是切合明司宗反对陈下结党的心意。 因此, 前千亿案结束后, 明司宗既于崇祯两年, 1629年, 三月的一天午后, 在文华殿单独召见周延如, 两人密谈至深夜。 严官猜测, 皇上因前千亿案而暂停会推内阁俯陈, 此番单独召见, 可能是想让他入阁俯正, 便纷纷上书揪胆周延如, 皆以阻恶他的入阁。 与使皇宗昌和其声平会醒, 与使李长春论单独召见之妃, 南京兵科给世中前允经, 解法周延如一向与逆案中人逢权密相勾结, 力图入阁一番逆案。 与使刘之凤等人更怜悯上书, 说皇上单独召见周延如的旷举, 臣等闻所未闻。 臣等共同揣测, 周延如独对之时, 必作飞鸟一人之壮, 约某野党,某野非党, 某一流,某一去, 又必曰举朝无一人不欺皇上, 独臣一人捐身加性命以为皇上。 明司宗一概不予理睬。 到十二月, 趁乾隆西引及辞职之机, 突然下达特职, 拜周延如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集物。 重振三年二月, 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大学士。 周延如为扩大自己势力, 推荐殷亲吴宗达和温体人入阁。 明司宗认为温体人孤立无党, 嫖中可用, 于六月命他与吴宗达议员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接着, 周延如, 温体人又缩使几一位签书张道帆, 公布主持陆成员公结计李彪为首辅的成绩命, 迫使他在九月间辞贯而去。 周延如岁一月而为内阁首辅, 明司宗加他少保贤, 改为五英殿大学士。 为内忧外患所困扰的明司宗, 着用周延如和温体人, 自然是希望他们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挽狂澜于江岛, 实现明朝的中兴之志。 但是, 周延如与温体人并不把国家民族和王朝的命运放在心上。 在当时众多的社会矛盾中, 阶级矛盾是主要的社会矛盾, 正是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 导致了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 对明王朝的统治构成最大的威胁。 但是, 就在广大农民已经极端贫困的状况下, 崇祯三年, 1630年, 九月, 兵部尚书梁亭洞因君相不足, 请求再增天赋, 说今日民穷之故, 为在幻滩。 如果贪风不出, 即使不家派, 百姓照样愁苦。 如果贪风止息, 即使再家派, 百姓也会欢欣自若。 明司宗令下户不义。 户部尚书, 必自言阿顺梁亭洞之意, 认为今日之策, 无于家父, 奏请将原来的聊想, 在每亩争饮九厘之外, 再争饮三厘, 即加征165万余两。 作为首府的周延如, 和俯臣温体人当然明白, 百姓的穷困, 并不仅仅是官吏贪回一个原因, 何况梁亭洞在没有提出 解决官贪的有效对策之前, 即居然家派聊想, 必然使本已愁苦的百姓 陷于更加愁苦的困境 而遭到人民的怨怼和反抗, 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但他们都漠不作声, 不曾表示反对。 明司宗竟将他在即位赵中 所许诺的 要设法解决民间问题的诺言 抛之脑后, 在当年12月 批准实行聊想的家征, 从崇祯四年起, 每年聊想填付部分数额 达到667.9万余两, 如果加上聊想中的杂项、 严克、关税等, 聊想的总数 则高达1029.9万余两, 结果是海内并资愿。 周延如与温体人 根本不把国家民族 和王朝的命运放在心上, 整天想的是 如何谋取一己的私利。 周延如当上首府后, 大权在握, 肆无忌惮。 他着用的大同巡抚张廷孔, 登来巡抚孙元华, 都同他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他的子弟家人横保乡礼, 记起强烈的民愤, 北乡民放火烧掉房屋, 掘掉祖坟。 他的哥哥周素如茂及锦衣卫, 当上副千户, 连其家的奴仆周文玉 也当上副总兵。 真是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温体人入阁比周延如晚, 资历也比周延如浅, 只能屈居其下。 他表面上对周延如毕恭毕敬, 极尽谄媚, 暗中却打着取而代之的酸盘。 为此, 他一面对明寺宗物为柔宁, 一讨皇上之欢心, 另一面则加紧拉帮结派, 培植自己的势力。 崇祯四年, 1631年3月, 吏部尚书王永光被罢官后, 他急用自己的同乡亲信敏洪学 顶替这个空缺。 此后繁义籍者接令敏洪学 以不义知名论罢, 并启用想翻逆案的御师使运、 高杰、 侍郎唐世纪及 复都御师张杰等一位心腹。 双方的矛盾, 很快就发展为公开的争斗。 崇祯四年, 1631年, 春季的会试, 按照惯例, 一般应由此抚温体人主持。 周延如认为这是收揽名乳 作为自己门生, 扩大自己势力的好机会, 于是不顾公务繁忙, 亲自出面主持会试。 结果, 将自己的廉金陈于泰 列为电视第一名状元, 自己老友吴予欲之子吴伟业 列为会试第一名会员, 明氏张浦, 夏日湖等人也同时考中进士。 温体人对周延如阅历 以首辅身份担任主考官 本来就十分不满。 他的党与薛国官 又打探到周延如 在主考时的违规行为。 据说周延如事先嘱咐 各个分房考官 在成卷之前, 偷看密封的号码, 从中舞弊。 吴伟业的本方考官李明锐 就是受周延如的指使, 把吴伟业的诗卷 放在最前面, 让评卷官员首先看到。 薛国官便将这些情节 透露出来, 闹得舆论一片哗然。 御史正准备上书进行弹劾, 老金巨华的周延如 抢先一步, 把吴伟业的卷子 呈给明司宗预览。 皇上越后批了正大博雅, 足是鬼迷八个字, 表示赞赏。 既然明司宗做了表态, 人们不好再说什么, 此事不了了之。 到了润十一月, 周延如贪污受贿, 家人横暴的种种劣迹 逐渐暴露, 言官纷纷上书弹劾。 陕西道御市云贵说, 登来巡抚孙元化耗费军饷 超过毛文龙几倍, 不仅毫无战功, 反而发生两次倒兵滑变的事件, 但周延如却百般庇护, 这是因为他是周延如的同乡, 每月都给周府送来大批的人身, 貂皮和金银。 周延如还收纳巨岛神益的贿赂, 不仅如此, 他居家横暴, 兄弟站进江南良田美宅, 激起民贬。 山西道市域十位警院解发周延如, 说他收受张廷孔贿赂的白银三千五百两, 而受以大同巡抚, 接受孙元化贿赂的吊餐金珠, 而对他屈为护持, 还收受无名于贿赂的长州渔田五千亩, 而将他由户部调至吏部, 并立家庇护。 到崇祭五年, 1632年, 二月, 毛文龙旧部孔友德, 耿仲林在登州发动叛乱, 俘虏孙元化, 舆论更是哗然, 人们一致把矛头指向重用孙元化的周延如, 认为促使孔友德等叛乱的罪魁祸首是周延如, 周延如一再为自己辩白, 甚至假惺惺的请求辞职。 明慈宗虽然下之挽留, 但对他的宠信已开始动摇。 温体人正暗中组织力量, 准备给予致命的一击, 周延如却指使其亲信, 兵部园外廊华允城于六月间上书, 攻击吏部上书敏洪学彭比为奸, 驱出一击, 说, 我朝把丞相, 以用人之权规之吏部, 割臣不得亲烟。 今次辅体人与种臣洪学同意彭比为一己之屈处, 割臣操吏部之权, 吏部为阿割臣之意, 造门请命, 业以为常。 明思宗见过此书, 觉得华允城胆子太大, 结问他受何人指使。 华允城再次上书, 说, 体人生平, 杀, 折, 必涂盐, 连羽扫地, 陛下排众义而用之, 以其性质寡邪, 其之包藏祸心, 因此其毒。 又有如洪学者, 为之羽翼, 便知私人, 相尽善类, 无人敢犯其疯者, 臣妇受何人指使。 明思宗游士隐约感觉到, 温体人和敏洪学两人即为同乡, 恐怕不能免除彭党之嫌, 于是下令夺华允城半年俸禄, 而让敏洪学回家养兵。 这等于给两兵各打武士大阪, 想借此止住双方的争斗。 但是, 温体人与周延如的争斗并未因此而止息。 崇祯六年, 1633年, 正月, 周延如的联金, 汉林院修转陈玉泰解书臣十笔之机, 影射攻击温体人。 温体人则指使宣抚监军太监王坤叔和陈玉泰盗窃科名, 牵连到周延如。 周延如上书齐请辞官, 未获批准。 二月, 他急指使给市中复朝右上书, 说太监不当弹劾首府, 蔑视朝廷, 怀疑背后有邪恶奸命之人指使。 吏部上书李长庚帅同列上言, 陛下柏兰古今, 曾见有内臣参问俯臣折否。 自尽以后, 廷臣拱手秉息, 其盛朝所已有。 臣等一职, 其立自前处, 中部人开内臣轻易朝政之端, 流火无穷, 开万事口事。 左副都御使王志道, 也写了一通慷慨激昂的上书, 抨击内臣的阅执行为。 潜用宦官是明司宗的主义, 见到弹劾宦官的奏书自然大为恼火。 他在文华殿召见庭臣, 对王志道说, 潜用内臣原非得已。 朕言慎明, 何议论之凡也? 王志道回答说, 王坤参及俯臣, 故举朝皇皇, 为纪纲法度之忧。 宁司宗还是坚持, 朕见庭臣于国家大计不知言, 因内臣在朕未便作弊, 故解王坤书写朝廷成奸巧也。 且文武各官, 朕未尝不用, 因其蒙够免用内臣耳。 周延如一看苗头不对, 赶忙打圆场, 说王志道之书并非专论内臣, 实际上是谴责臣等失职。 明司宗火气烧减, 令王志道退出文化点。 第二天, 下令将王志道革职为民, 并对周延如说道, 青左辩王坤书, 日后录录史书甚是好看。 温体人剑搬倒周延如的时机已经成熟, 便唆使行科给誓中陈赞话于三月间地上一书, 说他的同乡湖广富士张凤义在崇祯四年, 1631年, 夏天曾对他提起一件事。 有一年, 内阁收到一个将玉球提出行刑的奏书, 明司宗已表示同意, 但周延如将袁书封还, 皇上又同意听行。 周延如及领五遍李元公去找玉球, 说听行是周延如的功劳, 向他们索要筹金。 事后, 周延如还洋洋得意地对俯臣李彪说, 上先允放, 于封还袁书, 上遂改留, 予有回天之力。 看来, 今上是西皇上人。 所谓西皇上人, 是指传说中的福西时代的太古之人, 讥讽不识时事, 脱离现世之人。 把当朝皇上称为西皇上人, 是大不敬之罪。 明司宗大为震怒, 将李元公逮入诏狱, 并穷解陈赞华书中揭露周延如所说的话, 是从哪里听来的? 陈赞华说, 得至上林顶级姚孙渠, 给市中理士奇, 而副市张峰义还曾亲自对他付述过。 明司宗更是怒不可遏。 锦衣卫帅王世盛对李元公严行拷打, 李元公死不认账。 明司宗将王世盛连降五级, 令其加强审讯。 周延如向温体人求救, 温体人不仅不予以回应, 还暗中将和周延如关系密切的官员罢出殆尽。 周延如四面楚歌, 被迫于崇贞六年六月引吉弃归。 温体人当即带皇上拟止准于归礼, 但明司宗还是给周延如留了点面子, 赐给白金、彩断、派专长捧结, 奉使的行人护送他回宜兴老家。 周延如在与温体人的倾压中落马, 眼看温体人就要接替他的首辅之职, 心有不甘。 他知道温体人人贫不幸, 庭臣都不愿让这种小人当政, 便怂恿他们, 劝皇上重新启用同自己一起入阁, 不久至世的何如宠。 何如宠昔日, 在内阁中的地位高于温体人, 如果重新召会, 就将毒死温体人升任收复之路。 明司宗觉得何如宠操行天涯, 与物无尽, 无党无派, 是可用之人, 果然下赵命何如宠从速进京。 何如宠当年在内阁任职 仅一年半的时间接到赵令, 不禁回忆起当年辞职的情景, 崇祯四年, 1631年, 春, 周延如阅历主持会事, 让他充当副手。 时候温体人借机大家攻击, 他连上九书起修, 总算躲过了一劫。 回到安庆府同城老家后, 他曾递上一书, 劝皇上不识读读, 资质通奸, 体察古今之治乱, 区别臣了之忠应, 实际上是让皇上提防温体人这种小人。 现今皇上又召他还朝复职, 与温体人一起共识, 自己哪是温体人的对手。 于是赶紧上书辞谢, 但在皇上没有允准之前, 他还得启程辅经。 途中他走走歇歇, 尽量拖延时间, 并连续多次上书引迹推辞, 希望能得到皇上的恩准。 见到何如宠迟迟未能进京, 行客给世中皇少杰对明子宗指出, 君子小人不并逼, 如宠瞻顾不前, 则体人一丝自处。 言外之意是, 温体人应该主动辞官。 明思宗觉得他过于放肆, 把他降掉外任。 但何如宠坚决不入京, 并递上他第六个请辞的奏书。 既然无人肯出任首辅之职, 温体人也就如愿以偿地升任首辅了。 第三节, 温体人的走红于垮台, 温体人如愿以偿地 当上内阁首辅之后, 照样不把心思放到国家设计的安危上面。 当时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 后劲的袭扰越来越频繁, 百姓困苦不堪, 他不曾提出任何有效的对策, 整天想的是如何解宠于上, 保住权位。 温体人善于揣测上意, 逢赢有数。 经过多年的窥探与观察, 他深知这个年轻的皇帝, 不喜欢听一耳的忠言, 只喜欢听顺耳的语词, 便使尽一切手段, 对其逢迎八戒, 讨其欢心。 平日, 他对明司宗表现得十分谦卑, 一再对皇上表示, 陈素以文章戴罪尽临, 尚不知其奴下, 着之此位, 盗贼日益众, 成万死不足色泽。 故臣于无知, 但票拟误其耳。 有人批评他善亏地义, 他巧遍说, 我替皇上起草的御旨, 多写得不到位, 要由皇上御弊批改。 我佩服还来不及, 哪有功夫去窥探皇上的旨意呢? 明司宗决定要办的事, 他明知不对, 也从不表示反对, 而且照办不误。 崇祯十年, 1637年, 兵部杨慈昌为了实施 围剿农民军的 十面张网的战略计策, 建议在此前每亩加征 一分二厘田赋的疗想之外, 再加粮六弹, 每时折银八钱, 共计增负280万两, 称为交响。 这项家派如果实施, 势必将本已十分困苦的 广大农民逼入水深火热的深渊, 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 使其异的烈火烧得更旺, 无异于饮阵止渴。 但他作为首府, 并未提出异议, 最后由明思宗于润 四月下诏付诸实行。 因此, 温体人给明思宗留下了 极好的印象, 认为此人既孤立无党, 又破中可靠。 温体人目光短浅, 没有什么惊天为地的大才干, 但为人机敏, 有点小聪明, 有功于心计, 操办一些具体的事物, 显得精明干练。 内阁票拟, 经常涉及一些刑名, 前两个事, 由于明性繁多, 头绪纷繁, 许多俯臣感到头痛, 但他却了然于胸, 很少出错。 同他共识的内阁同僚, 如吴宗达, 郑一伟, 王英雄, 张志发, 黄世俊, 刘宇亮, 薛果官等俯臣, 又都是碌碌无为的庸才, 更衬托出他的贺礼姬群, 从而更加得到皇上的欣赏。 为了提防政敌的攻击, 温体人在当时贪风盛斥的官场, 从不公开收手贿赂, 黄宗习说温体人之包居, 巧于那者也, 周延如不巧于那者也。 观其身后之父, 其不那包居者所致乎, 又给人留下连结自持的印象。 此外, 温体人虽既可专横, 却又藏机极深。 他想推举某个亲信, 往往暗中指使他人率先举荐, 自己在实力以筑其成, 想排险某个政敌又先行宽带, 以及上路在严行成职。 手法隐蔽巧妙, 不露痕迹, 从而又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公正无私的形象。 因此, 在冥司宗的眼里, 温体人实际孤立无党, 破终可靠而有精明干练, 连结自持, 公正无私, 自然对他另眼高看, 重新有加了。 温体人之所以能扳倒周炎乳, 爬上首府的高位,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陆网的 及名列逆案的燕党分子的助力。 为了酬谢燕党分子, 壮大自己的势力, 他当上首府后, 就一直在寻找机会, 试图推翻亲定的逆案。 崇祯七年, 1634年, 8月11日, 温体人用计几调与己不合的 吏部尚书李长庚, 由他的亲信漏网燕党, 吏部左侍郎张杰主持部务。 督察院左都御使张炎登 也随李长庚去致, 明司宗下令府, 不, 九卿即可导官 推举堪任吏部尚书 和督察院左都御使的人选。 温体人便暗中活动, 受益张杰 推举明列逆案的吕春儒 为吏部尚书, 他还暗中嘱咐 与之交好的俯臣王英雄, 让他暗中支持张杰 并放出风声, 说此次会推阁部同心, 内阁与吏部的意见完全一致。 8月21日, 明司宗在文化殿赵队吴府、六部、九卿、柯道官、商议吏部尚书和督察院左都御使的人选。 他先说明赵队的用意, 吏部尚书乃用人的官需要天下第一裁品, 历贤不以其方, 轻等举来。 接着, 熏七, 大臣便退入电锡片室, 文臣退入电动片室, 各自书写推荐名单。 王英雄站在张杰身边, 眼睛紧盯着张杰的笔下, 旁边的大臣觉得奇怪, 便问所见何人。 张杰回答说, 吕淳如。 旁边的大臣纷纷表示反对, 他们有的推荐南京户部尚书郑三郡, 有的推荐南京幼都御使唐世纪。 唐世纪使温体人同乡, 张杰当然同意建用, 但吏部尚书他还是按照温体人的嘱咐坚持推荐吕淳如, 说, 总县, 督察院左都于使, 是即可, 总载, 吏部尚书, 非纯如不可。 待明司宗要大臣提交推荐名单时, 张杰抢先起奏, 臣已推举两人, 但这两个人都是举朝都不享用的。 明司宗待大臣推举的名单收齐后, 问在场的柯导官, 你们为何不推举? 李柯给侍中卢赵龙回答, 回推大典, 柯导官向吴宝剑的先礼。 九卿如果推举得当, 则由皇上典用, 如果推举不当, 臣等再站出来纠参。 明司宗点头秤事, 随即拿起张杰的推举名单。 仔细一看, 不觉皱起眉头, 大声斥责道, 李纯如是钦定议案之中有名字的, 张杰为何推举他? 张杰辩解道, 李纯如有财有品, 臣所深知。 钦案中列起名字, 说他宋美逆贤, 当年大臣递交给魏忠贤的红本巨载, 并无一字涉及此事, 岂可作以宋美之罪。 明司宗说, 吕淳如自己也曾就此事做过申辩, 但绝不能由此开启 推翻钦定议案的先例。 接着, 他把目光投向柯道官, 问他们有何看法。 如赵龙奏曰, 张杰推举的吕淳如立名钦定议案, 臣等正准备纠餐, 皇上已有名誉, 臣等不敢再来多嘴了。 张杰仍然坚持己见, 说吕淳如轻之可用, 如今弃之草野, 实在可惜。 于是张三摩反驳说, 停推种载, 关系深重。 吕淳如生平是否贤良, 姑且误论, 但他既然明列逆案, 声名囊急, 出任此职, 何以服人。 况且逆案早有定论, 吕淳如此力一开, 后果不堪设想。 张杰继续生辩, 引来众多柯道官的一片反对, 他们纷纷揭发吕淳如往日的劣迹辉行, 明司宗令张杰退下, 随即问温体人有何意见。 温体人见举朝反对启用吕淳如, 转而推荐谢生为吏部尚书, 唐世纪为左都于氏。 温体人想借推举吕淳如, 再次是探明司宗的态度。 试图为推翻轻定逆案, 打开一个缺口, 不想却碰了一个大钉子。 但他仍不死心, 后来又指使新任左都于氏唐世纪 举荐逆案中人或维华, 引遭群臣的反对, 唐世纪被迫辞职。 此后, 温体人不敢再启用逆案中人, 但因此更加仇视, 不肯附和自己的厅臣。 温体人是万历末年 与东陵党对立的这党首领 沈一贯的门人, 受其作施的影响, 从骨子里仇视东陵党, 在前千亿, 乾隆西岸中立功东陵党人。 当上首府后, 更是利用职权 极力打击东陵党 及与其关系较为密切的厅臣。 日讲官姚希孟 是东陵党人门镇孟的外甥, 寒卢的门生, 素为东陵党人所推重。 寒卢主定议案, 参考了他的不少意见。 华允成书和温体人, 温体人怀疑 是受姚希孟之事。 他借口姚希孟 与豫德姚明公 在崇祯三年, 1630年, 主持顺天相适事 发生两名武生冒击中士的事件, 将以千人战士的姚希孟连将二致, 调往南京长汉林院士。 东陵党人罗玉毅当日讲官, 进讲、上书、 撰写不招甚无讲义, 联系现实, 由左右之者不得其人之语。 内阁审读讲义, 温体人不悦, 命正自观转告罗玉毅进行修改。 罗玉毅来到内阁, 隔着屏风讥讽温体人。 温体人向明思宗告状, 说按照制度, 只有经言讲官的规权言论 多于经书证文的讲解, 日讲则是讲解证文多于规言。 罗玉毅的做法是用了经言之志, 且让他改正, 反而遭到他的侮辱, 请皇上裁定。 明思宗令下立不义。 罗玉毅反驳说, 讲官在正文之外旁极实事, 也是传统的制度。 陈展转夫臣是希望对实证有所不义。 温体人叫删去, 陈恐于衷不获尚达, 置无俯尘, 经草稿俱在, 望皇上省揽明察。 温体人还是指使吏部将罗玉毅, 隔职贤著。 崇祯八年, 1635年6月, 明思宗为开创新局面, 趁温体人因遭严贯的弹劾, 称病休假的机会, 召集数十名庭臣, 进行代皇上起草欲止的票拟考试, 试图从中选拔新的浮尘。 詹氏福少詹氏文振梦因, 屡次受到温体人的讽刺, 压制而闷闷不乐, 称病在家, 没有复试。 不料, 过了几天, 明思宗却作出决定, 为参加考试的文振梦 和参加考试的章旨发声为 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入阁与温体人等协同办事。 文振梦自文起, 苏州府吴县人, 是吴门四才子文指名的曾孙, 以研究儒家经典春秋而著称。 天启两年, 162年, 或殿氏第一名, 受汉林远编修, 因尚书谈和魏忠贤, 与编修陈仁熙, 数级是正万, 并吃魏民。 崇真元年, 1628年, 重新启用, 先后出任释讲学士, 左忠允, 左玉德, 右树子, 邵詹氏, 冲当日讲官。 重振三年春, 漏网燕党之流程及保护东陵党人, 他尚书纠合, 揭露群晓和谋推翻逆案的歧途。 明思宗说他认清千里, 但群晓和谋犯的阴谋, 亦犹是受阻, 从而引起温体人的不满。 文振梦幸清耿直, 一身正气, 给明思宗讲课, 时常联系时政, 进行规劝。 当时许多大臣背带细语中, 文振梦进讲, 鲁论均使臣以礼一章就反复归逢, 明思宗及将旨将刑部上书乔允生, 侍郎胡使赏释放出狱。 原先在日讲, 经言中没有春秋的课程。 明思宗认为, 春秋一书有益于人们了解国家的质问安危, 让内阁推荐讲官讲解。 温体人知道, 文振梦是研究春秋的名家, 却推说没有合适的讲官, 不予推荐。 还是赐负前世声作的推荐, 才让文振梦进讲春秋。 文振梦一开讲, 明思宗就听得津津有味。 有时文振梦请病假, 他都不批准, 生怕耽误春秋的讲解。 温体人看到这一幕, 心里酸溜溜的, 不狠之心油然而生。 当时文梦振虽以着任少瞻事, 官居四品, 但按照规定还不能在紫禁城里骑马。 因年迈体衰, 托人向温体人求情, 请将他的官职改为三品, 以便能骑马出入紫禁城。 温体人却指认内阁的首辅座位, 板着面孔挖苦他说, 不久你就可以做上这把交椅了, 何必改三品呢? 正在家中养病的温体人, 听说明思宗亲自点用文振梦, 担心会对自己不利, 慌忙声称并已痊愈, 回到内阁主持政务。 刚开始, 他表面上对文振梦客客气气, 恭敬有加, 每次拟址都找文振梦商量, 文振梦提出意见也都一一召改。 文振梦不无高兴地说, 温公虚怀若骨, 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奸话。 和他共事的大学士何无邹提醒说, 此人城府很深, 未可亲信。 果然, 没过多少时间, 温体人就摆出手辅的架势, 不时指责文振梦你指不当, 要他修改, 如果不从, 极尽自提笔抹去。 文振梦很是气愤, 有次竟将书稿摔到他的面前。 温体人虽然表面显得很有风度, 没有同他计较, 内心却恨死了文振梦, 必欲除之而后快。 当年十月, 他便借徐玉清事件大作文章, 终于导致文振梦落之出阁。 徐玉清, 子宫时, 松江府华庭人, 万历四十四年, 1616年, 举进士, 天启初年任给世忠, 曾上书弹劾为忠贤声名打住。 崇祯初年, 因弹劾陆网烟党立部上书 王永光仇视东陵党人, 遭到温体人亲信薛国冠的攻击而愤然辞贯。 崇祯七年, 1634年, 被重新启用。 一年二月, 凤阳被农民军攻陷, 黄陵被焚。 他又上书坛和兵部上书张凤义师职, 即内阁大学时温体人, 王英雄挽扣诉货之罪, 被冥司宗斥为苛求。 温体人因此把徐玉清事为眼中钉, 就在官职的升迁上百般加以刁难。 徐玉清当给世中已有十四年之久, 其他不少比其资历浅的陆陆无为之辈 都已升任经堂官。 他想出任南京太长青之职, 以便就近营养年迈的老母。 文振梦和何无揍都支持他的这个请求。 温体人却受益力部上书谢生上书纸, 则许腾青迎求美观。 他在据此奏书尼指导, 大干法计这降级调用。 他预料明思宗对这种钻银官职的不正之风 必然会严加惩处, 既然是大干法计, 不能仅仅处以降调。 果然, 明思宗省满后, 发回原先的票拟, 责令忠改。 温体人忠拟, 改为虚之为民。 文振梦据理力争, 何无揍也壮胆帮言, 温体人就是不予理睬。 文振梦愤慨地说, 磕道官去当老百姓, 这是极为光荣的事, 谢谢你老先生的预成。 温体人即将词语密报给明思宗。 明思宗当即大怒, 一改先前对他的信任态度, 斥责他和何无揍训思挠乱, 下旨将何无揍把关, 将文振梦落之贤主, 实际上也是把关。 文振梦从入阁到落之出阁, 前后不过三个月时间, 是崇祯朝在阁时间最短的一位俯臣。 国子祭九尼元部, 子玉汝, 浙江尚余人, 天启两年, 一六二年, 呈进士, 改书吉士, 受汉临院编修。 明思宗即位后, 魏忠贤已经辅诛, 燕党一涅杨维远上书, 将东黎语崔承秀, 魏忠贤一伙, 并称为邪党, 企图拔水搅换, 破坏对燕党的清查工作。 崇祯元年, 一六二八年, 正月, 尼元路挺身而出, 首先尚书言加驳斥, 寻进士讲, 四月, 又尚书秦桧三朝要点, 后累千职又玉德, 冲日讲官, 禁又数子。 又上至十八册, 其中端正本一册, 是对温体人的规劝, 而申公义一册则是批评张杰推荐吕春竹, 图谋翻译案之举。 温体人极其亲信, 因此非常疾恨尼元路, 但尼元路亚富失望, 也颇得明司宗的欣赏。 有一天, 明司宗亲手写了尼元路的名字, 交给内阁, 交成上他的履历。 温体人担心皇上会重用尼元路, 正好寻七成一搏刘孔招, 想谋求掌控荣正之职, 他便以这个职务作诱饵, 叫刘孔招上书诬告尼元路。 刘孔招见离妄议, 状告尼元路之旗陈氏尚载, 却又将其切冒冲击时, 向朝廷请求册封, 败离乱法。 明司宗下赵令吏部插合。 吏部尚书江峰元, 是尼的同乡, 他和侍郎王爷号, 刘宗周及其堂兄御使尼元拱都说, 陈氏因有过失, 已经离开了尼元路, 王氏是尼元路名为正取的济世, 而不是妾, 其境册封完全合理合法。 不宜让府, 按何时上奏, 但温体人却拟止, 登科路二十并列, 最即显然, 何待刑刊, 将尼元路落之显著。 温体人还想方设法打击正在崛起的附射。 附射继承东邻党人的政治主张, 反对以私权定朝政, 主张以国事复公论, 得到官府中与东邻有联系的官员的支持, 而遭到同烟党有瓜葛的官员的仇视。 附射有些成员如吴伟业、 张浦等, 是在崇祯四年、 1631年的会市中考中进士的。 这次会是本应由温体人担任主考官, 但却由周延如所取代, 从而成为温, 周互相倾压的一个由头。 作为周延如的门生、张浦、 吴伟业等近视极地的附射师子, 同情周延如而对极贤度能的温体人持鄙视的态度。 崇祯六年春, 温体人的弟弟温宇仁请求加入附射, 遭到附射领袖张浦的拒绝。 恼羞成怒的温宇仁, 典故人写了《绿牡丹传奇》在浙江各地演出, 用以影射张浦等附射名士。 张浦和另一附射首领张彩, 亲自跑到杭州, 向好友浙江都学赴使黎元宽求援。 黎元宽下令查禁, 定追究作者的责任, 但因碍于守抚温体人的权势, 为直接处理温宇仁, 只将温宇仁的奴仆关进了监狱。 温体人随即进行报复, 将黎元宽革职查办。 崇祯九年, 在社会上还流传一篇脱明徐怀丹写的习文, 据说是温体人唆事人写的。 习文攻击附射首领张浦, 张采下乱群青, 上摇国事, 凡有建议天王, 望称先生, 删拒彭党, 防贤数拳, 召击匪人, 伤风败诉, 傍善横溢, 污坏品行, 窃位失节, 照扣致灾等十大罪, 给附设施加压力。 附设成员纷纷上书, 弹劾温体人。 温体人随派亲信到宿州一带去做地方官, 就进到张浦的家乡太仓搜集整治张浦的材料, 并暗中牧人和谱。 崇祯十年三月, 张浦的同乡路闻声因向加入辐射而遭拒绝, 义却尚书, 即言风俗之弊, 结源于世子。 浦, 采为主萌, 畅辐射, 乱天下。 温体人立即添油加醋, 明思宗便用诸笔写下措辞严厉的语纸, 太仓辐射结党自行, 把持武断, 提学沉执合适, 致使习消衡如此。 温体人马上命难直立提学玉使 尼远拱茶河, 但尼武拱回奏说, 附设诸生宋法孔子, 引其图谈经讲学, 互相切磋, 文必先正, 品必贤良, 实非疏党。 陆文生以私怨而妄告无壮, 依旧罪处置。 兵北参议冯元阳, 太仓之州周连仲也皆书称附设无罪, 他们三人都遭到温体人的贬斥。 福建人周知奎曾当过苏州推官, 后被撤职, 他虽加入辐设, 但怀疑是张浦暗中捣鬼使其落职, 听说陆文生弹劾张浦, 也拂决书称张浦把持祭典, 并诬告辐设结为彭党, 蔑视圣旨, 但经过巡抚张国伟等核查, 证明周知奎被撤职同张浦毫不相干。 温体人很不满意, 待皇上遗旨将张国伟斥责了一通。 清代官修的明史将温体人列入奸臣传, 说他辅政数年, 流寇令基辅, 扰中原, 边境砸他, 民生日困, 未尝见一侧, 为日与善累为仇, 其所引与同立者皆庸才苟以充位。 他所引用的亲信, 都是苟以充位的庸才。 在内阁中同他合得来, 受他信任的, 则只有碌碌无为的吴宗达和刚毕自用的王英雄。 吴宗达是在崇祯三年, 1630年六月入阁充任大学时的, 明史没有他的专传, 而遍阅明史的其他客传, 只有因其逆直而遭言官弹劾的记载, 其庸碌无为可想而知。 因为是庸才, 所以一切皆听命于温体人。 王英雄博学多彩, 书之典故, 姓希克强狠, 刚毕自用, 但善赢第一, 明史宗在崇祯六年11月, 特指命其入阁。 当时朝野震惊, 给世中章政臣上书弹劾, 指出王英雄强毕自张, 纵横为习, 小财族负短, 小便族几探。 经大用, 毕竟删除异己, 报复安仇, 混笑毁育。 但明史宗不听, 将张政臣逮入诏狱论罪, 削己而归。 王英雄入阁后, 与温体人狼狈为奸, 清险忠良。 当时北京街头流传了一首民谣, 讥讽内阁说, 内阁翻成纪管, 乌龟王八灭片, 总是遭温。 乌龟指温体人, 因为他是乌成级的归安人, 王八指王英雄, 因为他是四川八仙人, 灭片指无宗达, 因为他碌碌无为, 事无主见, 可以像灭片一样任意弯曲, 一切都听命于温体人。 由这样一些乌龟, 王八和灭片组成的内阁, 就如同祭冠一样, 毫无操守可言。 温是温体人的性的谐音, 指温神, 是说皇上使用以温体人为首的 这些歌臣辅证, 就像遭到温神一样, 总要遭殃的。 京城还有一首民谣即唱道, 崇祯皇帝遭温了。 明司宗猜忌多矣, 对臣下总是疑神疑鬼, 极不信任, 唯独对善于迎合地义的温体人, 宠信有加, 让他辅证前后八年, 十足七年, 担任首辅也有四年的时间。 温体人所上的秘阶, 及秘密奏书, 他全都批准照办。 温体人的头衔也越升越高, 官职少师兼太子太师, 进吏部尚书, 中级殿大学士, 皆左诸国, 见知尚书奉, 恩礼之优渥, 无人可比。 温体人自度受他排挤, 打击的政治知识太多, 积怨极深, 担心将来遭到报应, 畅言内阁为机密重地, 阁中的议论, 决定一概不许外泄, 称给皇帝的密接一概不许发钞, 也不留笛稿, 免得让人抓住把柄。 因此, 他如何排挤, 打击, 重伤, 陷害政治知识, 许多朝臣都不完全清楚。 但是, 只毕竟包不住火。 崇祯九年, 1636年, 至十年间, 不少大臣纷纷上书弹劾温体人。 公布左侍郎刘宗诸和其有十二罪六奸, 却被明司宗霸持为民。 西安尾千虎杨光仙效法海瑞, 带着棺材上书, 参和温体人的亲信, 贪横无赖之言官臣其心, 并集温体人。 体人秉国以来, 便其两伯都城, 刘贼各省盐满, 平治之祭安在。 国为余上, 而不求所以安, 民愿余下, 而不思所以续, 扶持之则安在。 忠告之言不守, 雅子之愿不忘, 修修之量安在。 三者无一, 成待在一个臣也, 要他自动引罪已去。 明司宗又怒其字意乱政, 下令示意庭长, 折树辽东。 温体人自以为有皇上的庇护, 愈发自私妄为。 他想起当年被他公道, 革职为民。 在家乡闲住了七年的钱千亿, 担心其声望颇高, 将来可能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必将对自己构成严重威胁, 决定进一步加以陷害, 必欲杀之而后快。 冲真十年, 1637年, 温体人让其亲信, 负罪逃到京城, 避封的长熟巨奸陈吕迁想办法。 陈吕迁找到长熟县衙门书首张汉如和奸人王藩, 对他们说, 杀钱千亿以英温相之墓, 富贵可利之也。 于是一决由张汉如出面告语状。 张汉如发挥起刀比利的伎俩, 无中生有, 起草离粉弹劾钱千亿, 即驱使四五十八条大罪的奏书, 交给温体人呈地上去。 温体人随即带皇上拟旨, 逮捕钱千亿, 驱使四下诏语言训。 钱千亿在语中写了两份奏书自辩, 名辞宗未予理睬, 于是又托自己作诗孙成宗之子, 向司礼坚太监曹华淳求援。 曹华淳出自早先的司礼坚太监王安的门下, 王安为人刚正, 名神宗死后, 他为明光宗的继位立下汉马功劳, 后被为忠贤杀害。 钱千亿曾为王安写过墓之名, 曹华淳对他怀有感激之情, 得知其冤情后, 立即设法营救。 温体人闻训, 又指使陈吕谦散发匿名接铁, 称钱千亿出四万两银子拓州英币求款于曹华淳, 并让王帆出面检举告发。 安排妥当后, 温体人以为稳操胜券, 便如往常兴起大狱前妻那样, 照例称病, 齐请休假, 住进了刚刚修缮的湖州会馆, 以示自己统即将发生的案件毫无瓜葛。 但是, 这次温体人搬起的石头却砸在了自己的脚上。 曹华淳见温体人亲信诬告自己收受前千亿四万两银子的贿赂, 被彻底激怒了, 主动向明司宗请应, 由他负责彻查此案。 明司宗批准后, 他以奉旨清查的名义, 派出锦衣卫的提起四处击访, 很快查明陈吕倩的罪行, 把他带入东厂, 与东厂太监王之心。 锦衣卫长应指挥吴孟明在武庚突击审讯。 陈吕倩招出这次密谋的全部过程, 交代所有的情节居无成, 温体人一手握定。 明司宗看了审讯报告, 大吃一惊, 感慨地说, 体人有党。 一气之下, 宁将陈吕倩, 张汉如各达一百棍立家而死, 并决心除掉温体人。 由温体人一手提拔上来的俯臣张志发, 还蒙在鼓里, 在温体人的起修奏书上, 以好挽留的御旨, 呈给皇帝。 明司宗毫不犹豫地拿起朱笔, 抹掉张志发的挽回语句, 批了放他去三个大字。 正在湖州会馆吃晚饭的温体人, 听到太监宣读的圣旨大惊失色, 面如死灰。 经常百姓闻讯, 欢声雷动, 连老狱, 小孩都恶受称轻。 第二年, 温体人在家中病死, 不争气的明司宗竟还未知惋惜, 赠太傅是文忠。 大概在他的心目中, 温体人有党固然可恨, 但其破忠还是值得肯定的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